第651章 庇护四的月后 距离辉野荒原 不过数十公里的一条尚且完好的荒野公路上 十几辆装甲车正护卫着大量的运输车 行驶在一片荒凉和苍茫之上 车队的领队是一名在旭日城覆灭后 并入黑灯堡的军官 如今担任黑灯堡第四战术师下辖的一名装甲小队的队长 雷格 此时正在负责迁徙移民进入黑灯堡 这些移民都是来自赤母城 也就是曾经敌视黑灯堡 并庇护罪火镇的特大型聚集地 而在前黑灯堡之主周和步入大师级后 并无大师级坐镇的赤母城 选择放弃对黑灯堡的敌视 甚至抛弃了罪火镇 罪火镇这才改投旭日城的怀抱 后来的事情自然无需多说 别说罪火镇 就连旭日城也在新黑灯堡之主 苏环的铁腕下彻底灰飞烟灭 旭日城如今已经被一伙伙流民团队占据 彻底沦为一座废弃之城 旭日城的人口和资源 已经全部转移到了黑灯堡 只剩下大量的建筑 矗立在茫茫荒野中 成为容纳流民的荒城 至于原本忠诚于旭日城 原主人方续扬的那些逃离者 根本不敢返回被黑灯堡放弃的旭日城 反而早已经逃离灰野荒原 逃到了外界寻求关系较近的第三方实力庇护 以免遭受苏环和黑灯堡的打击 但他们显然是想多了 苏环对这些人根本没有后续的关注 潮灾迫在眉睫 苏环哪有心情操心这件事 四个月里 潮灾的威胁已经愈演愈烈 灰野荒原上原本对苏环所说的灾潮威胁 嗤之以鼻的聚集地 都已经深刻意识到了 一场席卷一切的灾潮即将卷土重来 而以所有征兆看起来 似乎比上一次的潮灾更加恐怖 苏环作为目前当之无愧的灰野荒原第一遇师 黑灯堡在接受了 醉火镇和续日城的资源和人口后 一夕也有了成为 灰野荒原第一聚集地的势头 黑灯堡自然成了这些 潭灾潮色变的聚集地们 首要的联合对象 曾经苏环主动发去合作请求 这些人爱理不理 到了潮灾即将降临的关头 这些人的合作显然已经晚了 原本按照苏环的打算 如果这些人愿意合作 苏环的想法是在黑灯堡 紧急修筑卫星堡垒 来容纳所有结盟势力 并将卫星堡垒连成一片 共同抵御潮灾 不过等到这些特大型聚集地 意识到希望结盟时 已经为时过晚 目前 整个灰野荒原 大概还能有一两千万总人口 但按照旧日龙点的历史记载 按照正常情况 这次潮灾过后 恐怕最多只剩下四五百万 不过 此时多了自己这个变数 苏环相信 最终的数量 肯定会超过这个水平 不说别的 就是黑灯堡所容纳的人口 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单单以人口数量看 就已经轻易达到了超大型聚集地的范围 这些迅速增加的人口 都是从各个寻求和黑灯堡 进行合作的聚集地转移过来的 对于那些聚集地异想天开的 希望黑灯堡派军队协助防守的请求 苏环自然是一口回绝了 再加上潮灾 最多还有一个月 就将彻底席卷一切 而不再是先头大军小打小冒 因此 苏环同意让这些聚集地转移人口到黑灯堡 战后 可以自行回归 对于这个提议 显然引起了各大聚集地兴趣 在对黑灯堡进行了一番考察后 黑灯堡的兼臂高强和先进的武器 更是证实了黑灯堡抵御灾潮的能力 黑灯堡灰野荒原第一堡垒的名头不进而走 各大聚集地纷纷选择将特定人口转移到黑灯堡 以在真正抵御不住潮灾时 保存一丝聚集地的火苗 当然 这些被转移到黑灯堡的人口 并不包括御师和士兵 大都是普通人 亦获一些权贵的子嗣清卷 这次雷哥的任务 就是转移一批赤母城高官的 亲属以及研究人员 一路上有惊无险 遇到的危险 也大都被随对的准职业及御师解决 就在黑灯堡遥遥在望之际 公路不远处密林中 忽然响起了一阵狂暴的吼声 无数吼声 仅随着这声巨吼此起彼伏的响起 随后是一阵轰隆隆的踩踏大地的声响 一股埋伏在密林中的灾潮 尽管率先杀向了车队 雷哥的装甲小队拥有一百名整编士兵 以及15辆由G73避难所的研究人员 生产制造出来的最新一代 黑刺重型装甲车 防御力几乎能堪比一些较为落后的坦克装甲 雷哥能在短短10日内 做到小队长职务 自然是能力不错的 目前 黑灯堡高层 对于旭日成和最火镇的人员 还是采取一定的谨慎态度 一般不会讲前 旭日成人员为以重任 看着大量危险生物袭来 雷哥当即下令车队建筑 形成一个扁原型防御圈 装甲车在外 运输车在内 15辆黑刺装甲车迅速合拢 形成一个防御圈 几名随队 御师也纷纷召唤御虫 准备对敌 众人尽管身陷重围 但都信心满满 距离黑灯堡不过只有几十公里 球员信号已经发出 黑灯堡的大人肯定会及时来远 哒哒哒的开火声 有效阻止了这股灾潮的进攻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 是 一头浑身黑毛 看起来像是一头 三四层楼高的巨猿的危险生物 以普通士兵肉眼 根本难以动态捕捉的速度 冲向防御圈 合拢成两个巨锤一般的拳头 十分飙悍 砸向了一辆黑刺重型装甲车 黑刺重型装甲车 直接被砸得高高抛起 那头巨猿还不罢休 紧接着又是一脚 等硬抗恐怖种 正面攻击黑刺装甲车 就这样在空中 直接被踢得解体 支离破碎 索性装甲车里的人员 都已经离开车体 在车体后防御 此时除开被气浪波及 有些狼狈完 并没有和装甲车 一起被打成肉酱 不过这头巨猿表现出的战斗力 却让所有人无比惊恐 而一辆装甲车的损失 也让防御圈出现了缺口 大量灾潮 已经开始转移了攻击方向 向着缺口涌来 所有士兵面如死灰 就连几名御师 也感觉到绝望 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位 年轻的准职业级御师 更是面如死灰 知道自己 恐怕要大难临头 尽管他尚未步入职业级 但眼力却不错 加上有着一只 能够感知别的生命体 生命能及的育宠 这让他很清楚 这头巨猿 分明是一头 顶级恐怖种 此次的超强危险生物 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准职业级 就是职业级来了 也挡不住 巨猿打爆了一辆装甲车 还感到意犹未尽 寻找着下一个目标 那名实力最强的准 职业级御师 很快沦为他的目标 在视线中 急速放大的巨大拳影 让这名同样是 由旭日成并入的御师 十分绝望 太快了 根本躲不开 轰隆隆 一声平地惊雷响起 御师以为自己要死了 在巨猿拳头产生的风压下 甚至已经无法支撑 闭上了双眼等死 等他等了半天也没反应 只听到周围 一阵惊呼 惊呼中 血液和碎块一样的东西 噼里啪啦 像雨滴一样落在他的脸上 身上 等他睁开双眼时 时间面前不可一世的巨猿 已经被一分为二 眼中残留着惊恐倒地 一头人力行走 足有两三层楼高的大狗 缓缓收起了两把能量形态的 漆黑巨剑 大狗 有些一颗造型十分夸张的脑袋 巨大蓬松的暗紫色毛发 让其如同一只恶鬼 一个 邋遢的中年男人 白人正是黑灯宝站被委员会的委员 叶燕 那头直立行走 双持双剑的怪蛋巨狗 正是叶燕完成蜕变的雷凹剑客 如今的终极噩梦种鬼凹剑豪 继续赶路吧 叶燕对着众人吩咐了一句后 爱着欲宠行色 匆匆离开了战场 众人这才重新上路 而年轻的准职业及御师 双眼却焕发出一种 重获新生后的西季光芒 以及一种新的野望 回去就提交精英特训 绝对掌控战备委员会的战略室内 多名委员正在开会 刚刚才出战过的叶燕 同样也位列其中 叶委员情况怎么样 坐在上手第二个位置的曹年开口问道 至于上手第一个位置 却是空缺着的 叶燕神色微沉道 不容乐观 我们已经有多支转移车队 遭受了袭击 甚至有的根本来不及救援 出现整支车队都惨遭屠戮的惨剧 曹年又将目光转向霍贤问道 现在转移了多少人口了 霍贤翻开一本报告扫了一眼道 目前已经转移了各个聚集地 总计69万人口 黑灯聚集地的人口容纳量 已经到达极限 加上最近灾潮的袭击频率 大幅度提升 我的建议是停止人口的转移 开始全力备战 曹年对聚集地的人口容纳能力 心知肚明 知道现在超过百万的人口 已经超出了黑灯聚集地 最初的设计的容纳量极限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并非黑灯宝在扩建时 不想扩建的大限 而是苏桓基于本身实力 以及战时机动能力的考虑 知道自己 最多也就只能庇护 目前这个规模的黑灯聚集地 规模再次扩大 很难做到面面俱倒 到时候撑破人亡 出现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更是苏桓不想看到的 那诸位 开始表决吧 是否停止人口转移 我同意 复议 复议 最终 全票通过 停止了人口转移计划 接下来 是另一项决议 首席不在 我们需要通过投票 通过战备总动员决议 是否开始 最终动员 开始准备迎接 马上就要到来的 第三次灾潮战争 投票 同样是全票通过 很快由战备委员会下达 最高决议 黑灯堡所属的所有部队 武装 都开始朝黑灯堡收缩 进行最后的备战 会议结束后 站在战略室外的窗台前 曹年迎着晚风 有些头疼的 嗯嗯嗯 脑袋 难难道 师弟啊 师弟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战争的阴云已经到来 没你压阵师兄 我这心里有些慌啊 尽管他已经在 聚力熊成功蜕变为 高级噩梦种怪力熊后 一跃步入大师级 成为一名 货真价实的大师 其御师 但曹年在实力突飞猛进的同时 更加感受到了 自己和小师弟苏桓实力之间 深深的差距 物之不绝 小师弟苏桓 已经成为像老师一样的 定海神针了 可小师弟 已经消失了一个多月了 与此同时 战略是上手 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在他的面前 一头足足有四五十米长的 漆黑巨兽 正静静匍在地上 像是一座山丘 这头体型和 完全期的巨细种族 严虚龙 不相上下的巨兽 正是已经被培育到 完全期超级噩梦种层次的 战斗潮兽 经过几个月的培育和 战斗训练 战斗潮兽终于没有让苏桓失望 成功步入噩梦种的极限 堪称苏桓目前挥下 最强大的战力 同时 有关对战斗潮兽的 绝对掌控计划 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这一步成功 苏桓就能实现 对战斗潮兽的绝对掌控 几乎不必再考虑 战斗潮兽 会因为灾潮的影响 而出现失控的变故 彻底掌握这头战斗兵器的控制权 在战斗潮兽一旁 扑服着另一头庞然大物 也是这次计划的另一个主角 这头同样一身漆黑的庞然大物 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像是一头地龙在大地翻滚 使得大地一阵阵阵战不断 翻滚的庞然大物 自然就是只脑 或者说冰窟幽影了 冰窟幽影的灵魂本质增强计划 已经实现 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步 分裂灵魂 并融合补全战斗潮兽 一头补全了灵魂的战斗潮兽 灾潮已经算是彻底失去了 对其恢复掌控的手段 能不能彻底掌控这头 完全七超级噩梦种实力的战斗潮兽 就看冰窟幽影了 不知道多了多久 只脑的颤抖 翻滚终于缓缓停歇 只脑缓缓靠近一旁的战斗潮兽 一道幽蓝色的神秘光芒 开始从只脑的硕大脑袋上浮现 并且飘向战斗潮兽 神秘光芒迅速形成一道幽蓝色光桥 光桥一头连同只脑 一头连同战斗潮兽 不断由神秘的幽蓝色光点 通过光桥从只脑转移向战斗潮兽 苏环知道 这些就是只脑辛辛苦苦分裂 出来的灵魂本源 一旁的寻宝帝龙 看着这些光点 不由暗暗吞了一口口水 灵魂也是一种独特的宝物 作为掌控大量的灵魂的寻宝帝龙 对于灵魂的美味 滋味是深有体会的 更何况 这只冰窟幽影的灵魂本源 经过了无数宝物提升 对于寻宝帝龙而言 更具吸引力 不过 它也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 宏卫苏环的愈宠 寻宝帝龙 还不至于饿到 对自己同伴下手的程度 苏环不动声色地 打亮了一眼 贼兮兮的寻宝帝龙 装作没看到 它咽口水的模样 转过头继续看向 之脑和战斗潮兽 战斗潮兽 此时已经陷入了 光暗地基编织的幻境当中 短时间内不会醒过来 这样也有利于 冰窟幽影进行操作 足足过了几个小时 幽蓝色的神秘光桥 终于完成了 分裂灵魂的转移 尽管之脑 有着战斗潮兽的掌控能力 但战斗潮兽 毕竟是灾潮的造物 本身 对于这类灵魂的侵入 还保持着一种本能的防御 战斗潮兽的灵魂 在冰窟幽影 分裂的灵魂侵入的瞬间 就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 和之脑原本的灵魂相同 战斗潮兽的灵魂 同样是一股缝合怪的畸形模样 看起来像是 无数蠕动在一起的黑色蛆虫 而冰窟幽影的灵魂 则是一个幽蓝色的瑰丽光团 冰窟幽影的灵魂 散发着独特的波纹 开始勒令战斗潮兽 放弃抵御 战斗潮兽的灵魂 陷入了短暂的呆滞当中 显然冰窟幽影的指令 产生了效果 但就在冰窟幽影的灵魂 扑了上去 准备开始吞噬 融合战斗潮兽的灵魂时 一变突生 一个个漆黑的印记 在战斗潮兽的灵魂上浮现 这些印记 一个个连为一体 像是锁链一样 束缚着战斗潮兽的灵魂 冰窟幽影 被锁链迎头撞上 没有能够得手 冰窟幽影心中暗暗震惊 知道这是灾潮 在创建战斗潮兽时 留下的痕迹 不过 他只是微微一愣 把伤更加生猛地扑了上去 对于这种情况 苏桓已经提前告诉过他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 碾碎这些痕迹 而获得密钥加持 灵魂强度大了 不止十倍的冰窟幽影 信心十足 看起来十分唬人的印记锁链 在冰窟幽影的灵魂的撕咬下 开始崩溃 苏桓从白天等到了黑夜 正百无聊赖地 看着满天繁星之际 忽然心头一动 感觉到了 自己和冰窟幽影的心灵羁绊 几乎多出了一点什么 苏桓面露喜色 连忙在心灵海上查看 果不其然 自己平白无故 多出了一个心灵羁绊的 练阶 而心灵羁绊那头 赫然就是还处在 沉睡中的战斗巢兽 至此 战斗巢兽 也成为了苏桓另类的御宠 实现了绝对掌控 看来冰窟幽影成功了 没有枉费我 配置的那一瓶 能够暂时大幅度提升 灵魂力量的巨灵兵模样 那可是光材料 就足足架值一头 高级噩梦种幼崽的顶级模样 第653章 指挥结构分离夜晚 荒野之上 不时传来危险生物 凶猛高昂的咆哮声 让黑灯聚集地 靠近城墙的居住区居民 几乎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索性 那比黑灯聚集地最高的建筑 还要高大坚固的近百米城墙 让黑灯聚集地的居民心底 都有着不小的安全感 不至于被这夜晚 轰旷的荒野上传来的吼声 吓得瑟瑟发抖 这度堪称 灰野荒原最坚固高大的城墙 哪怕在强大的危险生物 只要无法飞行 都进不来嘛 这几乎是大多数 黑灯聚集地普通居民的心理化 若非黑灯聚集地 几乎冠绝灰野荒原的 防御体系和综合实力 别的聚集地的精英阶层 甚至聚集地高层 也不会将自己的清卷 远远送到黑灯聚集地 寻求庇护 目前 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安置在 比较接近城墙的居住区 原本按照黑灯 聚集地外区的设计规模 容纳五六十万人 就是极限 可此时却容纳了超过百万人口 外区基本上能够被利用的地方 都已经修筑了住房 而这些住房 都保持着一个准则 不得超过百米 也就是超过黑灯堡城墙的高度 甚至最高的建筑 也不过五六十米高 这也是基于潮灾来袭时 安全的考虑 这种规定 也让外区的房价暴涨 几乎最初的黑灯堡拥有房产 被迁徙到外区的原住民 外区的所有住房 都是归属于黑灯堡执政会所有的 此时只是暂时廉价租给所有 外来移民居住 哪怕是廉价居住 也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 住所自然也有好友换 这些房屋 可以直接通过执政会的 公共住房管理局申购 也可以通过转让费 进行房屋的转租 潮灾还没有彻底降临 黑灯聚集地外区的房产业务 却依旧悄然兴起 尽管外区的住房十分紧张 但内区依然保持着原本的规划 没有对居民开发居住权限 内区的规划 就是为整个黑灯岛的 战备体系赋能的 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 获得人口红利的黑灯聚集地 自然不会将这种资源浪费 一座座工厂在苏环的授意下 像下饺子一样接连拔地而起 有着建筑类御师和建筑类御宠的协助 厂房的修建几乎快得惊人 至于生产线 在G73那些研究员 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下 只要有原材料 几乎能不断补充到位 武器弹药已经开始堆积如山 黑灯聚集地四面城墙 数千近万少戒炮的弹药箱 几乎快将城墙下的弹药库堆满 夜晚 在靠近城墙的居民区的居民 难以入眠的时候 城墙上依然灯火通明 如同白昼 均用强光探照灯 不断扫射着四周 城墙上巡逻的黑灯战术师战士们 在各个少戒炮的少戒尾 严阵以待 当然 他们的武器并非少戒炮 城墙上的所有型号 少戒炮都具备自动射击功能 而且有着红外线 矫正瞄准准头 远超普通士兵 这些士兵的武器 全都是青一色的反气 才狙击炮 在城防战中 也只有这种武器 才能对危险生物 造成一定程度客观的伤害 至于重型机枪和自动步枪 已经彻底丧失了作用 接近100米的城头 将自动步枪的子弹 沿着切面倾斜下去 恐怕已经接近200米 根本难以对危险生物造成伤害 而这种由G73研究人员 打造出来的反气 才狙击炮 极限射程超过3000米远 最佳射程也在2000米左右 加上大倍数瞄准镜 和红外线引导射击 能够对千米外的来袭之敌 造成伤害 尽管射击频率不高 但却不关痛痒 自动哨戒炮 已经组成了金属弹幕 无需人类士兵 那点可怜的火力增砖天瓦 所有自动哨戒炮 都有专属的通道 自动连接弹药库 这让人类士兵 手动补充弹药的流程都省去了 只要弹药充足 这些自动哨戒炮 能够在枪管过热 必须停止射击降温前 一直保持着最大火力 黑灯堡 目前的军力构成 主要有六个战术师 分别是最初的嫡系金锐 黑灯禁卫师 黑灯禁卫师 目前属于后备力量 并未投入城防当中 驻守四面城墙的 主要是第一战术师到第五战术师 五个战术师 都是由旭日成 最火镇收编的部队 以及从黑灯堡原住民中 征召的士兵混遍而成的 而这五个战术师 大队长以上军官 无一例外 都有原黑灯禁卫师军官 抽调担任 连统辖100人的小队长级别的军官 也有一多半 有原黑灯禁卫师军官抽调担任 此时 负责南段城墙 Z35防段寻防任务的 就是一名原黑灯禁卫师的分队长 如今的第三战术师小队长 赵南 目前的所有一线作战单位 在苏桓的一再倡导和推动下 基本上已经彻底指挥官 和御师分离 也就是说 御师不再担任具体的作战职务 按照当前灰野荒原各大聚集地的惯例 为了彰显御师的地位 并且发挥出御师的最大能力 通常会让掌握强大个人武力的御师 同时兼任部队指挥官 像曾经的三师兄 正是苏桓效力过的 北线部队的北段指挥官 其实这种身兼多职 在苏桓看来 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哪怕在外界 百智在响雷要塞城 这种形式的指挥 也是大行其道 不过按照苏桓的看法 以及旧日龙点 对后世人类文明 对抗潮灾的经验 这种方式都不可取 御师最大的用处 其实就是 超出寻常人的个人武力 如果在战场上分心指挥 无疑会极大拖累他们 欲使欲宠作战 尽管御师通过欲宠 能够更强全面地观察 占据 并且御师的反应能力 但这些优势 都无法弥补 他们个人武力受到的限制 最好的方法 其实就是将指挥职务 和御使欲宠分离开来 当然 这样一来 有普通人指挥作战 无疑会在反应 和对全局的把控下 弱于御师 但苏桓还采取了 另一个方法 那就是 让每一位指挥官 都成为御师 但不需要是太强大的御师 只需要寻常的御徒即可 而这些指挥官的御宠 也大都是 以能及时观察战局的 侦察类御宠为主 这样一来 不仅能让他们发挥出 迅速反应的特点 还能彻底放开了 御师在战场上的限制 能够随时投身到每一处战场 第654章 来袭30多岁的赵南 就是基于这种背景下 成为一名御师的 尽管只是一名中断御徒 最强的御宠 也不过高级危险种 以侦察能力和飞行速度 著称的黑夜魔眼损 但赵南已经很满足了 两年前 御师还是他渴望 而不可求的尊贵身份 整个黑灯堡 也没有多少 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比他这个队长身份 高出不知道多少 可现在 受益于黑灯聚集地 全面推广御师的修行 加上苏首席发话 对一线指挥官的 重点培养计划 他也顺势成了一名御师 这让赵南暗暗 对苏首席充满了感激 赵南在高墙上 自己的房区 巡视了一番后 没有什么发现 近百米的地下 在高强度探照灯的照射下 也无法彻底看清 远处的黑夜 似乎依然像往常一样 风平浪静 不过赵南却隐约感觉 今天的夜晚 似乎安静得有些过分了 甚至连蚊虫的声音 都听不到 赵南伸手摩擦了一下 手指上戴着的 一枚黑色戒指 这枚戒指 正是如今黑灯堡浴室中 已经沦为标配的 预印戒指 预印空间门户洞开 一头如同黑夜一般 漆黑深邃的鹰笋 忽然震翅飞了出来 粒粒 感翅足有两米多宽的 黑色鹰笋 在半空中盘旋了一个弯 就收拢翅膀 站立在赵南面前的 城墙夺口上 看着自己的浴尸 黑夜魔眼笋 去远处侦查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赵南吩咐道 黑夜魔眼笋微微汗手 一阵赤 朝远处平静的黑夜中飞去 飞高点 注意安全 当黑夜魔眼笋 飞出去的刹那 赵南却隐约感觉到了 一阵心静 连忙吩咐了一句 黑夜魔眼笋文言 也开始急速 拉伸高度 黑夜魔眼笋 有着一双 和一身羽毛颜色一样 深邃的双眼 这双眼睛 也正是魔眼笋 侦查能力强大的由来 它尽管只是高级危险中 但本身却能够 在四五千米的高空中 将地下的情景 看得一清二楚 哪怕在黑夜中 魔眼也让它 能够看清 两三千米外的场景 赵南通过一个 简单的心灵剂 共享了魔眼笋的视野 这个共享视野的心灵剂 也是所有指挥官 遇尸必备的心灵剂 让狱宠成为 它们更好的 观察战场的双眼 有助于它们 更清楚地把控局势 占据 迅速下达正确的命令 而在黑夜魔眼笋 洞穿黑夜的双眼中 赵南却看到了 让它不含而立的一幕 只见那片 原本安静到极致的黑暗中 竟然有些大量庞大的 身影在行走着 而这些身影 似乎被无形的迷雾笼罩 哪怕形色匆匆 大地震战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波动 乃至震感 都随之消失 十分诡异 而这只无声大军 前进的目标 赫然是他所在的黑灯堡 难断城墙 啊 忽然 赵南感觉双眼一股刺痛 心头一阵心悸 眼中的视野为之一暗 就连和黑夜魔眼笋的联系 也彻底中断 在赵南双眼 无法看到的 十数公里外的夜空中 一头体型黑魔眼笋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丑陋剧情 一口咬在了魔眼笋身上 将其吞入腹中 赵南神情黯淡 知道自己的魔眼笋 凶多吉少了 地下有那么多的危险生物大军 空中没道理会没有 显然 灾潮来袭了 经历了两次灾潮战争的赵南 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悟不上为自己失去御宠 而感到心痛 身负守城警戒任务的赵南 立即拿出通讯器 输入指令后 按动了那个象征着 大股敌人进军来袭的紧急按钮 整个城墙都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 黑登堡军队的反应力和行动力 在御师已经向整个部队范围内普及后 Z39防段的大队长刘七军 以及带着自己的警卫队 以及坐镇该防段御师团赶了过来 Z20 Z39防段 是属于整个第三战术师 52战术大队的防区 整个52战术大队 下辖的20个战术分队 各自负责一个防段 而每个防区 都有一个10人御师组负责坐镇 500人大队 协防的专业御师组 就有超过10名御师 这种情况 在两年前的黑登堡 是无法想象的 更别说每个御师组的负责人 这种实力的顶尖职业级 在赤焰火灵兽的蜕变进化 以及普及到整个黑登堡范围内 以及炎吉成龙的收服 也开始逐渐成效后 整个黑登聚集地 已经不再缺准职业级御师 原本那些受限于御宠 而难以存进一步的御师 纷纷后继勃发 使得如今黑登堡嫡系的准职业级 就就近了200位 加上旭日成和最火镇并入的 更是突破了300大关 打怕一个满边500人大队 搭配一名准职业级御师 以整个黑登军团9万人的规模 也不过只需要不到200名准职业级御师罢了 这名准职业级御师 赫然是苏桓的老熟人 当年第一个尝到了 红灵兽进化甜头的罗冲 此时 他的红灵兽 早已经进化为赤焰火灵兽 本人更是成为了一名顶尖御徒 只等赤焰火灵兽 从成熟期被培育到完全期 就能更进一步 踏入准职业级御师的行列 赵南的上司刘七军沉声问道 怎么回事 队长 我的魔眼鹰发现了敌情 就在十多公里外 赵南立马汇报道 你的魔眼鹰呢 还在监视吗 让他回来吧 不要惊动了敌人 换我的御宠去 一旁的罗冲面色一变道 他已经回不来了 赵南面色一暗 罗冲瞬间明白了 发生了什么 宽慰了一句 解爱 同时召唤出 自己更为隐蔽的侦察类御宠 成熟期的顶级危险种 毒针疯鸟 朝着赵南所指的方向飞去 个头不过 成人巴掌大的毒针疯鸟 飞快融入了夜色中 刘七军发问道 敌情规模看清了吗 赵南神情有些交集 铺天盖地 不过那些敌人 都被无形的雾气笼罩 看不真切 刘七军深吸了口气 对自己这个 一向沉稳的属下说的话 他还是信得过的 常叹道 还是汹汹啊 没多久 罗冲就看到了毒针疯鸟 传来的讯息 面色大变 刘七军和罗冲对视了一眼 四在交流 很快 两人拿定主意 相识点了点头 二人同时拿出通讯器 分别向军方和黑灯御师团 发送了紧急敌情 不到十分钟 等座黑灯堡 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 所有人将彻夜无眠 第655章 聚集与开火 当防空警报声响起前 南线城防指挥官和镇守 正在位于城墙角的休息室内休息 如今的南线城防指挥官 是一名身经百战的 前黑灯战术旅大队长 在一杆身兼高位御师 和高级军官为一身的 军方实权人物 纷纷通过军权和御师身份 分离条例 被调离了一线指挥官岗位 一众原本不过是普通人 并没有任何御师天赋 和能力的普通军官 纷纷通过出色的战术能力 被拔捉为新任指挥官 如今的南线城防指挥官曹震 就是其中一位 在曾经御师掌权统兵的 黑灯战术旅 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 担任大队长一职 曹震也算是独一份了 如今的南线城防指挥官 第三战术师 第二战术旅旅长的身份 就是对其指挥才能的 最好的证明 当然 如今的曹震 也已经通过黑灯岛攻击的资源 成为了一名御师 高端御图级别 主要御宠 同样是具备卓越 侦察能力的侦察类御宠 在受到会下大队长刘祁军 以及随队御师组组长 罗冲的双重紧急通讯后 曹震从睡梦中被惊醒 作为旅长一级的指挥官 尽管被安排坐镇南段防线 但也不必24小时都身处一线 曹震从睡梦中被惊醒后 了解到大致情况后 第一件事就是立马致电师部 询问具体命令 尽管整个黑灯岛军队 都实行了高位御师 和高层指挥官分离的条例 但战术师一级的指挥单位 却不遵循这个条例 作为能直接指挥 一个15000名作战士兵的 庞大军队集合体的统帅 六个师的师长职务 同样由高位御师担任 否则作为统帅 没有出众的实力 很容易便会被人刺杀 刺杀其实不是最坏的解决 如果一名普通人担任统帅 面对那些拥有支配心灵 掌控精神的诡异能力的狱宠 将缺乏抵抗效果 一旦被控制 后果不堪设想 大军也将陷入坟墓 所以任何师长 都由职业级御师担任 其中第三战术师的师长 正是苏桓的老熟人 许克 许克早已经步入职业级 而且在苏桓提供的 蜕变途径和蜕变密钥的帮助下 昔日的第一主力 欲宠夜眼地龙 正是蜕变为顶级恐怖种 梦眼地龙 尽管不过才成长末期 可实力已经堪比 绝大多数成熟期的特级恐怖种 喂 许市长 我方遭遇敌情 请指示 陶震将自己的情况简单 汇报后 没多久 防空警报声彻底响彻 天空 整座黑灯堡都陷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一级战备状态 是仅次于特级战备状态的 紧急战备状态 而紧急战备状态 只有当确定栽朝大军围城后 才会被启动 单单靠一个曹镇的说辞 自然无法直接启动 全程一级战备状态 之所以如此 是除开曹镇外的另外 三个方向的坐镇指挥官 同样发起了敌情通报 包括四个方向的镇守御师 同样也发起了同样的汇报 指挥官是指挥普通部队作战的 对于那些随队御师 指挥官只有请求协助权 并无直接调动管辖权 能够直接调动管辖这些御师组的 只有一个方面的镇守御师 而此时 南段防线这十多公里的城墙上的 镇守御师 正是苏桓的另一个老熟人 夏玉萍 夏玉萍作为曾经堪称黑灯堡 最强的准职业级御师之一 甚至比许克更强 在步入职业级后 同样延续了自身的强悍 在苏桓提供蜕变途径和秘药的情况下 夏玉萍一口气将两只主力育宠 都完成了蜕变 目前拥有一只顶级恐怖种层次 一只超级恐怖种层次的主力育宠 尽管成长阶段都不过成长期 但实力已经不容小觑 按照直级来看 作为南线镇守的夏玉萍 本身的职务 应该和第三战术师的师长 也就是许克相当 不过 目前 并未处于真正的战时状态 所以 第三战术师 在南端防线的十多公里城墙上 仅仅只有曹镇的一个战术旅驻扎 随着防控警报 响彻天空 一 第二 第三 第四战术师的驻地 纷纷吹响了集合的号角 四个分别负责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战术师 开始汇聚成一股股钢铁洪流 朝着四个方向的防线赶去 黑灯禁卫师 依然在拱卫黑灯聚集地 各个要害核心 第五 第六战术师 则作为后备役 随时加入作战 各个战术师 距离自己负责的防线位置 都不远 很快便 赶到了负责的防线 东西南北四大防线的指挥官 也从四个战术师 麾下的战术旅旅长 一手成了战术师的参谋部 至于各大战术师的师长 主要职责是 下达军令 作战 则主要依赖于麾下单参谋部 作为掌握 极强个人武力的职业及御师 战术师师长的主要职责 和镇守相当 同样是遇使遇宠厮杀 当许克和一众作战参谋 赶到城墙上的临时作战事实 远处的灾巢大军 已经接近黑灯聚集地的 四道城墙防线 不超过十公里 在一颗颗强光弹的映射下 在一只只光细遇宠的光细 能计下 灾巢大军的面貌 清晰出现在城墙上的守军面前 那是一大片 不断快速朝黑灯堡移动的 危险生物大军 若非对方掩盖声音气息的能力 有范围限制 并且必须要所有军团 步伐保持一致 恐怕这只速度奇快的大军 早已经开始攻城 不过强光弹的出现 也让危险生物大军意识到 自己的突袭暴露了 所有掩盖气息的能力 都开始收敛 大军不再掩盖身形 轰隆隆的震撼脚步声中 危险生物疯狂地 冲向黑灯聚集地的高墙 随着担任作战总指挥的阿维马 一声令下 位于四大防线后的炮兵阵地 齐齐开火 将炮弹精准送到十公里外 连绵起伏的敌军中央 这些炮弹 可不是上一次朝灾中 黑灯堡自制的普通军工 炸药炮弹 而是填充了 特制高爆炸药的炮弹 正面轰重 甚至能够直接炸翻顶级恐怖种 超级恐怖种 也很难正面硬抗 一时之间 朝灾大军出现了大量的伤亡 一块块阵容直接被炸得支离破碎 冲击的势头都为止一致 第656章 震撼炮弹在不断倾泻着 但朝灾大军的可怕之处 就是不知恐惧 后面的危险生物 踩着前面被炮弹炸成交尸的同伴的尸体 不断快速冲锋着 打怕炮火将黑灯聚集地外的夜空 照成了一片白昼 刺眼的光芒 就连高达百米的城墙 也无法彻底掩盖 城墙后的黑灯聚集地居民 同样清晰可见 哨戒炮的最大有效射程是5000公里 几乎和反器材狙击步枪齐平 当然 这有赖于哨戒炮更大的动能装置 缺点是更大后座力 若非安置在城墙上 恐怕普通士兵 根本没有几个能强壮到承受哨戒炮的后座力 除非那些专门进行过身体强化的御尸 才能够承受 当朝灾顶住炮火 进入到城墙5000米范围内后 较之炮火 杀伤力更强 威胁更高的哨戒炮纷纷开火 面对密集的朝灾大军阵容 这些哨戒炮的子弹 几乎不需要特别瞄准 就能轻易击中 并且撕碎这些朝灾的底层炮火 哪怕朝灾的中间力量 那些恐怖种 也很难在哨戒炮密集的集火攻击中 毫发无损 苏环重金打造的哨戒炮防御体系 甚至不惜坑蒙拐骗 将聚7-3打包带回黑灯堡得到的收益 在此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堪称一座座致命的大杀器 将危险生物的夜袭大军打得支离破碎 近百米高的城墙前 开始堆砌起一堆堆尸山 似乎是承受不了炮灰的大量死亡 位于朝灾大军后方的高层次危险生物 终于忍不住出手 阳线城墙前 一头浑身被黑色气流包裹的漆黑巨兽 猛的一跃 背后伸展出遮天蔽日的肉翼 在空中滑行了上千米 急速来到大军前 至少有七八十米宽大的肉翼 像两面巨盾 为大量冲锋的危险生物 挡住了致命的哨戒炮子弹 每一枚哨戒炮子弹 最小的也有大拇指粗 巴掌长 可打在这头被生一对肉翼 猴生鸡脚 看起来极为丑陋的玉宠身上 就像灰土在岩石上一样 直接撞得变形 甚至有些子弹 在本身的强大动能下 碰撞在巨兽肩不可摧的身体上 直接被挤压成了铁饼 而有着这头巨兽的庇护 大量危险生物无视危险 纷纷发动更加迅猛的冲锋 对于大多数恐怖种而言 数公里的距离 不过是一段极短的冲刺距离 站在城墙上的许刻 夏玉萍已经变得面色铁青 他们一眼便看出了 那头黑色的巨兽 不是他们两个任何一个 能够抵抗的存在 那绝对是超出恐怖种范畴 达到了另一个层面 噩梦种层次的生物 不过幸运的是 这头巨兽在噩梦种中 应该不算太强 夏玉萍毫不犹豫地 拨动了球员通讯 目前整个黑灯堡 能够对付噩梦种的御师 就只有那么几位 最强的苏桓不在 就只剩下那几位了 球员信号拨通后 夏玉萍和许刻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的含义十分明了 那就是在大师及御师的 支援到来前 必须守住城墙 整个南段城墙上的御师 自然远不止两人 但能够对这头噩梦种 产生一丝影响和纠缠的 并没有多少 至少也得是职业级御师 才能够稍稍插手这场战斗 除开两人外 别的职业级御师 都是旭日成投诚来的 至于最火镇的职业级御师 已经被李博全部清理掉 这场战争 诸位也无法倖免 希望诸位能够兵士前衔 和我等一同拖到支援到来 否则城墙被攻破 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被编入南段防线御师团 受到夏玉萍直接捅侠的五名 旭日成职业级御师 纷纷点头 以示明白 同时 他们心底 也对黑灯堡掌握的强大武力 感到震撼 在此之前 在他们心底 黑灯堡最强的 也就是苏桓那名大师 及御师中的强者 可在这场战斗中 那些不断喷吐着金属火焰的哨戒炮 则让他们大开眼界 心头无比震撼 他们扪心自问 自己的恐怖种欲宠 绝对无法在这样强大的火力目不下 得以幸存 结局 恐怕比那些被打成肉酱的危险生物 好不到哪去 夏玉萍满意地点了点头 哦 诸位 你们 只需要和许克师长 拦住那些尾随那头黑衣噩梦种 冲向城墙的恐怖种 即可 恐怖种 交给我 即可 几人文言面面相去 觉得这位镇手 实在有些拖打 众人都知道 这位镇手有些顶级恐怖种 乃至超级恐怖种 但并未培育到成熟期 这就想挡住噩梦种 简直就是躺壁当车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所有职业级御师 召唤御宠 一拥而上 让其他御师和普通士兵 对付那些尾随冲锋的恐怖种 御宠 这样 还能拖久一些 有人想要提出疑问 但那头噩梦种 已经裹挟着惊人的 气势冲向城墙 众人只得召唤出御宠御敌 无暇其他 而夏玉萍 已经召唤出御宠 主动冲向那头噩梦种 找死 几名旭日成的职业及御师 心底刚泛起这个念头 就已经被冲上城墙的 恐怖种缠住 无暇考虑 被的 就在众人联手阻击着那些 恐怖种时 余光撇到的一幕 却让他们所有人大为震惊 只见夏玉萍锁 召唤出超级恐怖种 采蝶龙 浑身焕发出夺目地采光 竟然硬扛住了噩梦种的攻击 和噩梦种缠斗在一起 不到成长期的超级恐怖种 正面挡住了噩梦种的攻击 同时 采蝶龙散发的强大场域威压 甚至不似恐怖种 这简直超出了 续承众人理解的范畴 而和他们正在并肩战斗 抵御恐怖种的许客 却没有露出 任何震惊之色 而是带着淡淡的担忧 夏玉萍用的手段 其实他也有 不过他使用起来 效果却不如夏玉萍 这是基于苏桓 在离开黑灯堡之前 给每一名黑灯堡嫡系 高位职业及御师 都提供了一瓶的密钥的力量 龙玉血钥 这种密钥的效果 只有一个 将玉宠的实力 提升至种族潜力极限 同时赋予 预宠超出种族 极限一两个层次的防御力 如果预宠具备龙系血统 效果更加 防御力能够提升到 种族极限上的 两到三个层次 也正是因为这瓶密钥 成长后期的采叠龙 能够一跃发挥出成长 极限的实力 并且具备 硬抗恶梦肿的防御力 当然 和这种密钥的惊人的效果 相比的是 它同样惊人的副作用 龙玉血药的持续效果 最多不会超过一分钟 而在使用了龙玉血药 拥有了这一分钟 超强战斗力后 玉宠将陷入极度的虚弱期 持续至少一个月以上 并且陷入血脉枯萎的后遗症中 如果没有得到 及时的治疗 轻则会成长阶段 退化一到两个层次 种则 丧失血脉 更进一步的潜力 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不过噩梦中 毫无征兆的来势汹汹 为了抵挡住敌军 噩梦种玉宠面前 却显得很长 一直被强烈到 几乎形成实质气流漩涡的 狂风包裹的类人形 从黑灯堡内 宝冲到南线城墙前 彩蝶龙和那头噩梦种的战场上空 一共也不过 花了十几秒 当然 它被反应过来的黑灯堡 玉尸召唤出来 就过了几十秒 彩蝶龙的密钥增幅 已经接近尾声 这只玉宠在战场上空 猛地鼓动气流 一道如同巨大长矛的风系攻击 远远朝黑色巨兽刺去 黑色巨兽感觉到了致命危险袭来 只能放弃 马上就要被自己 捉住地踩蝶龙 多开这一击 不过风之长矛所裹挟的强大气流 还是卷得巨兽一个亮强 发动攻击的玉宠周围的气流 吸收了一下 依稀可见真实面貌 这是一只浑身被暗青色的刺青一样的纹路覆盖 眉头有着一个大大的类似风字的 印痕的玉宠 这个印痕 也是他名字的游览 高级恐怖种蜂魔童的蜕变进化 种族 一级噩梦种 飓风魔童 也是黑灯堡老牌职业级高尊的最强主力 紧随飓风魔童 感到战场地看着面前的噩梦种 瞳孔微微一缩 如果他没看错 这头噩梦种欲宠 应该是一头低级噩梦种 黑翼刺角兽 而且看体型 绝对是成熟期以上 没跑了 他的飓风魔童 尽管在种族实力上 比起黑翼刺角兽腰强出一些 但不过成长末期 成长阶段的差距 就让飓风魔童 比黑翼刺角兽弱了不少 不过面对黑翼刺角兽工程 他不惜一战 高尊猛地一挥手 毫不迟疑 欲使飓风魔童冲了过去 拦住来势汹汹的 灾巢噩梦种 飓风魔童 先是以一道数十米高的风墙 暂时挡住了黑翼刺角兽的攻击 固住了要效 已经接近消失的彩梦蝶 夏玉瓶看到高尊的身影 和飓风魔童 长松了一口气 将采梦蝶收回了预印空间 你先回黑登堡 尽快找胡越处理好 采梦蝶的后遗症 高尊承起着另一只狱宠 飞到城墙上 加入了抵抗别的恐怖种的阵容 一边对夏玉瓶道 那我先去了 夏玉瓶咬着牙 知道这件事耽搁不得 只能离开了城墙 朝黑登堡内宝飞去 城墙上的局势 随着高尊的加入发生了变化 尽管高尊的噩梦种御宠 只有一只飓风魔童 但高尉恐怖种御宠 却不在少数 哪怕不算上飓风魔童 实力也远超别的职业级御师 在许刻和那几名前 续日成职业级御师 以及夏玉瓶留下的 恐怖种御宠的配合之下 迅速稳定了局势 毁随那头黑一次角兽 冲上城墙的恐怖御宠 纷纷被击杀 而朝灾大军 依然被少街炮盒 城防重炮的炮火 阻隔着 无力冲向城墙 远处潮灾中 隐藏在阴影里的双眼 默默注视着城墙上 发生的一切 看到高尊的飓风魔童 及时接战 就下了硬抗 敌方噩梦种的夏玉瓶后 也松了口气 放下了原本打算出手的心思 这双藏身在阴影中的眼睛 自然就是苏桓了 这些天 他一直带着狱宠 徘徊在荒野上 这股围攻黑灯堡的潮灾 早在几天前 他就发现了 换句话说 苏桓已经偷偷尾随 这股规模不小的潮灾 好几天时间 之所以没有向黑灯堡预警 不过是判断这股潮灾 根本无法对黑灯堡的 现有防御体系造成冲击 只需要黑灯堡反应及时即可 就算黑灯堡反应不及时 他也会及时出手兜底 他就怕 如果黑灯堡提前知道情况 准备充分下 指挥这股潮灾的纷恼 十有八九 就会放弃冲击黑灯堡 苏桓这几天 苦苦跟踪这股潮灾的目的 就是找到这股潮灾的指挥官 他只隐藏很深的纷恼 自然不想轻易放弃 对于现阶段潮灾大军的指挥体系 苏桓恐怕是这个世界上 了解程度最高的人 毕竟旧日龙典有着详细的介绍 这次围攻黑灯堡的潮灾大军 噩梦肿一共不过两只 分别是这只成熟期的 低级噩梦肿黑翼刺角兽 以及攻击东线城墙的 完全期高级噩梦肿死亡假靠险 之所以整个南线城墙 只分得出高尊一个人手 正是因为霍贤 白素素 叶燕 曹年等人 都去东线联手对付那头死亡假靠险了 高级噩梦肿 还是完全期 远远超出了他们任何一个的应对能力 只有联手才有抵御的可能 潮灾的第一次冲击 已经正式开始 第三次潮灾战争 也随着这次攻城 彻底打响 第三次潮灾战争 苏桓自然有百分之百抵御的把握 但人无远率 必有禁忧 苏桓已经在第三次潮灾战争时 开始思虑起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潮灾战争来 每次潮灾的攻击烈度 只会越来越大 想要让黑灯宝 永远屹立在灰野荒原上 不仍陷在一次次潮灾中 苏桓必须尽量增加自己抵御潮灾的资本 而每一只 分脑 或者说 有战斗潮兽护卫的分脑 都是苏桓的目标 这股潮灾 正是因为被苏桓发现了一头战斗潮兽的踪迹 这才一路跟随 苏桓的想法是 尽可能多地控制战斗潮兽 以这种潮灾创造的战斗兵器 对抗潮灾 不过想要 控制战斗潮兽 自然无法离开 直接支配战斗潮兽的分脑 至于支脑 能够支配战斗潮兽 在潮灾前期 绝对属于凤毛麟角的事件 战斗潮兽在潮灾初期 大都是支脑的上级分脑的护卫 苏桓的眼睛 透过幽影安眠熊的眼睛 不断巡视着潮灾大军各处 并且 寻宝帝龙也在不断感知着 支配这股潮灾的分脑的位置 在潮灾的攻城 和黑灯军团的防御 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 那头狡猾异常 一直藏身于大军中 并且进行了深层次伪装的分脑 终于安耐不住亲自上场 露出了马脚 被寻宝帝龙锁定了踪迹 苏桓强行安耐住心头的激动 并没有急于出手 而是等待 那头护卫分脑的战斗潮兽 现身 幻影变形龙 早就换成普通恐怖种模样 藏身于潮灾大军中 已经开始接近那头分脑 幻影变形龙此举 就是为了逼迫战斗潮兽现身 苏桓相信 分脑被邪 战斗潮兽肯定会现身 毕竟这股潮灾 除开一头黑一次角兽 一头死亡假靠险 根本没有第三只 能够挡得住幻影变形龙的噩梦中 战斗潮兽不出手 分脑至少会被重创 第658章 幻影变形龙在行动 被寻宝帝龙锁定位置的分脑 从外表上看 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狼形恐怖种 灰扑扑的毛发 体型也只是中等 藏身在潮灾大军中一点都不显眼 不过苏桓很清楚 这不过只是 这家伙的伪装罢了 分脑 知脑 最初本身并不具备伪装的能力 就像老师第一次追踪 灾潮所遇到的那些分脑 除开支配所有潮灾造物案 就仅仅具备精神冲击的能力 而分脑 类似变形的伪装 是随着潮灾的愈演愈烈 被灾潮重新赋予的能力 以增强他们在战场上保命的手段 灾潮最危险的 除了他源源不断的爆兵能力外 不容忽视的 他们极强的学习能力 每一次潮灾 对于灾潮的整体实力 都是一次极大的提升 增强 不过第三次潮灾 灾潮所创造的分脑 就具备能够以假乱真的伪装能力 不过和幻影变形龙不同的是 分脑 知脑的伪装能力 只是形似 并不能模拟出 欲宠相应的能力 幻影变形龙 变成一头潮灾中 随处可见的假系恐怖种 黑盔钢甲 缓缓靠近着那头 伪装成狼形恐怖种的分脑 分脑不断发出无形的脑波 支配着潮灾大军 而在无形的脑波中 还夹杂着一种 十分隐晦的精神刺激 这种刺激 只对被分脑支配的 危险生物大军有效 能够极大刺激 潮灾大军危险生物的攻击欲望 相当于另类的狂化能力 而且是精神方面的狂化 能够让潮灾的造物不知疲倦 恨不畏死的发动 极为亢奋的攻击 随着精神刺激的出现 整个战场的潮灾大军 纷纷加快了冲锋的步伐 在少界炮的子弹 城防重炮的炮火下 产生的一丝丝惬意 更是烟消云散 故事有恐怖种攻上城头 城头守军的压力倍增 而那头被飓风魔童 缠住的黑翼刺角兽 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连续几个破坏力 极强的能力朝着 飓风魔童狂轰烂炸 差点重创了 不以防御舰长的飓风魔童 所幸飓风魔童 本就不跟黑翼刺角兽 短兵相接 而是不断以风系能力纠缠 一事不会儿 不会落败 局势尚且可以保持 从局部战况来看 分脑的精神刺激 增强了朝灾大军的攻城能力 但也正是这种隐晦的精神刺激 才让感知极为敏锐的寻宝地龙 发现了这头分脑的位置 单单脑波 是根本难以被察觉到的 而被苏环锁定了位置的分脑 下场早已经注定 黑窥钢甲 只是终极恐怖种 但幻影变形龙 所变成的这只黑窥钢甲 自然实力远非寻常 黑窥钢甲能够比拟的 哪怕无数危险生物 裹挟着它 朝着黑灯聚集地的城墙冲锋 但这只黑窥 钢甲还是坚定不移的 一点点朝着分脑偏移着位置 几头身强体壮的特级恐怖种 烈焰蛮牛 从黑窥钢甲身后发起冲锋 原本以这几头烈焰蛮牛的蛮力 和冲锋时带来的动能 黑窥钢甲 只能被裹挟着冲向目标 可这只黑窥钢甲 却像洪流中的一块磐石一样 丝毫没有受到烈焰蛮牛的冲锋影响 反而是几头 烈焰蛮牛 由于黑窥钢甲 刻意放慢速度 并慢慢偏移冲锋路线的行为 发生了碰撞 原本能够将黑窥钢甲撞得 像皮球一样乱滚的烈焰蛮牛 撞在这头黑窥钢甲身上 却像撞在了大山上一样 被反阵力狠狠撞了个踉枪 烈焰蛮牛 尽管受到分脑的支配 但本身却保留着一些智能 纷纷感到十分古怪 可等他们 继续朝刚刚那个拦路的黑窥钢甲看去时 气已经不见了踪影 潮灾大军冲锋的速度 绝对不下于汽车高速行驶 不过短短一晃神的功夫 刻意和他们的 冲锋路线分开的黑窥钢甲 已经和几头烈焰蛮牛 远远甩开距离 烈焰蛮牛们不得气解 晃了晃被撞得有些昏胀的脑袋 继续加入了冲锋的行列 很快 黑窥钢甲已经接近分脑所在的位置 不超过500米 这个距离 如果以幻影变形龙的幻影移动速度 冲过去 绝对不超过三秒钟 不过幻影变形龙并没有着急动手 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袭击这头分脑 而是通过对分脑施压 引出那只不知道藏身何处的战斗潮兽 战斗潮兽 具有惊人的学习和模拟能力 掌握能够模拟大多数种系能力的融合系天赋的他们 自然也掌握着变形类的能力 尽管苏桓能够确认 这股潮灾大军中有一只战斗潮兽存在 但并不能确定战斗潮兽的具体实力 尽管苏桓又十足的把握 这头战斗潮兽的实力 不可能比自己已经培养到超级噩梦种层次的战斗潮兽强 但战斗潮兽的能力 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 就连苏桓也不敢确定这头战斗潮兽的具体能力是什么 或许就由以保命为主的特殊能力 所以苏桓不打算轻举妄动 随着幻影变形龙顺利接近分脑 在苏桓的指挥下 幽影暗面雄索 化身的阴影 也迅速穿过一大片潮灾大军 藏身在距离分脑不超过100米远的一块石头下面 所有狱宠都已经在狱印空间中叙事待发 就连战斗潮兽也在活性空间中待命 苏桓当即对幻影变形龙发出命令 幻影变形龙会议 从一只普普通通的黑盔钢甲 瞬间变成一头气势害人的高级噩梦种潮汐海龙 身体周围澎湃的能量 形成了类似海浪般的场域 朝着分脑逼近 分脑显然被突然出现的潮汐海龙吓了一大跳 周围正在冲锋的高位恐怖种充实 都纷纷一致 朝着分脑汇聚 试图抵挡这头突如其来的潮汐海龙 不过 哪怕超级恐怖种 面对潮汐海龙的海浪场域 也只有被狠狠拍飞的分 潮汐海龙朝着分脑迅速接近 苏桓对这一幕并不奇怪 在这段时间 针对风雷 降噬龙和战斗潮兽的培育中 其他狱宠自然也没闲着 幻影变形龙已经在半个月前成功步入成熟期 并且掌握了苏桓麾下大多数狱宠 以及不少野生噩梦种的变形能力 他变成了潮汐海龙 能发挥出的实力 甚至不弱于苏桓 不过成长末期的潮汐海龙 尽管只是低级噩梦种 但幻影变形龙发挥出的强悍实力 依然保持着变形蛇怪龙时期的强势 不能单纯以种族层次衡量 距离分脑不过白女远的苏桓 已经能够感受到海啸来袭般的威势 由此可见潮汐海龙这次攻击的迅猛 分脑并没有躲避的迹象 依然像是一头普通狼形恐怖种一样 站在原地 不过苏桓很清楚 对方这绝对是有恃无恐 果不其然 在分脑即将面临潮汐海龙的雷霆一击时 灰色巨狼模样的分脑身旁 一头同样外观普通的藏青色巨狼 皮毛迅速撕裂开 一头如同山岳般的庞然大雾 从这头不过七八米长的巨狼体内膨胀出来 庞然大雾的模样和苏桓的战斗潮兽 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只不过个头有些不急 苏桓暗暗紧了紧拳头 有些兴奋 终于现身了 第六百五十九章 被俘比起苏桓那头 被冰窟幽影融合灵魂彻底控制的战斗潮兽 体长四五十米的庞然大雾相比 这头突然出现 挡在分脑身前 直面潮汐海龙攻击的战斗潮兽 要小了好几圈 可在身长不过十多米的潮汐海龙面前 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庞然大雾 此时 这头战斗潮兽 距离苏桓藏身的幽影密室 同样不超过一百米 狱宠们 只需要跃出玉影空间门户 就能在眨眼间攻击到战斗潮兽 基于幽影密室能力的隐秘性 以及寻宝地龙隐藏气息能力的强悍 这才让苏桓能够安然带着玉宠们 潜伏到分脑和战斗潮兽眼皮子底下 看到战斗潮兽 朝着幻影变形龙化身的潮汐海龙 发动攻击 苏桓不再迟疑 当即开始召唤玉宠 战斗潮兽 王沟雄军 潮汐海龙 严须龙 冰霜龙女 光暗地基一起出手 务必一举控制住这个家伙 风雷降噬龙 则负责控制住那头 伪装成狼类危险生物的纷恼 冰神狼 荣江源 你们跟着星红暴龙们 负责驱散所有潮灾 随着苏桓的话音落下 预影空间的门户 在幽影密室外一个个洞开 冰梦神坠的预影空间门户 散发着冰蓝色的光芒 在漆黑的夜空中 十分显眼 哪怕距离此处 足足有超过十公里的 城墙上的职业及御师们 也能清晰看来 这个位置上 照亮了一大片黑夜的 冰蓝色光芒 正对幻影变形龙所变的 潮汐海龙 发动攻击的战斗潮兽 显然被身后的变故 吓了一跳 对先是身材雄武 长着三条 象征着死亡的 长长尾钩的王沟熊军 王沟熊军 面对战斗潮兽 丝毫不客浅 上来就是重中一掌 巨大的熊掌 在怪力和死亡力量的加持下 直接拍的战斗潮兽一个亮枪 这头战斗潮兽散发的气息 大概在完全期的 特级噩梦种到 顶级噩梦种之间 而王沟熊军 不过才成长末期 原本实力是要远远逊色于 这头战斗潮兽的 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能够得手 完全是出其不意 不过战斗潮兽 也不是弱者 在被王沟熊军 拍中躯干部位的刹那 反手一道漆黑如墨的射线 直射王沟熊军而来 王沟熊军刚刚力道用脑 无法及时躲避 只能硬抗这一击 不过严旭龙 也在此时跃出了预印空间 严旭龙的成长阶段 已经到达完全期 防御力更是能够硬抗 绝大多数完全期特级 恐怖种的权力攻击 甚至硬抗完全期的顶级 噩梦种攻击也最多轻伤 而战斗潮兽仓促间的一次还击 显然无法达到 让严旭龙受伤的程度 漆黑如墨 蕴含着强辅实性的黑暗西射线 在扭曲空气的严旭场域中 被不断消耗 最后甚至没能接触严旭龙本体 就被消耗一空 严旭龙的防御力之强 由此可见一斑 依然稳重苏桓麦下防御第一的头衔 只不过在攻击力上 就沉善可罚了 丙多也就跟终极噩梦种过过招 攻击力 甚至连高级噩梦种的防御也打不破 也就相当于一个乌龟壳 肉盾 苏桓环已经开始琢磨起 让严旭龙进一步蜕变的事情来 超级恐怖种的严旭龙 在达到成长极限后 防御力就能让特级噩梦种束手无策 如果更进一步 甚至直接就让以噩梦种的种族层次 硬抗灾祸种的攻击 不过潮灾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严旭龙的蜕变 也只能拖到潮灾结束后 挺过这次潮灾 又是一两年的时间 苏桓相信自己的实力 会在这一两年中 再次飞跃般的提升 而黑灯宝的整体实力 真正实现质变和飞跃 既王沟雄军给了战斗潮兽一下很大 严旭龙挡住战斗潮兽的一次反击后 别的御宠也陆续从御印空间中跃出 已经成熟期 战斗力足以媲美绝大多数完全七特级噩梦种 甚至已经极为接近这头战斗潮兽的风雷将士龙 并没有加入战斗 而是直接朝政鬼鬼祟祟 远远躲开的分脑 追过去 寻宝帝龙站在风雷将士龙的龙脚上 不断为风雷将士龙指名那头见识不妙 不断变化着伪装 准备跑路的分脑的位置所在 分脑显然插翅难飞 当另一头 两头体型庞大 散发着极强龙威和如血海般的威压的星红暴龙 带着成长默契的丁神狼和成长出气的龙江源 朝着周围正在开始聚拢 放弃了冲锋攻城 而是不断对苏桓麾下御宠 发起舍命冲击的潮灾大军席卷去 尽管星红暴龙 依然还是数个月前的成长默契 但比起刚刚蜕变没多久时 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距离成熟期也已经相去不远 对付这些危险种 恐怖种 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坚不可摧的庞大龙蛆 横扫过去 就能碾碎一大堆危险生物 更别说两头星红暴龙 口中还不断喷吐着 象征毁灭的星红龙溪 星红龙溪拥有极为强大的腐蚀性 哪怕没有没有被正面击中 只不过被龙溪的余波擦中 也不是危险种和低位 恐怖种能够硬抗的 只能在痛苦中 被腐蚀为一滩血水 看起来规模极为庞大的潮灾大军 迅速被两头鹤立鸡群的星红暴龙 冲得七零八散 而丁神狼和 荣江源打顺风仗也是一把好手 尽管成长阶段上低 但作为噩梦种 二者的实力 在没有噩梦种 坐镇的潮灾大军中 也难觅对手 大量恐怖中死在两人手下 战斗潮兽 面对众多御宠的围攻 依然在支撑着 甚至不时还能反击 地 火 风 水 雷等各种种系的攻击 让王沟雄军 延续龙都一时疲于应对 甚至不断受伤 但当光暗地基和苏桓的战斗潮兽登场后 他再也难以翻腾出浪花来 光暗地基 一个黑暗漩涡 套在战斗潮兽身上 让其一身战斗力 只能发挥出三四分 而且身体彻底被束缚住 在经过潮汐海龙 王沟雄军 冰霜龙女等 御宠的一阵狂轰烂炸后 气息越发为敏 紧接着 苏桓达到超级噩梦中的战斗潮兽 直接登场 先是一口毁天灭地的毁灭吐息 重创了面前的同类 紧接着河身上前 直接扑到小一号的战斗潮兽 让其死死束缚 光暗地基 小手一挥 无数黑光弥漫 像是黑色丝线一样 将战斗潮兽重重包裹 裹成了一个黑箭 这是黑暗永复 威力比黑暗漩涡更强的 束缚类噩梦技 被黑暗永复缠住 这边的战场 也宣告彻底结束 第660章 苏桓的战斗潮兽小队 另一边 芬脑还没跑出多远 就被风雷将士龙 狂轰烂炸的雷霆 炸得轰得直冒青烟 彻底歇菜 而芬脑在逃跑过程中 成功逃掉 可惜他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寻宝帝龙 牢牢锁定 在寻宝帝龙的感知中 几乎像夜晚的火炬一样清晰 根本不可能逃得掉 反而让成片的危险生物 死在风雷将士龙的 雷霆之危下 风雷将士龙的雷霆能计 对付这些大规模的 低级危险生物 几乎相当于战术型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 一扫就是一大片 潮水一般的潮灾 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缺口 而两头星红暴龙 带着丁神狼和戎江源 更是追着潮灾主力 从南段防线一路来到西线 东线来至北线战场 就连那头将飓风魔童 打得苦不堪言的黑翼刺角兽 也被其中一头星红暴龙 顺手干掉 成长末期的高级噩梦种 星红暴龙 根本不是一头 低级噩梦种能够抵挡的 当星红暴龙 辗转来到东线战场时 那头实力强悍的死亡贾靠仙 也已经在黑灯堡几位御尸的 噩梦种御宠围攻下 受创 原本死亡 甲壳蝎凭借强悍的防御 和极为诡异致命的死亡系攻击 让曹年等人十分头疼 甚至还落入下风 完全期的死亡 甲壳蝎的实力 其实超出了曹年等人能够 应付的实力范畴 霍衔的风暴妖精 曹年的怪力熊 叶焰的鬼熬剑豪 尽管都是中 高级噩梦种 但成长阶段都只是成长期 和死亡甲壳蝎 有着极大的差距 若非曹年的主力 怪力熊怪力惊人 让死亡甲壳蝎有些忌惮 恐怕东线城墙早就守不住了 而且 怪力熊还在短兵相接时受创 这也是曹年等人分不出人手 去支援高尊的缘由 尽管东线的潮灾十分凶猛 在死亡甲壳蝎的强大实力下 一度冲上城墙 但当分脑遭受风雷 降噬龙的追杀 分脑命令死亡甲壳蝎救援时 死亡甲壳蝎 急于赶去南县池园 被曹年等人的狱宠 抓住机会 击伤 先是怪力熊 在风暴妖精的配合下 折断了死亡甲壳蝎的一劫虫足 鬼熬剑豪也趁机 斩断了死亡甲壳蝎的一颗覆盐 不过怪力熊也被受伤后 越发疯狂的死亡甲壳蝎重伤 一时之间 死亡甲壳蝎再次占据上风 在两头星红暴龙 追着潮灾主力 来到东县战场时 死亡甲壳蝎的凶威 彻底开始熄灭 两头星红暴龙 尽管和怪力熊一样 都是高级噩梦种 但个体实力 却能打怪力熊两个 还多 在战力上 且完好的鬼熬剑豪和风暴 妖精的配合下 直接干掉了这头一度 将东县守军 压得苦不堪言的死亡甲壳蝎 看着苏环的两头星红暴龙 在击杀死亡甲壳蝎后 再次赶往北县战场 曹年等人终于面露轻松 长松了口气 师弟终于回来了 同时几人心头 也升起了一丝敬意 哪怕他们如今 都有了噩梦种层次的狱蝎 甚至曹年 白素素 叶燕三人 更是一跃在心灵修为上 都成为大师及御师 但师弟表现出的实力 依然让他们感受到了 天欠般的差距 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两头实力凶残 暴虐无比的 星红暴龙 根本算不上师弟的主力狱蝎 一天后 苏桓这才回到了黑灯堡 在经过了七天前的那一场 潮灾工程后 苏桓并没有返回黑灯堡 而是带着已经被自己 彻底控制的芬脑 以及战斗潮兽 找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苏桓目前手上 并没有能够进行灵魂取代计划 取代面前的芬脑的合适欲宠 因此 他想要掌控这头战斗潮兽 只能通过别的手段 足足花了一天一夜 战斗潮兽 才彻底被苏桓控制 这头被苏桓命名为 二号的战斗潮兽 与潮灾的联系 已经彻底被切断 并且被那头 被俘虏的芬脑 所产生的主从关系 也转移到了冰窟幽影身上 彻底能为苏桓所用 而苏桓原本就掌控的那头 培育到超级噩梦种层次的 战斗潮兽 则被他命名为一号 一号 二号 算是苏桓麾下 最强大的战力之一 仅次于光暗地基 连二号 甚至都比风雷将士龙 还强出一些 苏桓预想的战斗潮兽小队 终于也增添了第二名成员 可惜的是 苏桓在辉野荒原游荡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发现 其他战斗潮兽小队的踪迹 恐怕此时潮灾战争才刚刚开始 战斗潮兽这种 灾潮创造的尖端兵器 还没有被派出 大都留在灾潮中 苏桓只能暂时放弃 继续组建战斗潮兽小队的想法 回到了黑灯堡 这两头 能够一直培育到灾祸中 层次的战斗潮兽 已经是苏桓如今极大的依仗 苏桓依然是从南城强入得城 战争期间 空中实行管制 任何御师 不得承其御宠 从空中进出黑灯聚集地 苏桓自然也不会破裂 因为这条规定 就是他所指定的 为的就是防止潮灾的 飞行类危险生物进行空袭 在黑灯聚集地的几处高地 甚至布置着数量不少的防空炮 随时准备炮击空中的敌人 而黑灯聚集地的天空上 更是无时无刻 都有职业及御师 带着大量的御徒 驾驭着飞行类御宠寻空 稳为黑灯堡的安全 缩缓走进城墙时 打亮了金兽战火的城墙一眼 发现自己离开的这一天里 原本有些残破的城墙 已经重新修补完毕 而那些在危险生物攻击中 损坏的哨戒炮 都已经完成了更新 城墙下原本零星的小谷潮灾 更是被清剿一空 和别的被潮灾大军围成的聚集地相比 黑灯堡周围50公里的潮灾 都被肃清一空 堪称一片净土 不过苏桓很清楚 这只是暂时的 按照旧日龙点的规律 每次潮灾持续的时间都是一个月 这次攻击仅仅是潮灾的初期 而作为上次潮灾中 斩获颇丰的黑灯堡 肯定已经成为灾潮的眼中钉 这次黑灯堡 面对灾潮的袭击强度肯定不低 从城门守军 那受到苏桓回来的消息后 曹年等人纷纷赶来苏桓的住所 在苏桓的住处 召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 苏桓也获悉了这次战斗的损失情况 损失在苏桓的预料之内 甚至比苏桓的预期还要低 战死的人员不超过300 其中大部分都是普通士兵 遇失不过几十人 而斩获的潮灾更是振奋人心 数万头高位危险种 近万头恐怖种 甚至两头噩梦种 倒在了黑灯堡 坚不可摧的城墙下 这些危险生物的材料 将被用于打造各类武器 重新投入到战斗中 总的来说 收获远远大于损失 正当苏桓和众人召开临时会议时 一支队伍 却越过灰野荒原四大险地之手的斜断鸢 远远超黑灯堡 急迟而来 回首的一头 巨大飞行类危险生物背上 站着一个满脸坚毅的中年人 眼中却包含着担忧 如果有见识丰富的御师 肯定能一眼认出 他脚下这头飞行类危险生物的种类 不以战斗见长 但在耐力和飞行速度上 极为出类拔萃的超级恐怖种 飞足翼龙 能以飞足翼龙 这种纯粹的高端飞行类做其逮捕的 绝对不可能是普通势力 而这支队伍 足足由数十头飞足翼龙组成 一眼望去 浩浩荡荡 甚至敢于直接横穿凶名赫赫的斜断鸢 第661章 讨伐军当飞足翼龙群穿越斜断鸢时 也并非一帆风顺的 斜断鸢作为包围灰野荒原的四大绝地之首 自然不是那么好通过的 就算穿越斜断鸢 也大都是偷偷摸摸 通过成奇陆地遇宠 从斜断鸢的陡峭崖避穿行 像这群飞足翼龙一样 从斜断鸢上方大摇大摆地穿过 自然不可能不会引起潜伏在斜断鸢中的危险 斜断鸢是一处延绵不知多少公里的巨大深渊 两侧的崖壁十分陡峭 而陡峭的崖壁上 却挂着一只只形态丑陋 背生肉异 有些像是巨大号的蝙蝠的古怪生物 丑陋的生物密密麻麻 将陡峭崖崖壁两旁几乎挂满 靠近斜断鸢的几只怪异生物 忽然抬起了猙獰的脑袋 血红一片的瞳孔中 映射出天空之上那群飞足翼龙的倒影 羞羞羞羞 诡异的叫声忽然在崖壁上响起 一头头形态古怪的生物 忽然震翅从斜断鸢飞起 成群结队地朝天空中飞去 目标赫然是那群飞足翼龙 为首的中年男子率先察觉到了 下方突如其来的袭击 沉生开口道 收拢阵型 准备防御 是 君主 所有人齐声回答 赫然如一只均荣严整的军队 秩序井然 北投飞足翼龙上都乘起着数人到十数人 而站在龙头上的御师 则负责御史控制飞足翼龙 在被众人称之为君主的男人吩咐下 这些御师纷纷乐停了飞足翼龙 并将所有飞足翼龙聚在一起 组成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型 这些飞足翼龙的成长阶段 至少都在成熟期以上 其中更是有七八头已经完全期 此时 那些完全期的飞足翼龙 统一处在最外围的防御上 实力更强的他们 自然被安排抵挡第一波袭击 很快 铺天盖地的攻击从斜段渊中埋袭 这是一抹血浮 斜段渊的顶级恐怖种 擅长腐蚀类攻击和血系攻击 注意不要被他们喷吐的腐蚀酸液击中 那名中年君主 看着来袭的敌人面色不变 只是陈生提醒到 原本以飞足翼龙的飞行速度 这些翼龙血浮就算拍马也不急 可问题就在于 翼龙血浮的数量实在太多 前后包抄下 飞足翼龙群 根本冲不破铺天盖地的 翼龙血浮的包围圈 不过 面对这些血浮 飞足翼龙上的众人 似乎全然没有任何畏惧情绪 甚至瞳孔中 还闪烁着难以察觉的嗜血光芒 就像他们不是 身陷重为一方一样 面前的这些翼龙血浮 都只是带载的羔羊 随着翼龙血浮接近 飞足翼龙稍显有些不安 飞足翼龙尽管是超级恐怖种 比顶级恐怖种的翼龙血浮种族 层次要高尚一些 但飞足翼龙并非以战斗舰长 而是以飞行和耐力舰长 基本上不会有人专门选择飞足翼龙 来担任主力御宠 而是当做其类御宠收服 甚至在赶路上的能力 还要超出寻常飞行类噩梦种 单单论战斗力 这些飞足翼龙 也不过比翼魔血浮强出一线 能够对付两三只翼魔血浮 再多就有心无力了 飞足翼龙上的御师 显然也不指望这些飞行类 做其战斗 待一摩血浮接近后 纷纷激活手头的御印物 一闪闪御印门户接连洞开 一头头气势磅礴的御宠 从御印门户中接连跃出 这些御宠甚至没有发动能进 只是单单悬停在空中 就让气势汹汹冲来 撞在他们身上的一摩血浮 被撞得七昏八素 单单强悍的躯体 就像铁壁一样 挡住了海量一摩血浮的冲撞 明眼人一看 就能分辨出 这些被召唤出来的御宠 全都是噩梦种层次 无一例外 数量上 更是超过100 100头散发着强大气息的 噩梦种御宠 对于来袭的一摩血浮的压力 是巨大的 一摩血浮尽管数量惊人 但充其量也不过是顶级恐怖种 寻常恐怖种 在面对噩梦种时 是很难以数量弥补差距的 除非是黑罪巨兽 严虚龙 列地援军 这类罕见的强大恐怖种 一摩血浮 面对上百头噩梦种 袭击的念头 已经熄灭了大半 但海量的一摩血浮组成的大军 不是想退走 就能立刻退的 后面的一摩血浮 推挤着前面的同伴 让他们不得不向前冲击 而噩梦种面对来袭的一摩血浮 也不客气 下手 很辣 各种大威力覆盖面积极广的噩梦计 直接横扫了成片的一摩血浮 一摩血浮像下饺子一样 从天空中坠落 一摩血浮来得快 去得也快 在上百头噩梦种的强大攻击下 很快便意识到不妙 重新撤离了战场 返回了邪断渊 深处 不敢再主动攻击 众人也很有分寸 并没有主动去追击一摩血浮 更没有冲进邪断渊 因为众人已经发现了 在这些普通的一摩血浮中 似乎藏着不少 一摩血浮进化的噩梦种种族 血赤巨魔浮 这些血赤巨魔浮 只不过是碍于他们的实力没有出手 由于心存顾忌 双方下手都多了些分寸 因此 邪断渊中隐藏的更强大的威胁 也没有就此现身 作为四大绝地之首 邪断渊中栖息的海量一摩血浮 只是诸多危险中最常见 也是最普通的一种 单单靠一摩血浮 它自然也配不上四大绝地之首的头衔 要知道 就连位列四大绝地第二的赤龙火山谷 都有进化到终极形态的胶岩赤红龙存在 那可是堪称灾难种之下 最强灾祸种之一的存在 如果邪断渊中蕴藏的危险 没有超过这个层次 也不配在危险程度的牌位上 位列赤龙或山谷之上了 为首的君主 一直处在飞足翼龙中间体型 最为硕大的飞足翼龙头顶 周围 是几头体型 同样比普通飞足翼龙 更为庞大的大个子 这些飞足翼龙的成长阶段 显然早已经到达了完全期 甚至已经到达成长极限 而这些飞足翼龙 并没有像别的飞足翼龙一样 眉头背上乘骑着几个人 而是仅有一人乘骑 每个人气息都无比强大 如鸢四海 在刚刚的一抹血服袭击中 这些人更是连表情都不变 更没有出手 就像对这些杀过来的一抹血服 视若无睹一样 这个举动 无疑彰显了 他们对自身实力的极度自信 除开都无比强大外 这些人的装束 也和旁人不太相同 每个人都身披着一件大厂 大厂呈现黑金两色 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图案 那是一柄插进银色盾牌的暗红低血 利剑 如果苏桓在场 一定能够一眼 分辨出这个图案的寓意 那是亚山半岛本土 最为强大的秘密组织 能够和七大要塞成系 公然叫板的讨伐军的标志 而这种样式的大厂 其实是一件特殊的奇物 是讨伐军高级干部的标配 这也代表着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讨伐军的高级干部 为首的君主 同样也披着一样 样式的大厂 不过他的大厂上的图案 不是银盾和血剑 而是一柄长矛 插进一轮惊鸿的烈日 看着战斗结束 回首的君主 一挥手 继续出发 全速前进 所有人收回狱宠 便由那些一抹血浮的尸体 从高空中跌落 并没有任何 收集这些材料的意思 像是看待一堆垃圾 而是全速朝着黑灯堡而去 第662章 老师归来 在经历了第一次潮灾工程后 黑灯堡的防御 看起来要严密了很多 作为前沿观察哨 欲识欲宠 负责侦察敌情 道琪是负责 负责黑灯堡 南部地带敌情侦察的 侦察组组长 麾下有超过十名准职业 集园师 而他本身也是一名 资深职业集园师 拥有着超过四只 终极恐怖种 其中 三只都达到了成熟期 在黑灯堡中 尽管实力算不上顶尖 但也勉强能挤进 前一百的行列 这里的前一百指的是 包括那些续日成 投诚的职业级御师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算不上弱 甚至凭借他 麾下擅长侦察 逃命的终极恐怖种 育宠 赵琪觉得 就算正面遇到了特级 顶级恐怖种阻击 他也并非没有逃跑的能力 因此 在执行侦察任务中 往往颇为大胆冒进 可此时看到的一幕 却让赵琪感到不寒而栗 只是相隔十多公里 远远打望了一眼 就驱使着 育宠逃命 似的朝着远方逃去 闪击雷音 像是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一路风驰电掣地 回到了黑灯堡 而在赶路的路上 赵琪还通过通讯器 发送了一条紧急敌情 为黑灯堡示警 等到赵琪赶到黑灯堡时 整个黑灯堡 已经再次陷入了预警状态 战备委员会的委员 除开苏桓外 基本上全都到齐 赶到赵琪返回的南线城墙上 等待赵琪归来 当赵琪成齐 闪击雷音 向一道闪电降临城墙后 曹年带人走了上去 你通讯说的紧急敌情 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 灾潮大军再次汇聚杀过来了 面对多位大佬的询问 赵琪来不及喘气 直接将自己所见所闻 诉说了出来 很多超级恐怖种 像是飞足一龙 至少数十头 朝着黑灯堡飞来了 飞足一龙 众人文言表情不一 有人脸上满是不屑 区区飞足一龙 几位大师的噩梦种 就能轻易解决 可有的人却皱起了眉头 眼中隐约有着 担忧 显然清楚 飞足一龙这种恐怖种 通常是被用来当作作奇的 而且 飞足一龙的攻击性向来不高 很少会主动攻击人类聚集地 看来是有人驱使这群 飞足一龙来的 曹年再次问道 除开飞足一龙 你还看到了什么 飞足一龙上站着人 不过看不清来历 不过为首的 几头飞足一龙上 站着几名穿着统一制式服装的人 赵琪回想了一下自己 一撇剑看到的画面 回答 什么服饰 曹年问 看来这群人是敌是游 马上就能辨认了 黑金两色的宽大披风 宽大披风后面 是一个特殊的图案 好像 好像是一把剑 插进盾里的图案 曹年文言 眉头一皱 似乎对这个图案缺乏理解 别的人也是纷纷面露茫然 纷纷表示 灰野荒原上 并没有以这种图案为标志的势力 难不成是外界来的人 会不会是旭日成那些 跑掉的家伙搬来的旧兵 可惜李伯不在 我们对外界的情况 还是缺乏详细的了解 只有李忠皱起了眉头 似乎 想起了什么一样 不管是敌是友 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即可 阿师妹 你去把首席叫来 曹年对着白素素吩咐了一句 诸位就和我在这里等着吧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就是 众人都是神情凝重的点头乘势 聚拢在曹年周围 李忠看着众人紧张的神情 缓缓出声道 大家或许不必 如此紧张 来者很可能是有非敌 怎么说 高尊疑惑问道 他感觉李忠 似乎对这个图案知道些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是最早追随大人的人之一 除开正理 就是我最早了 众人清楚李忠 口中的大人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已经离开黑灯堡多时的周和 文言纷纷点头 表示 知道这件事 最早我和李忠跟着大人在外闯荡 其实加入过一个秘密组织 他们就是以利剑和盾牌为标志的 那个组织 叫做讨伐军 众人文言 有的陷入了茫然 似乎没有听说过 可也有一部分人面色大变 显然是听说过 讨伐军的威名 豪年 自然也知晓 讨伐军的名头 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说来者和老师有关 李忠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尽管大人离开时 谁都没有说 但我知道 他十有八九 是回讨伐军了 众人文言面色十分精彩 哪怕那些没听说过 讨伐军大名的委员 也被旁人告知 此时都是十分震惊 万万没想到 周和还有这样的经历 好伐军士 他们这些 偏安于灰野荒原 这种小地方的御师 根本难以想象的 就在众人一阵议论时 苏桓已经在实验室内 被白素素叫来 对于众人之前的讨论 苏桓没有经历 还不清楚缘由 可还没等众人对他解释 一个个黑点 已经出现在 黑灯堡远处的天空 并且黑点迅速变大 很快便变成了 清晰可见的飞足翼龙 苏桓看着飞足翼龙上的人影 那显眼的大厂 和大厂后 醒目的暗红利剑 插入银色盾牌的图案 瞬间便辨认出来者的身份 苏桓眯起了双眼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讨伐军的人 怎么回来我黑灯堡 苏桓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却下意识认为 来者不善 同为秘密组织代行者成员 苏桓对于讨伐军 这位亚山半岛秘密组织 龙头自然不缺乏了解 不仅一眼 就分辨出了这个标志的来历 还看出了为首那几人 身批的大厂的含义 这么多讨伐军的高级干部 苏桓暗暗感到了压力 并迅速通过心灵联系 召回放养在外的两头战斗朝兽 讨伐军的高级干部 如果在红魔道场 意义大概 与自己的红魔星身份一样 也就是七贯大师及起步 就算是一位 也足以苏桓认真应对 跟别说这么多 不过当飞族一龙群 逐渐靠近 苏桓看清了为首一人的面貌 忽然神情猛的一阵 接而是一阵激动 老师 第663章 烈日君主等于老师 苏桓远远看着老师 乘骑着体型最大飞族一龙 待在一龙群最前方 多位讨伐军高级干部 紧随其后 一副领头人的模样 不由十分诧异 莫非老师消失的这大半年 是加入讨伐军了 这些人都是老师 搬来的救兵 苏桓不由在心头脑补 打死苏桓 他也无法将讨伐军的 一位军团主和老师联系 在一起 讨伐军的军团主 向来都是由 超贯大师中的强者担任 几乎没有例外 一位普通大师 顶多在讨伐军团中 担任中层干部 苏桓 下意识就认为 这些讨伐军的高级干部 都是老师搬来的救兵 毫不客气地说 在苏桓看来 就是红魔道场 赤魔大师之一的强威老师 比起一位讨伐军团主 在地位和实力上 都相差了不少 每一支讨伐军团 都有超过数十 乃至上百万的军队组成 就连苏桓有所耳闻的 新晋成立的烈日军团 都有超过五十万军力 其中超过十分之一 都是御师 也就是说 御师的数量就超过了五万 比目前黑灯堡的御师总数 还要多得多 尽管黑灯堡 已经全面普及御师教育 但由于时间尚短 哪怕算上初学者御师 御师总数也不过接近一万 而远方站在飞足翼龙 如同一块平台一样 宽阔的头颅上的周和 也远远看着远处的城墙发愣 这是黑灯堡 周和擦了擦眼睛 以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作为在黑灯堡掌权 数十年的黑灯堡支柱 亲自主持修建了 黑灯堡城墙的周和 对于黑灯堡的一砖一瓦 周和都十分熟悉 可此时 面前的黑灯堡 对于周和而言 反倒是像一个 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高近百米的城墙 以曾经他修筑的内度 高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城墙上密密麻麻的 少计泡泡管 更是让人嘴角抽搐 尽管以周和如今的实力 这些少计泡 根本难以伤他分毫 周和差点以为黑灯堡 已经被别的势力攻陷并占据 扩建了 可当他的目光 撇到城墙上 那一个个熟悉的背影时 终于在瞬间 放下了心头的担忧 苏华 曹年 霍贤 白素素 李中等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让周和清楚 自己并没有回错地方 这里依然是黑灯堡 这里就是君主的故乡 看起来还不赖 位于周和右侧 一名高级干部 看着远处 已经出现规模的黑灯堡 问道 以黑灯堡的规模 已经不下于外界的 超大型聚集地 甚至能够 和一些要塞成细的基地式比肩 至少整体规模 比起苏华 曾经住过一段 时日的月歌式那种基地式 差距已经不是太大 周和摇了摇头 哑然失笑 并没有回答 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离开 不过短短大半年 黑灯堡的变化 就如此之大 至少在他离开前 黑灯堡的规模 还远没有现在的四分之一 最多也就跟外界常见的 特大型聚集地相当 以飞足翼龙的速度 这种遥遥在望的距离 几乎就是几次阵池之间的距离 很快 飞足翼龙群 那一盏普遍超过 15米的庞大身躯 就降临到了城墙的墙头 这度被称之为 黑灯尖壁的城墙 城墙的厚度 就超过了10米 飞足翼龙 哪怕在城墙上降落 都有足够的地方 不过在降落前 飞足翼龙背上的御师 几乎整齐滑衣地收起了座起 一群气势彪悍的强大御师 一步一驱地跟在周和身后 走向苏桓众人 苏桓和曹年 霍贤众人快步赢了上前 老师 你终于回来了 苏桓眼中 带着一丝满意掩饰的激动道 大人 老师 不只是苏桓 几乎所有人 此时脸上都充斥着激动 尽管在周和走后 苏桓表现出了 让所有人竞服的实力 顺利成为黑灯宝的新一代支柱 但周和这根支撑了黑灯宝 不断强盛了数十年的支柱 在绝大多数黑灯宝著名眼中 依然是做不到的封碑 更别说在曹年 霍贤这群弟子眼里 周和更是一师一赴的身份 徒儿 诸位 我回来了 我们进去再说 一行人簇拥着周和 朝着黑灯宝内宝而去 在听完曹年 李忠等人叙述了在周和走后 黑灯宝的变化后 周和不免大感震惊 尽管他已经对刚刚看到的 黑灯宝的变化缘由有所猜测 但当从众人口中 听到这些变化 都源自自己的小徒弟苏桓后 还是不免暗暗吃惊 不过 周和好歹是被苏桓震惊过多次的人 表面上依然云淡风轻 当然 众人在述说黑灯宝变化时 并没有任何人透露出 任何有关蜕变途径的信息 毕竟 在众人看来 周和自然是自己人 但带来的那些一个个散发着 让人心惊的强大气息的人 确实不折不扣的外人 陌生人 蜕变途径这种东西 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有多珍贵 众人自然不愿意将这些东西 随意透露给外人 更何况 众人的蜕变途径 都来自于苏桓 所以 几乎本能地想替苏桓保守秘密 听完众人的讲述后 周和让福伯去安排自己带来的 近百人落脚 等到众人走后 开始讲述起自己离开的 这大半年发生的事情 等到周和讲道 自己应邀 重回讨伐军 成为新成立的讨伐军 烈日军团君主后 苏桓脸上的震惊 已经异于咽掉 老师等于烈日军团主 苏桓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没想到 自己从代行者论坛上看到的 有关讨伐军新成立 烈日军团 军团主 竟然正是自己的老师 二人 那这些人是 对外面的情报 有些了解的理中 忍不住问道 是我从烈日军团中 带回来的一部分部下 由于讨伐军下辖的堡垒 城市 也陷入了灾潮的袭击中 因此 无法大规模抽掉人手 只带回来了少量精锐 原本我 担忧黑灯堡 守不住这次灾潮袭击 没想到 你们不仅做得很好 而且远超我的想象 周和韩孝对着众人解释道 眼中充满了满意 毕竟 他也害怕看到自己 急匆匆赶回黑灯堡后 黑灯堡 却已经在灾潮下覆灭 曹年忽然问道 老师 那些人的实力是 我怎么感觉随便一个 都比我强得多 他如今的实力 在大师急医师中 也不算太弱 可面对老师带回来的这群人 随便一个 心里都没有任何战胜的底气 而这种人足足近百位 难道老师口中的什么 讨伐军 烈日军团的实力强成这样 第664章 烈心龙园周和 上下打量了曹年好几眼 忽然伸手拍了拍周和的肩膀 满意道 看来这大半年 曹年你也没有懈怠 终于也算步入强者的行列了 曹年有些 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的 这还要对亏了小师弟 否则我还在职业级晃荡呢 周和文言摇了摇头 心中却感慨万千 他能有如今的气象 还不是脱了自己 这个小徒弟的福 当去讨伐军 准备执掌烈日军团时 他最强的狱宠 也不过只是月立魔雄 和黑罪巨兽 连烈日军团的终极干部 都远远不如 若非列帝援军 很快进化 蜕变为烈空龙园 又出了一系列的变故 他根本无法坐稳 烈日军团主的位置 好伐军 一共也不过九十多个军团 分别为十余卫 总军主统霞 这些军团主 除开少部分外 基本上都拥有着 王冠大师的实力 自己连超贯都不是 麾下 却统霞着不在少数的 超贯大师 自然难以坐稳位置 辉野荒原 比起外界而言 十分闭塞 而且资源极为匮乏 能在这片土地上 成为大师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你的噩梦种欲宠是 曹年眼中闪过一丝丝 满意和自得 是怪力熊 周和夸赞道 怪力熊 不错 算是很不错的 高级噩梦种 为师带来的那些 军团干部中 实力稍弱的 主力欲宠 也不过就是 高级噩梦种层次 不过他们的 高级噩梦种 基本上都已经 培育到完全期了 曹年你的怪力熊 培育起来 应当不会弱于 他们的主力欲宠 才是 这次灾潮过后 为师打算从你们 师兄弟中 带些人去外面历练 大劫 将至 光靠为师 怕是难以庇护你们 今后 恐怕更多要依靠你们自己了 而在灰野荒原 你们的实力 却难以更进一步 需要更大的舞台 众人文言 纷纷色变 从接二连三的灾潮中 也隐约猜到了什么 看起来 灾潮恐怕是连续性的 绝非曾经的偶然性灾潮聚集 而苏桓也是心中一动 看来老师从讨伐军中 已经知道了一些情报 苏桓想起 刚刚那些讨伐军高级干部 对老师毕恭毕敬的模样 心头有些好奇 那些讨伐军高级干部中 有好几人苏桓能够感应到气息的 确实是七贯大师层次 但却有两人 连苏桓都看不出 深浅的 绝对是超贯大师层次 讨伐军中的体系 和红魔道场又有不同 红魔道场的红魔星 无一例外都是七贯大师 但在讨伐军中 高级干部更多的是一个统称 其中有七贯大师 也有超贯大师 老师是怎么压得住 这群桀骜的 讨伐军高级干部的 苏桓有些好奇地问道 老师 您如今的实例是 周和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桓道 去训练场说 说吧 便抬腿朝着城堡外的训练场走去 没多久 众人便簇拥着周和 来到了这座产地面积极广的训练场 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寓印空间门户 在半空中缓缓打开 一头像是顶天立地的巨灵神一样的 寓 一跃从近百米高的空中踏了下来 而近百米高空 对于这头寓宠的体型而言 也不过是像踏下几步台阶那样 渺小 这头寓宠人力行走 浑身包裹着黑金般的毛发 浑身肌肉发达到了极点 像是一尊山月般的雕像一般 棱角分明 浑身的黑金毛发上 还有着一颗颗 如同璀璨星辰一样的斑纹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头寓宠的双手 每一只手都无比巨大 几乎和寓宠那颗 如同山丘一样的脑袋 一样大 手掌闪烁着金铁般的光泽 像是能够撕裂星辰一样 在场的所有人 看到这只寓宠 都陷入了死寂一般的沉默中 实在是这头寓宠给他们的压力 和威慑力太大 几乎堪称绝无仅有 猎心龙猿 就连苏桓不由哑然失声 如果这头猎心龙猿 不是老师新收服的话 那就一定是从 猎地援军进化蜕变而来的 而老师的气息 分明没有达到超贯大师层次 甚至还处于六贯大师 接近七贯大师层次 比自己都有所不如 想要收服灾祸种 几乎不太可能 那就只有后一种可能了 可自己为老师提供的蜕变 途径不过是超级噩梦种 猎空龙猿 猎地援军蜕变到猎空龙猿 已经是七个层次的极限蜕变 而猎心龙猿 则是货真价实的灾祸种 周和满意地看着自己 徒弟震惊的表情 向来只有徒弟让自己震惊 自己让徒弟震惊的次数 屈指可数 周和心中忽然有些暗乐 周和自然知道 自己徒弟震惊的原因是什么 于是一番心灵传训 向苏桓叙述了缘由 通过老师的讲述 苏桓才知道 原来老师的猎地援军 并没有打破 就是龙点所记载的 欲宠蜕变的跨度 最高不可超过 七个层次的铁 则就像风雷龙蛇 当初的蜕变 在蜕变过程中 发生了意外 最终蜕变为风雷将士龙 也没有打破这项铁则 风雷将士龙 是高级噩梦种 风雷龙蛇 则是高级恐怖种 蜕变并没有超过 七个层次的极限跨度 而老师的猎地援军 同样如此 在大半年前 老师的猎地援军 顺利通过蜕变途径 蜕变成了猎地龙猿 而且由于猎地援军 达到种族极限 甚至还有所突破 稚固的实力 更是一经蜕变 就获得了强大的实力 成长阶段 仅仅退化到了成长末期 接近成熟期的程度 而在一个多月前 猎地援军在 苏桓早就提供给老师的 培育配方 和讨伐军海量的资源供应下 顺利步入成熟期 也是在一个多月前 一场猎日军团 和日之城的苦战中 日之城直接触动了 多位超官大师 对猎日军团主 也就是老师 进行突袭狙杀 千军一发之计 猎地援军 在护主心切的情况下 竟然自主净化 净化成了猎星龙猿 猎星龙猿的 蜕变途径 旧日龙典中也有记载 苏桓原本打算 等老师完成 猎空龙猿的蜕变后 就给他 可没想到 老师这头天赋一柄的 猎地援军 竟然能自主净化 这真是 让苏桓一阵诧意羡慕 要知道 他的诸多育虫中 都还没有任何一只 实现过自主净化的 猎星龙猿 算得上的猎空龙猿 最佳的蜕变进化途径之一 拥有超前的战斗力 而且先天种族 更是灾祸种中的尚未种族 极变灾祸种 拥有两次蜕变形态 一共三种成长形态的 极变灾祸种 作为极变种 哪怕只是初始形态的猎星龙猿 其实力 也要稍强于经过一次形态蜕变的 极变灾祸种 和经过两次形态蜕变的 突变灾祸种 如果具体换算的话 拿苏环比较熟悉的 强威老师的灾祸种 欲宠赤红龙来看 赤红龙是少见的 拥有四种蜕变形态 加上初始形态 一共五种成长形态的 突变灾祸种 初始形态 赤红龙 一次蜕变形态 赤红火龙 二次蜕变形态 赤红炎龙 三次蜕变形态 烈焰赤红龙 四次蜕变终极形态 胶炎赤红龙 老师这头猎心龙猿的实力 先天就要强于 突变灾祸种赤红龙 经过两次蜕变的 第三成长形态的赤红炎龙 并且凭借先天 就强于突变种 鸡变种的战斗天赋 和种族能力 实力恐怕已经接近 强威老师那头 经过三次蜕变的 烈焰赤红龙 先天就拥有普通灾祸种 哪怕通过努力 赤龙火山谷的那条 胶炎赤红龙 也不会这么特殊了 第665章 夜谭烈心龙猿的出现 也让苏桓明白了 自己老是能坐稳 君主之位的缘由 即便灾祸种 通常是作为 王冠大师的主力出现 老师周和 尽管尚未步入超贯 但烈心龙猿的存在 哪怕只是初始形态 也让周和 拥有了媲美超贯的实力 对于御师而言 御宠的实力 往往才是权衡御师 整体实力的主要因素 入夜 人数不少的宴会 其中光是老师 带回来的大师 就接近百位 而黑灯堡的职业及御师 各个部门的高层 除开负责房屋 无法离开的 也出席了不少 入夜 宴会散场 周和的书房内 周和和苏桓师徒两人 坐在书桌前后 进行夜谈 托儿 为师走时 就相信你能做得很好 无需我担心黑灯堡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做得远比我预想得更好 周和看着苏桓的双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欣赏和欣慰 周和此时 对大半年来黑灯堡的变化 已经大致了解 不单单是所有 原高层实力的大幅度提升 还有各类基本建设的完善 御师教育的普及 更有对最火镇 和续日成的讨伐和兼并 这些都是他所没有做到 但无一却 十分想做的事情 苏桓笑了笑谦逊道 老师 我也是黑灯堡的一份子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原本为师想的是 去讨伐军开拓一番局面后 就来接你那些 师兄师姐出去 毕竟灰野荒原这个舞台 已经无法让他们尽情施展了 我作为老师 有义务为他们重新开辟一条路来 不过现在看来 有你这个小师弟在 他们的实力提升的 也不会太慢 周和看着自己小徒弟 那一副含笑的表情 不由哑然失笑 听到老师提起讨伐军 苏桓有些关切问斗 老师 您如今在讨伐军 一切还顺利吗 老师的实力在 猎心龙猿的异军突起下 确实有超贯的实力 但也只是超贯最初级的 桂冠大师的实力 而桂冠大师在讨伐军 应该不算罕见 就连老师带回来的 两名高级干部 也都有超贯的实力 当然 两人都只是普通的 桂冠大师 不过实力上 并不会逊色于 拥有猎心龙猿的老师多少 毕竟老师 只有一头猎心龙猿 婆 你 如今实力也不逊色 为师 多少 有些事情 也该让你知晓了 周和笑着 端起书桌上的茶杯 似乎在酝酿 从何说起 对于苏桓目前的实力 周和也已经清楚 知道自己徒弟 如今已经是七冠大师 并且身具红魔道场 红魔星身份 你应该知道 当初为师 曾经有一段时间 离开了灰野荒原 在外闯荡 特别是在刘金城 驻留过很长一段时间 苏桓文言点头 周和接着讲述 刘金城 只不过是为师的 一出落脚点罢了 为师在抵达外界没多久 就加入了当时 在刘金城周围区域活动的 讨伐军 并且成为讨伐军 驻留金城地区的 一支武装部队的指挥官 并在其中效力近十年 指挥官的主要职责 是保卫驻扎在 刘金城附近的 一座特殊情报站的安全 那座情报站建立的主要目的 是借助刘金城的 繁荣商贸活动 为讨伐军的一支军团 收集有关 响雷药赛城相关的军事情报 期间 为师和情报站的站长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 那座情报站暴露 在响雷药赛城 迅雷不及掩耳的围剿下 覆灭 为师的武装部队 为了掩护情报站情报人员 彻底几乎全军覆没 其中不乏和为师情同手足的兄弟 可最终幸存的 不过寥寥数人 其中就包括 尼里伯 为师心灰意冷之下 破离了讨伐军 返回了黑灯堡 而那位和为师 结下了身后友谊的情报站站长 依然在讨伐军中 效力 他历任刘金城地区情报站站长 响雷药赛城东南情报司司长 亚山半岛东南地区情报处处长 迎眼情报机关机关长 如今 数十年过去 他更是成了讨伐军的第十九总君主 同时 也是主管讨伐军情报的总君主 苏桓 听着听着 不由目瞪口呆 第十九总君主 难怪老师能坐稳烈日君主之位 竟然有这位存在支持 没错 怎么 博儿你也听说过 周和韩孝文 苏桓看着老师 有些无奈道 讨伐军迎眼总君主的名头 我当然听说过了 迎眼总君主之名 哪怕在整个亚山半岛的秘密组织中 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巨头籍 存在 他的名头 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 是发迹时间快 三十多年前 还不过是一名 岌岌无名的普通职业级御师 几十年时间后 就成了御师界的巨头 超贯之上 御史灾难中的存在 第二个 则是因为他的名头 构想 迎眼的名头 是在一次次血腥的杀戮中建立起来的 这位第十九总君主 尽管是讨伐军十九位总君主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也是最为凶名赫赫的一个 出身情报机关的盈眼 不仅仅是讨伐军黑暗中最锋利的刀 更因为逐渐展露的超凡天资 被讨伐军的创始者 讨伐军第一总君主 说为清传弟子 也是讨伐军总君主中 唯一的一名弟子 尽管讨伐军第一总君主也被冠以 总君主之名 但他的实力和威名 却响彻整个亚山半岛 让七大要塞成细 独无比忌惮 属于真正站在亚山半岛 玉世界顶端的大人物 连红魔道场主这种巨头级存在 在其面前 恐怕都不敢大口喘气 还没等苏桓消化完这些信息 周和继续开口 数年前 池山刚刚晋升第十九总君主 获准组建麾下军团时 就曾找过我 让我去他麾下 效力 担任新组建军团的副君主之位 苏桓文言 心头一动 池山恐怕就是那位凶名赫赫的 迎言总君主的本名了 老师能直呼其名 看来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当时我 尚未步入大师级 在讨伐军军团中 恐怕连终极干部都算不上 碍于实力不足 以及放不开黑灯堡 就拒绝了 几个月前 他重新找到我 徐以烈日军团君主之位 我同意了 苏桓笑着拍了一记马屁 以老师的率才和实力 一个君主之位 实至名归 周和却笑着摇头道 少拍马屁 我答应他的时候 也不过刚刚借你的力 突破到大师级 麾下噩梦种御宠就冰镇龙狮 和阅历魔雄 哪怕加上烈地援军 和黑罪巨兽 也只是堪堪摸到 讨伐军团中级干部的边 连大多数中级干部的实力都没有 哪怕池山鹏 我当军团主 我也根本没底气 压得住手下 我答应的原因 楚开想为你的师兄师姐们 为黑灯堡 创出一片局面来外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烈日军团组建的原因 第666章 新秘烈日军团组建的原因 苏桓的语气十分疑惑 听老师的口气 作为讨伐军军团之一的烈日军团 组建的原因 苏桓有些不同以往 老师周和点了点头 开口 所谓烈日 指的就是狩猎日之城 周和语出惊人 让苏桓大惊失色 如果说讨伐军是亚山半岛 本土毫无争议的最强秘密组织 那日之城 就是在亚山半岛 有分支机构的跨地狱秘密组织中 最强者之一 日之城实力之强 甚至还要超出极恶会 和歧视教团这些凶名赫赫的组织 和讨伐军一样 割据着亚山半岛西北部一大块疆域 并奖励众多城市和堡垒 其中 日之城除开 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名字 也是日之城所掌控的核心城市的名字 这座城市同时也是日之城的统治核心 拥有明面上的固定据点和大本营 这代表日之城 已经和绝大多数秘密组织 彻底拉开了差距 大多数秘密组织 在亚山半岛七大要塞城系的通缉下 其实都是隐藏在地下活动的 哪怕有所谓的据点和大本营 也都是角图三窟 并没有真正暴露在各大势力 眼前的真正据点 比如歧视教团和极恶会 乃至代行者 都是这种活动在地下的秘密组织 距离向日之城 讨伐军一样 直接割据一方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而讨伐军却专门组建了一支军团 以狩猎同为秘密组织巨头的日之城 这让苏桓不由想起了几个月前 在代行者论坛上看到的情报 讨伐军新建烈日军团烈日军主走马上任 烈日军团与日之城之战一触即发 不过老师和讨伐军组建军团狩猎日之城 又有什么联系 难道老师也和日之城有仇 正当苏桓心底升起这个念头时 周和已经接着开口 讨伐军的大本营 在位于亚山半岛西北部的讨伐城 讨伐城的体量和规模 大概和响雷要塞城的一座要塞相当 周和的话再次让苏桓心头一惊 响雷要塞城一共就六座要塞 和一座首府要塞城 每一座要塞至少都具有上千万规模的人口 而作为首府的响雷要塞城 更是有数千万人口 不看具体城市规模 单单看人口基数 大概就能管中亏报 看出一座要塞的规模之大 而老师却说 讨伐军的规模 能媲美响雷要塞城的一座要塞 原本在苏桓看来 整个亚山半岛地区 除开七大要塞城系外 爷的城市 规模最大 也就能达到刘京城那种上百万规模 达到数百万规模都几乎不可能 此时老师的话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颠覆了苏桓的认知 讨伐军已经具有一座要塞规模的城市 如果按照讨伐军这种速度发展下去 整合周围的资源 开疆拓土 亚山半岛第八大要塞城系 不是就将这样诞生了 周和继续开口 打断了苏桓的遐想 而讨伐城南部诸多城市 堡垒与日之城接壤 苏桓心中一动 城市 堡垒 这种行政区化 已经接近响雷要塞城系的 基地市和堡垒体系 看来讨伐军果然致力于 创建出第八大要塞城系 周和没有看出苏桓的心思 而是专门解释到 和响雷要塞城系一样 讨伐军也将下辖的城市 分为几个梯次 分别是和响雷要塞城系的堡垒 对应的堡垒 一共13座 以及和基地市 或者荒野超大型聚集地对应的城市 以及数量众多的和 特大型聚集地对应的城镇 日之城同样也统治着 大量的人类聚集地和城市 而由于日之城的背部城市 堡垒和讨伐城南部的城市堡垒 接壤 摩擦自然不可避免 而近年来 随着讨伐军有意无意的扩张 以及扩大影响力 二者的摩擦日益加重 因此 池山奉命组建猎日军团 狩猎日之城武装 这就是烈日军团组建的原因 而为师我 或者说黑灯堡 苏于日之城有着深仇大恨 说这句话时 周和眼中闪烁过一丝 难以掩饰的愤怒和仇恨 这让苏桓神情一震 从认识老师开始 老师就从未表露出过过于激烈的情绪 一直都是十分和蔼的模样 这还是苏桓第一次见老师 流露出这种难以掩饰的激烈情绪 老师 日之城对我们黑灯堡做过什么 苏桓神情郑重地问道 老师不曾亏待过自己 亏于一位合格的老师 既然日之城和老师结仇 拿自己自然责无庞贷了却这段恩怨 尽管日之城是有多位巨头 坐镇的庞大势力 没有这个实力 恐怕早就被讨伐军覆灭了 他目前的实力 根本捋不动日之城一根毫毛 但未来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 现在自己或许无法对付日之城 不过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甚至十年后呢 要知道 自己从一个普通人 成为如今的七贯大师 也不过才短短两年多时间 有着旧日龙点 自己未来势必有着无限可能 周和深深看了一眼自己小徒弟 原本 为师是不打算告诉你 甚至也未曾告诉你的师兄师姐 但徒儿你的潜力 是为师生平仅见 确实是时候知道这件事 徒儿你从未见过的六师兄 曾情 就是丧命在日之城的刺杀下 而指使人刺杀你六师兄的人 是如今日之城的一位大人物 苏桓 心头一震 难怪 难怪老师面对日之城 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恨意 原来那位 号称黑灯堡史上最天才的御师 曾经最受老师喜爱的六师兄秦层 是死在日之城手中的 尽管苏桓从未见过这位六师兄 本身没有任何情感基础 但因为老师的恨意 也产生了一丝同仇敌忾之感 可老师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苏桓对日之城产生了浓郁的杀击 和你六师兄一同被刺杀的 还有曾情的妻子 以及他两个刚满周岁的子女 曾情的妻子被杀时 还怀有三个月身孕 你六师兄 曾情是在刘京城被刺杀的 而他的子女 是在黑灯堡 在我眼前被日之城的刺客刺杀的 他们都只是普通人 连御师都不是 他们被那头影刃魔暴割掉脑袋的惨状 如今还在我脑中回荡 尽管我感到时 击杀了那头行凶的影刃魔暴 但动手的御师 却已经逃之夭夭 背后的主使者 如今更是位居日之城高位 哪怕 为师身为烈日军团主 要对付他也有幸无力 周和的语气 有些深深的自责和无力 苏桓文言 尽管脸上依然不动声色 但心中已经燃起怒火 不管六师兄被杀因为什么原因 但或不及家人 是潜在规则 日之城却不顾规则 刺杀六师兄后 还不善罢甘休 甚至还迁怒六师兄的子女 潜入黑灯堡 残忍杀害了两个幼儿和孕妇 难怪老是动目 就连苏桓此时心头也是杀一声疼 同时 苏桓也明白了 为什么几位师兄师姐 对六师兄的事 三间其口 视若禁忌 第667章 苏桓的担忧 溃散的潮灾 最后 从老师的口中 苏桓也知道了 老师口中 那位指使刺客刺杀了六师兄曾情 以及曾情妻儿的那位 日之城大人物的身份 同时也知道了 六师兄被刺杀的原因 仇恨的种子 已经在苏桓心底生根发芽 六师兄之所以被杀 并惨遭妻儿被害的祸事 还要从六师兄当初在刘金城 搞出的一项引发轰动的研究成果 说起 六师兄当初在刘金城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被誉为最强天才研究员 一项项难以攻破的研究 在其手上得到成果 甚至惊动了刘金大师 想要收其为徒 不过六师兄却直接拒绝了 稀才的刘金大师 专门为六师兄组建了一个研究所 以六师兄的名字命名 曾情研究所 而曾情研究所成立后 研究出的第一个研究成果 就为六师兄埋下了祸根 这项成果的全名是 杨金人工合成 日之城是极为擅长火系育宠培育的势力 而日之城独有的特殊资源杨金 更是培育火系育宠的绝佳瑰宝 从恐怖种到噩梦种 都有着奇效 而且售价高昂 日之城对外宣称 这是一种出自日之城秘境的罕见资源 无比珍贵 直到刘金城 一个寂寂无名的曾情研究所 研究出人工合成出杨金 并成果公布 就是这项研究成果 损害了日之城的既得利益 因此六师兄惨遭杀害 而当时负责日之城阳金 相关销售链的人 就是那位如今身居高位的日之城大人物 和曾情一家一起被杀的 还有刘金城曾情研究所的所有研究员 以及所有掌握合成方法的人 其中就包括刘金大师的一名弟子 刘金大师这么多年都选择了西式宁人 而老师却毅然而然选择加入讨伐军 向日之城复仇 老师啊 老师 我怎么说你呢 苏桓从老师的书房走出来 看着满天璀璨的 星空 再为老师复仇的对象 如今在日之城的职务是牧日者 日之城所谓的牧日者 和讨伐军的总君主地位相当 就连老师的上级营眼 对上日之城的一位牧日者也讨不了好 更别说老师一个君主了 没看到刘金大师 一位超官 这么多年也只能选择西式宁人 打落了牙 往肚里咽 苏桓除开从老师嘴中得到有关六师兄的事情外 还知道了不少烈日军团的事情 烈日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和日之城作对的 不仅要狩猎日之城的武装 还要打击日之城的各种军事设施 对密地进行侵入攻抢 对日之城的大人物进行暗杀等等 苏桓有些担心 以老师的实力 这样下去 说不定就被日之城哪位腾出手来的大人物给收拾了 老师的自保能力 仅限于那只猎心龙猿 实在是弱了险 或许大多数桂冠大师 难以对付一头猎心龙猿 但任何一位新近的实力普通的缅冠大师 都能轻易击杀一头猎心龙猿 而日之城绝对不缺缅冠大师 而老师带回来的 那两名超冠层次的讨伐军高级干部 也不过都是贵冠大师层次 真遇到危险 恐怕对老师的帮助也是极其有限的 这次巢灾过后 暂时先不让老师返回讨伐军了 先让老师有些自保的实力再说 苏桓坐在家中别墅的地下室内 开始翻阅其海量的蜕变途径来 其中重点翻找的是 老师已有的几只育宠的蜕变途径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苏桓面无表情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一头猎心龙猿还不够 那再加上炎猎龙和阅历龙熊蜕变后的种族 应该就够了 苏桓将蜕变途径全都抄录在纸张上 准备天亮后交给老师 三或种的蜕变途径 哪怕苏桓想要凑齐也极为不易 恐怕只能靠老师自己去凑齐了 作为讨伐军的高层 老师的蜕变材料收集渠道 其实比自己更强了 讨伐军尽管并非要塞程系 但在亚山半岛地下世界的秘密组织中 堪称龙头 掌握着海量的黑石交易 甚至讨伐城 就是亚山半岛最大的黑石交易地 苏桓相信 以老师如今在讨伐军中的地位 一旦拥有蜕变途径 想要凑齐材料并非 蛮事 苏桓刚将最后一个字抄完 刺耳的警报声就开始响彻长空 苏桓赶紧将纸张收进玉印空间 盗唤寻宝地龙 带他穿墙离开地下室 飞向高空 如今所见 黑灯堡四周的潮灾 已经开始涌动 数量远超之前 其中潮灾中 依稀可见大量篡动的巨大 如山岳般的身影 那些身影 无疑不是噩梦种层次的潮灾造物 数量之多 数时近百 苏桓不由长吸了口气 看来黑灯堡真的引起了灾潮的注意 竟然触动这么多噩梦种袭击 还没等苏桓飞向四周的防线 一道道快如闪电的身影 已经先一步急事而出 那是老师带回来的烈日成干部 走吧徒儿 和我去南城 不知何时 周和已经站在苏桓身侧 缓缓出声道 苏桓微微点头 知道那些干部 都是得了老师吩咐前往协防的 自己还是远远低估了 潮灾覆灭黑灯堡的决心 哪怕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面对数量如此多的噩梦种 也很难保证黑灯堡不收到较大破坏 毕竟自己也就那几头欲宠 如果潮灾同时进攻四面城墙 自己也根本分身乏术 战斗在瞬间打响 枪炮声彻底响彻黎明前的黑夜 紧随枪炮声出动的 是烈日军团的干部 和他们的噩梦种欲宠 这些噩梦种欲宠单体实力 也要远超潮灾中的噩梦种造物 更别说数量上还要超出很多 几乎是一面倒的屠杀 当天空微凉 潮灾已经在距离城墙一公里外 被彻底杀退 只留下了堆积城山的尸体 苏桓根本还没来得及热身 知道不光是这次潮灾攻击 这次潮灾战争 几乎已经宣告能平安度过 近百位来自烈日军团的干部 对灰野荒原的现阶段的潮灾 几乎是降为打击 不过苏桓心头却又被担忧充斥 这次黑灯堡展现的实力越强 恐怕下一次 也就是第四次潮灾 灾潮对黑灯堡的重视也会越高 这些干部出现 是好是坏 真的很难说清 如果没有这些烈日军团的干部 苏桓一人守城 哪怕凭借几乎堪称噩梦种无敌的战斗潮兽 治愈能力变态的光暗集 最终能守住 但死伤也会很大 可有了这些干部的出手 黑灯堡展现的分明 是不属于黑灯堡本身的强大实力 下次潮灾到来前 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实力 恐怕下场会比这次潮灾还要惨 第668章 六种蜕变途径 让苏桓忧心重重 很久的第三次潮灾 在老师带来的烈日军团干部的协助下 轻而易举度过去 近百位至少四贯大师层次的烈日军团中级干部 以及多位高级干部 是整个灰野荒原总体实力的数倍 不光将潮灾打得节节败退 甚至还有杀入灾潮老潮的想法 最终让不少灾潮在潮灾还未满一个月 就通过诡异的方式撤离消失 黑灯堡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像样的破坏 除开四面黑灯兼壁 已经在一次次的潮灾冲击中残破不堪外 被黑灯兼壁保护下的建筑 几乎都完好无损 人员损失更是微乎其微 加上军队 御师 平民 这次潮灾中 伤亡的人数也未超过一千 而倒在黑灯堡城墙下的潮灾大军超过五百万 这种伤亡比几乎堪称奇迹 当然 苏环很清楚 这种奇迹是建立在外来力量的支柱下的 如果单靠黑灯堡的力量 恐怕伤亡要扩大数十倍 不止 苏环原本最乐观的预期 也是伤亡五万以上 甚至可能达到十万以上 哪怕苏环对自己的实力再也自信 也不会自大到 能够挡住数十上百万的潮灾大军 这种伤亡预期 是很客观的 而在老师的助力下 伤亡无限 缩小 甚至黑灯堡尚有余力 去协助别的聚集地进行潮灾防守 这些聚集地 在黑灯堡源源不断的 噩梦肿育宠的支援下 也保存了大量的人口和有生力量 而作为黑灯堡出动支援的代价 就是战后 这些聚集地都将与黑灯堡合并 作为黑灯堡附庸的势力存在 有着周和这位讨伐军君主坐镇 苏环这位红魔道场红魔星坐镇 以及大量的讨伐军干部坐镇 辉野荒原在数次潮灾中苦苦支撑 没有覆灭的聚集地 都同意了这个条件 最终 当潮灾结束后 黑灯堡派出代表 前往各个聚集地进行战后统计工作 发现 这次战后 所有聚集地所幸存下来的总人口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万 这还不算黑灯堡 那上百万总人口 潮灾结束后 老师周和已经第一时间带着 烈日军团的干部们 离开了黑灯堡 离开了灰野荒原 这当然不是周和归家兴切 毕竟周和的家就是黑灯堡 之所以这么着急走 纯粹是因为苏华二十多天前 交给他的几张 记载着蜕变途径的纸张 这几张纸张 一共记载了六条蜕变途径 分是月立龙熊蜕变进化为 即变灾祸种 魔月飞熊 炎猎龙蜕变进化为 即变灾祸种 异冤炎龙 黑醉巨兽蜕变为超级噩梦种 黑醉骨兽 冰阵龙狮蜕变为突变灾祸种 冰球狮龙 黑热魔男蜕变为顶级噩梦种 极热魔男 熔炎暴龙蜕变为顶级噩梦种 焚空暴龙 六条蜕变途径 分别涉及周和的六大主力玉宠 苏华至今想起老师拿到这几张纸时 那震惊的表情 依然有些好笑 这六种蜕变途径的价值 苏华自然是很清楚的 作为红魔道场的红魔星 苏华自然有足够的权限 了解红魔道场所掌握的蜕变途径 加上又从老师拿里得到不少 有关蜕变途径的情况 苏华对目前整个亚山半岛遇失见 蜕变途径终于有了清楚的认识 蜕变途径 在整个亚山半岛的大势力中 确实很常见 但一次就能跨越多个层次的蜕变 途径依然罕见 并且珍惜贵重 哪怕只是跨越一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都足以在排行会上拍出天价 毕竟一个蜕变途径 哪怕只是一个层次 但如果是恐怖种 乃至噩梦种的一个层次 依然能够作为一方势力的底蕴 存在 能够源源不断壮大势力的中层骨干 一个 两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比较常见 参与拍卖会拍卖的频率也最高 能够跨越三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就相对比较少见了 在拍卖会上出现拍卖 也都是天价 而且很少出现 至于能够跨越四个 五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已经是那些 拥有超贯作证的大势力的不传之秘了 至于能够跨越六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通常只掌握在 红魔道场这种拥有巨头级作证的势力中 至于能够跨越七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已经算是无价之宝 罕见到了极点 哪怕在红魔道场中 也仅仅只掌握了一种 而且属于不传之秘 只被红魔道场主掌握 红魔道场主也从未告诉任何 红魔道场的高层 通常都是像苏环一样 通过密钥的方式传授下去 通常能够跨越六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大都被掌握在 像亚山半岛七雄 这种层次的超级势力手中 据老师所说 讨伐军中就有多种 能够跨越六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当然 这种蜕变途径 都只对真正的核心高层开放 还必须要立下极大的功勋 而且开放的也只是成品密钥 不会开发具体的途径 当得知了这些情况后 苏环大大松了口气 就连超贯势力 都能掌握跨越五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自己所掌握的一些 蜕变途径对比起来 也不是那样显眼了 毕竟黑灯堡 有着超贯层次的老师坐镇 也算得上一个超贯势力了 而从老师的口中 苏环还得知了 为什么不少 势力都拥有着蜕变途径 但蜕变途径 却没有因此而盛行 而且似乎并未被真正重视的原因 没错 尽管蜕变途径很珍贵 但却远远未被重视 其原因就是 现阶段各大势力 所掌握的高层次蜕变途径 蜕变成功的概率低得惊人 哪怕将育宠培育到完全期 也很难成功 往往层次越高 蜕变成功率越低 像危险种 可能还能达到40%至75% 恐怖种 就只有达到10%至30%了 可到了噩梦种的成功率 往往已经不足5% 能达到10%的都是艺术了 而像苏环这种 几乎能达到90% 甚至100%成功率的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这也是老师周和震惊的真正原因 而且 目前阶段所掌握的蜕变途径 失败 往往意味着死亡 根本不是潜力受损这么简单 这就让很多强者 哪怕选择重新收服新的狱宠 也不像拼着5%至10%的概率 让自己的育宠 尝试薄命性质的蜕变 这也是蜕变途径未受重视的原因 也是 苏环这些年来 育宠每每大幅度蜕变 却很少有人往蜕变途径上想的原因 蜕变途径蜕变成功的概率 就决定了 它十分积累 哪怕苏环 接二连三获得成功 也都是被人当作赌徒 我成功了 在所有人看来 并不具备可复制性 这是当前时代欲试认知的局限 这也是苏环如今 对开放蜕变途径 不再畏畏缩缩的原因 只要自己不说 又没人进行详细尝试 谁能知道自己提供的 噩梦种蜕变途径 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 至于自己已经公开的 红灵兽 不过是危险种层次 哪怕达到100%的成功率 也不算惊世骇俗 E669章 考察千成新旨 千锋岭 爷丈锋 苏环曾经跟着老师 穿越灰野荒原四大决堤之一 千锋岭 所经历的第一座山峰 山腰上 一行十几人正乘骑着御处 走走停停 并没有任何赶路的迹象 反而更像是在浏览观光 实际上 这些人却是在考察 叠障风的地形地貌 为即将到来的千城 确定新城址 十几人 都是来自黑灯堡的研究员和御师 为首的 更是黑灯堡站备委员会的委员 苏环的老熟人 许克 许克 乘骑在梦魇地龙的背上 走在队伍最前面 已经成长末期的梦魇地龙 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强大的龙威 叠障风 曾经让苏环很头疼的叠阴旧 在梦魇地龙 几乎浓郁如实质的龙威下 全都老老实实地藏身在潮窝里 梦魇地龙 或许本身战斗力 只能在低级恐怖种中 位居上游 并不具备越级战斗的能力 但作为换戏 擅长精神操控 置换的顶级恐怖种 梦魇地龙 天生在对付低层次的狱虫中 就有着极大的优势 在刚刚攀登蝶杖风时 那些栖息在蝶杖风的霸主 蝶鹰旧 还试图对这只旋指小组 发动攻击 可在梦魇地龙的置换能力下 纷纷像下饺子一样 从空中坠落 当然 梦魇地龙尽管能够秒杀蝶鹰旧 但都只是击伤 并没有击伤任何一只蝶鹰旧 毕竟作为蝶杖风 以及附近几座山峰的霸主 蝶鹰旧族群中 还夹杂着净化种族 特级恐怖种蝶影魔旧 背后 甚至有着蝶影魔旧的净化种族 超级恐怖种 层次的蝶影魔旧领主 尽管以许克如今的实力 哪怕面对蝶影魔旧领主 也不虚 但能不招惹 自然不愿意招惹 就此不敢再骚扰宣旨小组 在这次潮灾 接近尾声 即将结束的时候 战备委员会就曾就千城一事 进行了数次会议 最终 以周和和苏桓为首的实权派 纷纷支持千城 黑灯堡位于平原之上 四面没有任何险阻 可守 三次潮灾中 都需要四面受敌 当然 以黑灯堡目前的城市规模 哪怕四面接敌 黑灯堡的已有力量 也足以防御 但问题是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 黑灯堡的城市规模 无疑会再次扩大 而且会是城被的扩张 灰野荒原幸存下来的聚集地 都已经就并入灰野荒原达成了一员 也就是说 黑灯堡将彻底接受 灰野荒原各大聚集地 最后幸存下来的一千万人口 再加上黑灯堡 原本就容纳的一百万出头的人口 最终人口数量将超过一千一百万 这种人口规模 毫无疑问 已经达到了一座要塞的标准 而黑灯堡原有的规模 容纳一百万人口 都已经是强行挤塞的 根本不可能在容纳下 任何多余的人口 而接收者一千万幸存者 也是必须做的 作缓很清楚 在未来更加残酷的战争中 保证人口基数有多重要 单靠单打独斗 是不可能挡得住海量的潮灾大军的 因此 黑灯堡的扩张 势在必行 既然要扩张 那原本黑灯堡的城市规划 就必须推翻重新来过 甚至整个黑灯堡都需要重建 当战备委员会的会议上 一名委员认为 既然要重建 干脆重新选址 更便于未来防御危险生物的冲击 最后是依靠有力地形修建 那样 就能够集中力量防御 不需要像现在一样 四面受敌 这个提议一出 立马引起了不少委员的赞同 最终 周和和苏桓一锤定音 定下了千成的事宜 那就是 派出选址小组 选择有力的地形 进行建成 同时 苏桓还提出了另一点要求 那就是 最好距离外界较近 便于灰野荒原和外界互通有无 距离外界较近的 那毫无疑问 就是四大绝地附近的区域 最近的自然就是四大绝地了 不过四大绝地中 能够选来建成的 其实就一个千锋岭 除开千锋岭外 赤龙火山谷气温极高 不利于普通人生存 甚至连农作物生长的环境 都无法保证 邪断渊 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一处深渊 而且危机四伏 异常凶险 至于云雾泽 则是水域失地地形 不适合建成 因此 比较起来 崇山峻岭的千锋岭 就成了最合适的一个 而且一山驻城 也便于抵御朝灾大军攻击 最终 千锋岭就成了 苏桓确定的千城地址 第一顺序 并派出了许克 带来选址小组 亲自赶赴千锋岭选址 千锋岭 是由无数崇山峻岭 组成的山脉 面积极为广阔 算起来 比整个惠夜荒原的总面积 也小不到哪去 其中超过五千米的高峰 就超过千座 甚至不乏万米高峰 至于上千米的 山峰更是不计其数 许克此行的首要目的 就是选择最合适的山峰 作为建成地址 千锋岭 尽管位列四大决地之一 但本身的危险程度 却并没有赤龙火山谷 和斜断渊高 大致和云雾泽相当 因为千锋岭和云雾泽 并没有灾祸种栖息 最强的 也不过只是超级噩梦种种族 这也是苏桓敢于选择这里 作为建成地址的原因 以他目前的实力 确实已经不惧超级噩梦种 甚至普通的突变灾祸种 苏桓也能够应对 在持续一个月的潮灾中 苏桓的战斗潮兽卫队计划 已经成功 所收服的战斗潮兽 已经达到十一头 尽管达到超级噩梦种层次的 战斗潮兽 只有一号一头 但以战斗潮兽的成长速度 加上自己的培育方式 其余十头 达到超级噩梦种层次 也只是时间问题 以战斗潮兽变态的实力 第一步是苏桓的对手 苏桓的计划便是 第一步选择驻城地址 第二步就是驱逐 或者收服附近的高危险族群 第三步就是驻城 第四步彻底打通城址位置 和灰野荒原的通道 以及和外界的通道 最后就是完成人口迁徙 因此苏桓预想的最好的地址 就是在千锋岭 靠近灰野荒原的一边进行选址 而他曾经翻越过的蝶杖峰 就是理想的新城地址之一 首先蝶杖峰七夕的族群 实力普遍不强 最强的蝶鹰就一族 也没有噩梦 种个体 而且蝶杖峰 还直接和灰野荒原毗邻 另外蝶杖峰占地极广 纵向延绵出去数百公里 且山势极为陡峭 同时又有六千多米高 完全可以衣衫 修住一座一手南宫的山城 许克带着选址小组的研究员 开始在蝶杖峰各处进行考察 并得出一条条可靠数据 准备上报上去 最终经过相关人员进行复核 确认 这座高峰是否能够作为新城地址 毕竟按照苏桓的计划 最终希望在这里建造一座 能够容纳数千万人口的 雄城 这种规模的城市 已经超出灰野荒原建成专家的能力范围 第670章 红魔道场建文几天后 当许克带着选址小组 回到黑灯堡 将这次得到的数据交给苏桓后 苏桓带着城堆的报告 连夜动身来到了响雷要塞城 借助西能堡树龙的能力 两三个小时 就跨越了极远的空间距离 来到了响雷要塞城外 苏桓收起了西能堡树龙 换成幻影变形龙 变成的恐怖种御宠 走进响雷要塞城 响雷要塞城的城门守卫 依然宽松 像是没有经历过战火一样 苏桓既然打算建筑一座 最终能够容纳数千万人口的巨城 自然需要参照 而响雷要塞城 无疑是苏桓最为熟悉的一座 能够容纳数千万人口的巨城 当然 响雷要塞城 同样是在平原修建的城市 并非伊山修建的山城 不过 这并不代表着响雷 要塞城的建成机构 没有相关的经验 响雷要塞城系 有不少伊山修建堡垒 甚至在六大要塞中 就有一座英朝要塞 是伊山修建的 修筑在一座 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高山上 苏桓在响雷要塞城中 找到了当年 参加了英朝要塞设计修筑的建造机构 巨灵神设计所 向他们提交了自己的委托 并将悬址小组 在叠帐峰得到的大量数据 交给他们 以黑灯堡的建造能力 需要快速修筑出一座大城 几乎是天方夜谭 苏桓自然准备将这项工作 交给专业人士 而拥有大量建造御师的 响雷要塞城建造机构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据苏桓所知 亚山半岛很多大型聚集地 也喜欢将委托交给这项专业人士 当然 想要快速修筑一座巨城 需要花费的资金也是海量的 所以 现在苏桓所要面临的事情之一 就是赚钱了 不过 具体需要多少资金 还需要 巨灵神设计所得出最后的结论 才知晓 苏桓走出设计所后 看着依然熙熙攘攘 繁华依旧的响雷要塞城 再联想起宝金战火的黑灯堡 不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现阶段的潮灾 对于响雷要塞城的威胁 几乎为零 那些出现在响雷要塞城附近的 潮灾大军 恐怕尚未来得及攻城 就被要塞城 下属的要塞 好嘞 基地是联合剿灭 根本无法攻击到这座巨城本土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毕竟这次潮灾的主要攻击对象 依然是那些荒野上零散的聚集地 对于要塞城系 这种人类文明 缺乏威胁 当然 响雷要塞城系 依然从连续三次出现的潮灾中 意识到了威胁 毕竟这三次潮灾的威力 是逐渐递增的 从恐怖重 到少量噩梦重 到大量噩梦重 这样递增 下去 下次 恐怕就会出现灾祸重了 底层平民 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但上层已经紧张起来 当苏环踏入红魔道场的 红魔大师活动区域 这种紧张的氛围 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尽管整个响雷要塞城 没有遭受任何潮灾的冲击 但下辖的要塞 堡垒 基地势 却都遭受了冲击 而红魔道场 作为一个大型的组织 在每个要塞 堡垒 甚至在一些繁华的基地势 都有分布 自然要派遣人手 去协助守卫分布的安全 显然 这些红魔大师中 有不少人都执行了类似的任务 原本 苏环作为红魔星 也是需要执行相关任务的 但苏环先一步 返回了灰野荒原 并且向熊维妮提前报备 加上熊维妮也清楚 苏环来自弱小的灰野 荒原一个聚集地 在潮灾袭击下脱不开身 这才通过权限 让苏环免受征调执行任务 对于熊维妮老师不动声色的帮助 苏环心底 还是隐隐感激的 不过由于熊维妮老师 此时已经临时离开响雷要塞城 苏环 也无法立即去见他一面 一群红魔大师 正在休息室内 讨论着这次潮灾 有人微微汗手示意 有人表现冷淡 但更多的 则是露出善意的笑容 苏环也抱以笑容 这次灾潮跟前两次一样 来的诡异 去的也诡异 实在是奇怪的很 不只是这点奇怪 研究员已经发现 三次灾潮 每次间隔都是一年半 持续时间是一个月 这才是更奇怪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三次灾潮的猎度 是一次递增的 按照那些研究员的推测 下次应该就会出现 灾祸种层次的灾潮了 真的假的 要真出现灾祸种层次的灾潮 那外边那些聚集地 不全部都得完蛋 我看是真的 听说 高层已经计划 开始大量并入那些聚集地 迁徙聚集地的人口了 苏环一边听着 一边心底却微微叹了口气 咋一听 响雷要塞程系 开始大量并入聚集地文明 看起来是好事 至少能让那些聚集地文明 再一次比一次残酷的潮灾中 得以保全一部分 但苏环清楚 这件事 其实根本就难以实施 最终的结果 也是失败的 响雷要塞程系的资源是有限的 整个要塞程系下的人口 就有数亿规模 如果聚集地被并入进来 自然就会分薄资源 因此肯定会被抵触和排斥 按照旧日龙点的记载 最终各个 被要塞程系合并的聚集地 下场都比较惨 刚开始 在潮灾猎度不高的时候 要塞程系 还会分出一部分资源 甚至在潮灾降临时 分出一部分力量 去协助防御 可当潮灾猎度 一次高过一次后 这些位于响雷要塞程系防御体系 最外围的聚集地 就是最先被放弃的 炮火 甚至不排除 这些高层最初在吸纳聚集地时 就有将聚集地文明视为炮火的打算 这也是苏桓宁愿带着黑灯宝 在灰野荒原独立建成 也不想加入 要塞程系的原因 哪怕他以红魔道场 红魔星的身份 带着黑灯宝 加入要塞程系 也不会改变黑灯宝未来的命运 这是大势所趋 不是他一个红魔星能够改变的 红魔道场 尽管在响雷要塞程系地位颇高 但却并非真正掌控话语权的存在 苏桓坐在休息室的角落 听了众红魔大师讨论了一番后 就独自离开 他这次来红魔道场 还有别的事情 第671章 密会线索没多久 苏桓便在红魔道场深处的 一间静修室内 找到了自己的四师姐木林 师爹 你从灰野荒原那穷嘎拉回来了 木林原本被人从冥想中吵醒 颇有些恼怒 但当看到是苏桓后 立马转怒为喜 回来了 苏桓也抱以笑容 对于木林口中说的 穷嘎拉直接无视了 在旁人看来 灰野荒原确实是亚山半岛 地图上都很难找到标注的穷嘎拉 苏桓已经习惯这种普遍的看法了 说吧 找师姐 我有什么事 你向来都是无视不登三宝殿 木林看着苏桓道 等待他的 下文 苏桓一脸无奈 拿出一枚极为绚丽夺目的 冰蓝色戒指递了过去 师姐 你这可错怪我了 当初不是答应过 送你一枚固定空间奇物吗 收着吧 苏桓似笑非笑地 看着面前表情错愕的四师姐 这枚戒指 是用制造冰梦神坠 剩下的一些边角料 打造而成的固定空间奇物 尽管只是边角料 但通过旧日龙典中的秘法 锻造出来的奇物戒指 固定空间也大的吓人 丝毫不比寂静手练的 所有固定空间面积 知何小 甚至还要大出不手 这种面积的固定空间奇物 哪怕在超贯大师所佩戴的奇物中 都属少见 在普通大师级里 更是极为罕见 当然 比起苏桓的冰梦神坠 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木灵错愕过后 毫不客气地接过戒指 精神力延伸进固定空间里一看 顿时发出一阵惊呼 双眼闪闪发光 脸上熠熠生辉 爱不释手地抓在手里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对着苏桓笑着道 小师弟 多谢了 不过 我知道你 肯定不是单纯来送我东西的 肯定是有事找我 说吧 什么事 木灵一副我很懂你的模样 看着苏桓道 苏桓 师姐说的哪里话 这是我早就答应你的 谢什么 不过 我确实想问问 师姐你知道亚山密会的事情吗 木灵文言先是一愣 而后眉头微皱 师弟 你想参加密会 苏桓点头承认 苏桓这次来红魔道场 确实有几个目的 其一 他的育虫 已经纷纷接近成熟期 甚至不少 已经步入成熟期 是时候考虑进一步画龙 他准备先在红魔道场 收藏灾祸种的层次奇物 材料的宝库中找一找 看有什么用得上的材料 噩梦种的材料 红魔道场自然不缺 但灾祸种层次的材料 就不好说了 毕竟整个 红魔道场驾驭灾祸种 育宠的超贯大师 也就寥寥几位罢了 苏桓已经预计 收获不会太好 不过 红魔道场缺乏 灾祸种层次的材料 但有一个地方却不缺 材料的交易场所 噩梦种 灾祸种 来至灾祸种层次的宝物 在密会中都不罕见 不过 亚山密会并非正经的组织 而是由亚山半岛 所有秘密组织 共同成立的地下交易所 最初是这些组织为了 销赃而成立的地下黑市 可随着密会规模的扩大 密会的层次也越来越高 到今天 已经从最初的超级黑市 到了现在的高层次资源交易所 不是每个人 想进都能进的 这就是苏桓来 红魔道场的第二个目的 向四师姐打听密会的线索 四师姐出身的家族 是想了要塞城 一个黑市背后的掌控势力之一 对三教九流的情报的获悉途径 自然远超旁人 木林有些郑重道 那地方 我确实知道一些情况 不过 我不得不提醒师弟你一句 那地方 相当危险 杀人越货 都是家常便饭 哪怕你有超级噩梦种 也很难保证安全 苏桓诚恳道 师姐 我知道 那地方很凶险 但是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苏桓的打算就是先通过各个途径 收集狱宠们进一步蜕变画龙的材料 最后收集不到的 就借助寻宝地龙的寻宝能力 自己去获取 而赫然成了高级材料 集散地的亚山秘会 自然是苏桓不得不去的地方 获取噩梦种狱宠蜕变的材料 依托红魔道场 他还有凑齐的 信心 可灾祸种蜕变的材料 苏桓实在是没有信心了 因为其中 甚至涉及灾祸种 育宠的某些身体部件和材料 好吧 莫林的表情有些无奈 只能说出自己知道的线索 亚山秘会 位于亚湖海之上的一处岛屿 具体位置 我会发到你的通讯器上 想要参加秘会 首先不要得到三位 有参会资格者的担保 达到三枚幸福 我家族 正好就有一个参会资格 我可以求爷爷为你提供一枚幸福 其余两枚 就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了 苏桓神情一喜 不过 吉儿又问道 师姐 你知道还有谁有资格 发放幸福吗 莫林解释道 师弟 要知道 亚山秘会说白了 就是一个被秘密组织把控的超级黑市 而秘密组织向来仇视 我们七大要塞城系 因此我们 要塞城系的势力去参会 都是小心翼翼隐藏身份的 不过由于 秘会里出现的好东西 实在太多 很多东西 都是那些跨地区的秘密组织 从亚山半岛意外 别的地区运过来销赃的 所以七大要塞城系的势力 又不得不去淘宝 就连我们红魔道场 如有人常驻密绘淘宝 如果你有需要的东西 完全可以通过我们 红魔道场的密绘采购人员 代为采购 莫林刚说完 苏桓不假思索地摇头拒绝 算了 师姐 我还是想自己去 他要采购的高级材料太多 都和蜕变有关 实在 不想假于人手 那好吧 我们红魔道场 拥有资格的专门采购者 常驻在密绘中 自然无法给你发放幸福 不过 我恰好知道 不少有资格参会的人 这些人的 信息我会和密绘地址 一起发给你 能不能让他们发放幸福 只能靠你自己了 莫林看劝不住苏桓 只能答应 这样就够了 多谢师姐帮忙了 苏桓脸上露出笑容 可当苏桓拿到了师姐提供的 由密绘参会资格的名单后 又开始面露难色起来 第672章 亚山半岛培育师大赛 在名单里 红魔道场 就有三个人 拥有参会资格 其中并没有老师熊威妮 却有熊威妮的老对头 也是上次被苏桓收拾的 雷福的老师 米娜 而另一个人 则是道场主 或许还有别的人 有参会资格 但由于作为 要塞成系的参会者 红魔道场人员的 参会身份 都是隐藏的 因此 不为牧林所知 最后一个 自然就是 常驻在密绘的 那名神秘的采购者 这三个人 苏桓算是 都指望不上了 米娜肯定 不会帮自己 对头的弟子 采购者 常住在密绘中 自己却连 进入密绘的资格 都没有 至于道场主 常年神龙剑 守不见尾 更是指望不上 不过还好 至少四师姐家里 就有一枚幸福 其实 幸福并不珍贵 每名有参会 资格者 一年就能发放 一枚幸福 难就难在 凑齐幸福上 在牧林师姐的名单里 还有十几个 拥有参会资格者 不过这些人 苏桓根本一个 都不认识 想要拿到 担保幸福也不算一事 最后 苏桓打算从师姐的 提供的另一条路子下手 那就是从黑市上 直接拍卖幸福 没错 幸福是可以拍卖的 密绘 才不会管你是谁 只认幸福 这相当于是凭证 一些拥有参会资格者 就由此开发出了 拍卖一年 能够提供一次的 幸福发财的路子 每一段时间 蒋雷要塞城的黑市上 都会出现 密绘幸福的拍卖 往往都能拍出 不菲的价格 苏桓就打算 先从这上面入手 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能够花钱解决的事情 自然不愿意去求人 而且求人 往往也不现实 毕竟幸福 本身就能参与拍卖 那些有资格 发放幸福的人 为什么不去拍卖 反而给自己 除非是像 木林师姐这种 和自己关系匪浅的 所以 最终想要从那些 资格者手上 拿到幸福 还是要通过利益交换 那还不如直接 从黑市上下手 来得实在 当即 苏桓便将 收集黑市上幸福 拍卖情报的事情 交给了天运公司 负责为苏桓 收集各类材料线索的 采购办公室 天运公司的采购办公室 是专门对苏桓负责 为苏桓服务的一个部门 随着天运公司的 规模扩大 人员增多 苏桓为了对一些 特殊材料的采购 进行保密 专门成立的一个部门 这个采购办公室的人员 不算多 不过七八十人 但全部由浴师组成 而且都有参加 想了要塞城乃至别的要塞 保累黑市的资格 工作就是为苏桓 调查各种材料的线索 或者直接参与收购 材料 往往 想了要塞城周围黑市 或者正规拍卖会上 有什么苏桓需要的材料 资源拍卖 苏桓都能第一时间 受到风吹草动 采购办公室的成果 也是斐然的 苏桓各个 育虫所需的 蜕变化龙材料 已经收集了几样 尽管数量不多 但以采购办公室这些实力 都不过御图级的雇员的能力 能够收集到 灾祸种层次的奇物 材料 已经算是难能可贵 让苏桓很满意了 除开已经收集到的材料外 蜕变材料的线索 也已经收集到了不少 不过那些材料的获取 只能靠苏桓亲自出马 这些雇员实力和能力有限 是万万难以弄到手的 苏桓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的线索 将材料真正弄到手 离开鸿魔道场后 苏桓便回到自己的住处 在一堆纸质的情报中 翻看采购办公室的雇员 千辛万苦收集到的 各种材料线索 其中一些材料的线索 更是让苏桓心情颇为激动 不说别的 就是 严须龙进一步蜕变的材料线索 就收集到了好几样 严须龙的蜕变途径 一共有五条 苏桓选的 就是第五条 严须龙画龙 起舞 严须龙加绝望龙绝望气息 加龟虚精加肺虚 浮血50毫升 加轮肺魔心 和加伪龙龙心 加伪龙龙血 精华5000毫升 加龟虚之地 画龙一世 等于废须龙 废须龙是严须龙 跨越七个层次进化的 超级噩梦种 尽管名字俗不可耐 但完美继承了严须龙 能够越级战斗的天赋 苏桓估计 一头成熟期的废须龙 恐怕不会比老师 初始形态的猎心龙猿弱 不过严须龙的蜕变材料 也让苏桓有些无奈 严须龙蜕变所需的材料 绝对不逊色于 一只噩梦种 蜕变到灾祸种的材料的珍惜 难得程度 特别是绝望龙的绝望气息 什么是绝望龙的绝望 气息 绝望龙是一种 极为强大罕见的龙类 层次高达灾难种层次 以散播绝望和恐惧著称 而它毁灭一个地方时 会留下一部分 经久不散的特殊气息 任何 生灵被这些气息接触 都会变得绝望 疯狂 这就是绝望气息 这种东西 别人避都避不及 怎么会采集来当材料 甚至大庭广众拍卖 所以难得程度毫无疑问 是几样材料伪劣第一的 至于龟须精 则和龟须石一样 产自龟须之地 自己倒是可以尝试 从黑须城获取 废须浮血也是一种 极为特殊的材料 十分少见 闻丧膜和尾龙一样 都是灾祸种层次的危险生物 它们的心核和心脏 无疑相当于要击杀才能获取 倒是尾龙龙血比较好得到 采购办公室 就已经凑够到 足够的5000毫升尾龙龙血精华 苏环将一朵材料一一翻越 最后手指在一页材料中停留 不再翻动 这页材料上写着 亚山半岛青年培育师大赛召开 响雷药赛道场联盟 受邀参赛 奖了要赛道场联盟组建参赛队伍 重金悬赏青年培育师参赛 道场联盟理事之一的猎龙道场 拿出了一颗尾龙心脏悬赏 亚山半岛培育师大赛 缩缓缓缓 开口 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 对于这个大赛 它早有耳闻 只允许30岁以下的青年培育师参赛 和青年御师大赛 青年冠军大师赛 并成为亚山半岛三大青年赛事 由七大要赛成细举办 规模极为盛大 奖励无比丰厚 甚至不少秘密组织的青年高手 都隐藏身份参赛 青年御师大赛和青年冠军大赛 抵得都是御宠战斗 苏桓这点实力参赛 并没有多少胜出的可能 但培育师大赛 虽然不是培育师 但却能伪装成培育师啊 苏桓脑海中浮现出海量的培育配方 此料 忽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 论培育宠 谁能比我强 苏桓心中暗乐 第673章 注册培育家 上 响雷要赛成系的道场联盟 一共有九大常务理事 红魔道场就是常务理事之一 每位常务理事 都是至少有一位巨头 坐镇的超级道场 集合九大超级道场的道场联盟 影响力在整个响雷要赛成 都算得上举足轻重 连最高执政会 都无法忽视道场联盟的分量 尽管道场联盟 以培养御师著称 并不以培养培育师建长 但以道场联盟的影响力和地位 青年培育师大赛 这种规模的比赛 自然也会受到邀请 响雷要赛成系道场联盟 是作为一个整体参赛的 而面对青年培育师大赛 道场联盟也是极为重视的 培育师大赛四年一届 每一届都极为盛大 道场联盟为了参赛 甚至专门组建了一个参赛委员会 而这次委员会的牵头者 正是猎龙道场 委员会也驻扎在猎龙道场 猎龙道场的总场馆 同样也在响雷要赛城中 当苏桓来到位于 城北火龙山的猎龙道场 找到参赛委员会 准备表明身份参赛后 却被告知 自己没有参赛资格 这让苏桓一枪热火 顿时被熄灭了 不守 原来想要参赛 还必须要拿到响雷要赛 城系培育师协会的 培育家的资格认证 能够代表道场联盟 参加培育师大赛的人数有限 自然不可能随便 一个人都能参加 而培育家就是一个门槛 培育师协会 将培育师严格划分为 不同层次 危险种对应的初级培育师 中级培育师 恐怖种对应的高级培育师 培育家 噩梦种对应的培育专家 乃至在此之上的培育大师 培育家代表着 对育宠培育有些突出的研究 不光光对危险种 普通恐怖种层次育宠的研究 十分突出 甚至对高位恐怖种 乃至接近噩梦种层次的育宠 也必须有着过人的研究成果 绝对不是那么好达成的 每一位培育家 都能够根据一位准大师 及培育师育宠的类型 制定出不俗的培育方案 以及培育配方 将育宠的成长速度大幅度提升 任何一个大势力 都不会放弃 对一位培育家的招揽 而苏桓连培育师的资格认证 都没通过 所幸的是 苏桓作为一位七冠大师 触及到高级培育师的认证 则不需要一一去通过 只需要直接从培育家的资格 开始认证即可 培育家的资格认证 主要侧重于 对高位恐怖种 和接近噩梦种的育宠的培育 除开对常识性的 培育知识的考核外 还会考核对不同育宠培育的创造性 也就是针对任何育宠的种系 特性 种族 能计都能制定出 最合适的培育方案 而不是墨守成规 只对一些常识性的知识 掌握 这两个条件 其实苏桓一个都不满足 首先是 作为一个培育家 需要掌握的海量通识性的知识 哪怕苏桓作为七冠大师 记忆力已经远超常人 但那海量的知识 哪怕大师 没有几个月时间 也很难全部记忆下来 并随时运用 再说育宠培育上的创造性 苏桓自然也不具备 所谓创造性 是建立在大量底层知识的积累上的 苏桓的培育知识 其实大都集中于自己的育宠上 对别的育宠的培育了解不多 不过这并不妨碍苏桓 对拿下资格认证 具有十足的信心 脑海中就是龙点的海量知识 几乎囊括培育师协会 考核涉及到的一切 尽管考核中 无法携带任何存储设备 甚至连育宠都不能带进考场 但这些知识 是根植在苏桓脑域中的 自然不会受限 而任何知识 苏桓只要念头一动 就像是在数据库中 索引数据一样 能够得到相关的知识 如此一来 通过考核不过轻而易举 苏桓当即在通讯器上 提交了培育家考核的申请 苏桓作为期贯大师 申请自然会被列入第一优先级 很快便收到了申请通过的回训 申请通过后 苏桓当即预约了考核时间 时间就定在了下午 下午苏桓来到位于 响雷要塞城核心城区的 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中 这一大片 赫然像是一座小城的建筑群 都属于响雷要塞城系培育师协会总部 而培育师协会在整个 响雷要塞城系的地位 甚至还要在道场联盟之上 毕竟 掌握培育育宠的奥秘的人 自然本身的育宠实力就不会弱 培育师协会的超贯大师 几乎是个大组织中最多的之一 仅次于育师协会 这片庞大建筑群 包括了大量培育育宠的特殊区域 只有一小部分区域 是用来接待外来人员的 苏桓走进培育师协会的接待大厅 出示了证明后 立马便有专人过来 引领他去参加考核 作为七贯大师 几乎相当于超贯之下最强御师的他 哪怕在高手如云的 响雷要塞城也算得上高手 很快 苏桓便来到了考核区域 两名考官带着各自的监考育宠 正坐在考场中等候苏桓 当苏桓走进考场后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 苏桓并没有感到奇怪 而是坐在两名考官面前的座位上等待开考 原本按照培育师协会的培育家考核的规定 每个月的1号 10号 20号各有一次考试 而苏桓算是特别深情的考试 因此只有他一个人 两名考官中的艺人走上前 检查了一番苏桓的身份信息后 便宣布考试开始 后后一叠考卷 被另一名考官摆在苏桓面前 这叠考卷便是通识类的考试题 一共17张考卷 考试时长12个小时 什么时候考完交卷 苏桓什么时候就可以离场 17张考卷 数百道考题 如果苏桓想要通过自己背诵通识类知识 不知道要背多久 不过苏桓考的 可不是自己脑海中的那点知识储备 苏桓拿起笔 几乎没有停顿 刷刷刷刷 开始答题 动作行云流水 每当看到一道考题 脑海中的旧日龙点 自然而然浮现出相应的知识点 苏桓直接摘选一段抄上去就算完事 尽管其中不少知识 旧日龙点都远远超出这个时代 但旧日龙点同样存储有旧时代的知识 苏桓自然不会选那些经过时代革新的知识 专门抄那些老旧的 适合答题的旧时代的内容 10个小时的考试时长 苏桓四五个小时就成功交卷 改卷的是机器 很快便得出结果 苏桓成绩通过 一个上午就顺利拿下了培育家通识类的考试 下午则适合比试完全不同的实战培育类的考核 第674章 注册培育家 下 下午的实战培育类的考核 是在一间宽大的考场内举办的 考场内除开一个主考席 一大片空旷的空间外 还有一个放置了大量仪器的区域 苏桓清楚 那些仪器都是一会儿的实战培育 他要用到的 主考席的考官一共有八位 最终考试成绩将由四位考官共同给出 苏桓走进考场时 四位考官都已经列席 就坐 在苏桓的赶之内 能够大致感应到几名考官的实力 都在大师级以上 不过应该都没有自己强 坐在考官席中央的主考官 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 当他宣布考试开始后 考场侧面的涌道闸门被打开 一头体型粗大雄壮 像一辆大型装甲车一样的钢甲锡 跟在一名青年浴师的后面 走进了考场 这是一头先天有些孱弱的钢甲锡 他对于钢系能力的掌握并不强 一道考题就是 如何让对钢系天赋不强的钢甲锡 迅速掌握种族能击中钢甲 你可以通过你面前桌面的显示屏 输入你需要的培育材料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送来 不过要注意 可供选择的只有常见的材料 一些罕见的材料是没有的 这一点苏环很清楚 材料的限制 只在考察培育家在固定材料的限制内 能发挥出的创造性 另外 这些育宠都是协会内部饲养的 如果你的培育方法确实有效 那这些材料是不收取费用的 如果无效 需要你自己补偿费用 苏环文言微微点头 是以自己知道了 当假西吗 苏环在这头体型庞大 但其实才不过成长初期的大家伙 走进考场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搜索起 他相关的培育信息来 这只是一种高级恐怖种 种族也比较常见 能够借用的培育模板很多 在培育家考核中 算是难度比较低的 育宠 听到自己的考题 是让其快速掌握中钢甲后 相关的知识已经浮现 不过苏环却一时没有动作 因为他还需要从中选择 符合当前时代培育通时的 老旧培育方法 很快 这是一种基于用类似锤炼的方式 强健钢甲锡的体魄和防御 以加快对方对重钢甲能剂理解的手段 涉及的材料也是比较常见的 通常培育钢系和瘦系结合的育宠 经常用到的 很快 苏环要的材料已经到齐 苏环开始处理起各种材料 来 手法十分娴熟 尽管他没有真正培育家的能力 但在配置培育食物和培育秘方方面 苏环还是有信心的 褪变密钥的配置可比这些难多了 没多久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苏环熬练出了一大锅像是铁水的液体 在苏环示意自己已经配置完毕后 很快有工作人员接取了小部分液体 承到了主考席 主考席的考官 全都是培育专家 按照培育师协会的考核标准 培育专家考核培育家 培育大师考核培育专家 这些培育专家的经验无比丰富 通过感知就能察觉到 这些液体里蕴含着澎湃的钢系能量 经过简单的辨识 确认液体无毒无害后 大明带着钢甲锡的浴湿 开始喂食钢甲锡这些液体 钢甲锡一开始还很抗拒 但当伸出大舌头舔了一口银色液体后 顿时变得十分激动 大口大口吞食起来 像是在品尝什么难得的真羞美味一样 很快 整整一大锅银色液体都被钢甲锡吃光 钢甲锡依然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钢甲锡刚刚吃完苏桓配置出来的培育食物 按照苏桓的要求 两只力量型的辅助培育的育宠也已经登场 培育考核可不光光考核 根据材料配置培育食物 还包括后续的培育训练 苏桓配置的培育食物 是一种辅助锤炼身体特殊配方 这两头登场的赤背膜臂源 就是来辅助锻炼的 赤背膜臂源一上场 就抡起拳头猛砸钢甲锡 赤背膜臂源脸盆大的拳头 像是机关枪子弹一样 不断砸在钢甲锡的身上 打怕钢甲锡身披厚厚的银白钢甲 赤背膜臂源的攻击无法破防 可拳头蕴含的力量 也将钢甲锡震得惨叫不断 毕竟 它只是一头成长初期的钢甲锡 甚至连种族能剂都没有掌握 拳 比如侧重抵御的重钢甲能剂 它就没有掌握 随着赤背膜臂源的拳头不断砸落 主考核上的白发主考官 忽然发出一声轻一声 只见 钢甲锡身上银色的钢甲表面 竟然开始焕发出暗银色光泽 可以停了 主考官开口道 赤背膜臂源被协助考核的御师制止住 别的考官也发现了 钢甲锡表面的暗银色光芒 这显然是钢锡能量高度凝聚的表象 尽管还没有凝聚出重钢甲的程度 但已经能够表明培育卓有成效 诸位 看来这道题不需要再留待观察了 直接打分吧 随着白发主考官开口 赤背膜表上打分 尽管这道题的难度不高 但这么快就能够体现出培育的效果 让考官能够肉眼可见地看到结果打分 就足以让人感到吃惊了 培育家的地位 绝对不下于大师及御师 自然不是一场考试就能完成认证的 需要十分客观完善的数据 平常的考核 每道题想要得出结论 最终打分 至少也要大半天时间 实战考核一共是十道题 由于必须显现出培育的具体效果 因此考试自然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 大多数的培育方法 效果想要彻底表现出来都很慢 按照惯例 通常是七至十天才能完成考试 像苏桓这种立竿见影的培育方法 不算罕见 但也绝对不多 如果每道题苏桓都能以这种速度完成 恐怕一天就能完成十道题考核 苏桓从他们的表情中 就能猜出自己这道题的分数不会低 很快打分结束 昂甲熙和赤背膜碑园都被带了下去 苏桓也开始应对第二题 第二题的育宠是一只特级恐怖种 按照惯例 难度会从高级 特级 隐级 超级恐怖种这样一直上升上去 分别是高级恐怖种 育宠的培育实战一题 算是送分比较简单的 特级恐怖种三体 隐级恐怖种三体 超级恐怖种三体 每道题分数的占比也不同 也是一次递增 第一题比重最小 第十题比重最大 原本苏桓是有信心一天内完成考核的 旧日龙点的培育方法 向来以立竿见影著称 不过为了避免太过精识害俗 他还是留了一手 足足四天才完成了考核 特别是 最后三只超级恐怖种的培育题 苏桓将培育配方 生生缩减了大半功效 添加了很多当前时代培育的主流元素 并且自己魔改简化了培育训练 让培育效果大打折扣 最终三只超级恐怖种的培育题完成 就花了两天的时间 当最后一道题 超级恐怖种鬼面猎石珠的厌食暴躁症 被苏桓解决后 十道题终于全部答完 苏桓也以绝对优异 但不算太过妖孽的成绩 顺利通过了考核 拿到了培育家头衔 第675章 苏桓的思考拿到培育家资格认证后 苏桓的培育家信息 就被上传到了数据库 苏桓随时都能查到自己的培育家信息 另外还拿到了一本证书 和一张能够随时进出培育师协会总部 以及各大分部的培育家身份卡 培育家编号S9277Z452 这个编号是唯一的 也象征着苏桓的培育家身份 走出培育家协会后 苏桓依然还在回味刚刚考核的过程 比如最后一题 毁灭烈石柱的厌尸暴躁症 倒数第三题 月影刺蛇的悲伤心情等等 尽管凭借旧日龙点 苏桓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了一道道疑难 但却让苏桓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这次培育家考核 不少似乎都是有关解决 育宠心理问题的考验 而自己除开培育训练育宠外 似乎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关心过育宠的心情 自己在照顾育宠上 是不是不算很称职 苏桓内心发问 虽说 育宠们都很让他省心 每一只育宠 几乎都无条件 完成他下达的培育任务 战斗时 也是竭尽全力 但每一只育宠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都有自己的情绪和性格 而扪心自问 自己似乎对育宠们的关心太少 甚至对每一只育宠的性格和喜好 了解的都不多 育宠并不是工具 他们更是自己 最忠诚可靠的朋友和伙伴 是时候花更多的时间 了解一下 每只育宠各自的喜好和性格 苏桓暗暗下定决心 从知道潮灾以来 苏桓的心情 一直都是十分沉重而压抑的 因为他很清楚 人类未来面临的是什么 他这种情绪 也一直影响着每只育宠 不过苏桓 却忽然间迷雾 自己的这种心情 或者说情绪 不应该传递给育宠们 他们不光要竭尽全力地 为自己而战 哪怕没有战斗 也要进行繁重的培育训练 苏桓想让他们战斗和训练之余 过得快乐和开心险 潮灾的破坏力一次比一次大 说实话 就连苏桓都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一次次的潮灾中抵御下去 说句不好听的 他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在愈演愈烈的潮灾 一直活下去 而他的狱宠同样如此 希望大家都能过得快乐险 苏桓喃喃自语 回到自己的别墅后 苏桓将狱宠们都召唤出来 不过由于狱宠的体型越来越大 向炎虚龙 星红暴龙兄弟 王沟雄军 潮汐海龙 这种体型太过巨大的 依然只能待在在寓印空间 西能宝树龙 此时正匍匐在院子的一棵大树下 西能宝树龙背上的树 几乎和这棵大树登高 幻影变形龙和幽影暗面熊 一起躲在墙角的阴影下 不过别墅的阴影 根本遮挡不住幻影变形龙 和幽影暗面熊的体型 寻宝地龙 依然趴在苏桓的肩膀上打盹 冰霜龙女和光暗地基 坐在别墅外的长椅上 老有兴趣地看着苏桓 风雷降噬龙 爬在别墅顶上 弹成一圈 浑身的风雷收敛 但气息依然害人 冰神狼和荣江元伙计俩 在一群气息强大的前辈面前 瑟瑟发抖 只能躲在角落里 这次 我把大伙召唤出来 是想在响雷要塞城 买一处庄园 以给大家提供 更好的居住环境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苏桓对着众育宠问道 没错 苏桓又打算换房子了 这座他刚买没多久的房子 此时也显得有些小了 连延虚龙 金红暴龙 这些体型大的育宠 甚至都只能待在 育婴空间中 不能放出来活动 育婴空间内 尽管充斥着增益能量 而且空间也很宽敞 但作为一件 奇物提供的特殊空间 和现实空间相比 育婴空间 对育宠而言 还是显得很压抑 有的育宠 能够适应育婴空间的环境 而有的育宠 则会很反感 苏桓 你又要换房子了 光暗地基微微张嘴 并没有发出声音 但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却在苏桓心底响起 苏桓并没有感到奇怪 知道这是光暗地基 直接作用在心灵之上的声音 而非自己发出的 尽管作为类人型育宠 但光暗地基 依然不会说话 哪怕说话 也只是发出毫无意义的音节 但自己却能够通过心灵沟通 直接听到光暗地基新的声音 是啊 苏桓点头 那我这次想要一个私人电影院 光暗地基眼中 意义发光 充满期许 苏桓文言 微微有些错愕 一直想要私人 电影院的光暗地基 怎么感觉有些 不太正经 不过当苏桓联想到光暗地基 在蜕变前 作为光暗基形态时 似乎本就对看电视很感兴趣 不过在蜕变成光暗地基后 终日不是忙着训练 就是战斗 这项爱好 也渐渐被苏桓忽视了 苏桓看着满脸期许的光暗 地基笑着沉默道 没问题 我会专门让人建一个 最大最豪华的私人影院给你 并且提供所有影片 光暗地基文言脸上洋溢着笑容 身体一动 卷起像是黑暗长裙一样的下半身 来到苏桓进前 伸出白皙修长的双臂 又将苏桓环抱了起来 带着苏桓在半空中打了个转 当作行云流水 苏桓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来到了半空中 让她吓了一跳 别的狱宠看着这一幕 都是满眼的笑意 看着大姐投光暗地基和苏桓玩闹 不但不阻挠 反而纷纷变得有些跃跃欲试 没多久 光暗地基便飞了下来 苏桓也终于重新脚踩地面 光暗地基想要一个私人影院 你们呢 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说 苏桓脸上带着笑意问道 她一点也没想到 一个私人影院的小小沉默 竟然让性格一向内向的 光暗地基 变得这么兴奋 第二个开口的是冰霜龙女 一个冰冷 却对苏桓显得有些亲切的声音 在苏桓心底响起 苏桓 我想要一个 像是故乡的湖泊一样的小湖心岛 我想将湖面 冰封 住在湖心岛上 这个是冰霜龙女的要求和期许 让苏桓想到了 第一次见冰霜龙女时 大座位于沼泽深处的湖心岛 不由有些感慨 没问题 我会让人 修建一座人工湖泊 和人工岛 那以后有机会了 我会专门找一座 自然形成的湖心岛 让你成为那座岛的主人 苏桓 看着冰霜龙女 一脸郑重的沉默 还有呢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苏桓看着别的狱虫 眼中带着鼓励问道 第676章 大家的心愿很多 苏桓就收集到了大家的心愿 以及对接下来的家的建议 幽影暗面熊 想要在新家种一棵阴影系的奇术 黑铜怪树 黑铜怪树能够吸收 自然界游离的阴影能量 并且储存在体内 而能够阴影化的育虫 则能够栖息在黑铜怪树中 并且获得树中阴影能量的增益 当然 这种增益只限于恐怖种 对于噩梦种已经作用寥寥 而黑铜怪树 对于已经成熟期的幽影暗面熊 更是几乎没有任何用处 但黑铜怪树 天生就对幽影暗面熊 这种阴影系的种族 有偌大的吸引力 自从上次在红魔道场的树林里 看到过一片有阴影系 种族栖息的黑铜怪树后 幽影暗面熊 就对黑铜怪树 念念不忘 对于幽影暗面熊 这个微不足道的心愿 苏桓自然答应 选好新家后 直接从红魔道场的黑铜怪树林 移植一科过来 就是了 星红暴龙兄弟的心愿 更是让苏桓出乎意料 两头天生性格暴躁 极其好战的星红暴龙的心愿 异地战垂的心愿 竟然是栽培 没错 就是栽种花草树木的那个栽培 而哥哥雪斧的心愿 竟然是飞翔 没错 作为一头地地道道的 陆地类暴龙种 雪斧 却有一颗飞向天空的心 而且这颗心不光坚定 且虔诚 这一点 从雪斧在先天种族能济中 掌握得最好的 竟然是速度济雪氏就能看出来 目前 雪斧掌握程度最好的开化能力 就是雪氏 能济的五级开化能力 雪沙 冲云意 冲云意 是一种幻化出 像是双翼的血色气浪 让雪斧能够飞越冲刺 并且能够短暂滑行的能力 噩梦种层次的 能济开化出的能力 增幅远远小于 危险种和恐怖种 能济开化 更多是对能济技巧的延伸 而飞向以往的危险计 恐怖计一样 是对威能的巨大提升 哪怕冲云意 作为五级开化能力 也不一定 比雪氏的某些 一级开化能力强多少 冲云意 其实就是一种 大幅度提升冲刺 飞越能力的开化能力 很少有星红暴龙 能够开化出这种能力 难怪能开化出 冲云意 说不定雪斧是真的想飞行 对于雪斧这个奇葩的能力 苏桓暂时无法满足 不过心中却暗暗记了下来 打算在雪斧 接下来的进化蜕变中 为雪斧选择 兼具飞行能力的进化目标 当初 他在收服雪斧战锤两兄弟时 原本的打算 也是想让两兄弟 朝两个方向发展进化 自然乐得如此 对于战斗风格十分凶残 动不动就碎炉爆头 粉身碎骨的战锤 有栽培花花草草这个爱好 苏桓自然也愿意支持 一想到一头 几乎和几层别墅登高的庞大 星红暴龙 小心翼翼栽培花花草草的场景 苏桓就有些想笑 潮汐海龙的心愿 就更简单和朴实了 作为水生育宠 潮汐海龙 尽管也能够适应陆地的生活 但根治于基因血脉里的因子 就拥有着对海洋和水的渴望 潮汐海龙唯一的心愿 就是在今后的家里 能够又一片让他栖息畅游的水域 对于这个要求 苏桓自然满足 想要本来体型 就庞大的潮汐海龙畅游 可能做不到 但让其能够栖息的水域 苏桓还是有把握做到的 无非就是将冰霜龙女的人工湖 扩大些面积嘛 冰面上归冰霜龙女 冰面下就让潮汐海龙栖息就行了 和潮汐海龙比起来 王沟雄军的愿望 就显得有些怪异了 当然 这种怪异是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 如果是以王沟雄军 或者任何死亡细域虫的眼光来看 就显得很正常了 王沟雄军 想要住在充满王者气息的环境里 而最常见的充满王者气息的环境 就是坟地墓园了 苏桓对于住在一片坟地里 不太能接受 于是拒绝了王沟雄军 这个古怪的愿望 风雷将士龙 想要一处修建在高处的独立龙巢 这个请求也在情理之中 苏桓也答应了下来 并且对接下来找住处 多加了一个要求 最好位于高处 或者山上 方便修住一座风雷将士龙气息的龙巢 作为强大的龙族 修建龙巢 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愿望 幻影变形龙的愿望 就更简单了 想要学会变形成更强大 更罕见的育宠 苏桓打算多找些符合要求的育宠 让幻影变形龙来模仿学习 延续龙已经成长到种族极限 此时唯一的心愿就是 蜕变进化 更进一步 重新拿回最强主力的头衔 延续龙说完心愿后 楚开还在呼呼大睡的寻宝帝龙外 就只剩下丁神狼和荣江源两个萌星了 丁神狼的成长阶段 尽管已经到达成掌握期 体型也长到足有一辆卡车大小 但在前辈面前还只是小弟弟 在所有前辈都说出了心愿后 这才在苏桓的催促下 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他的心愿 其实也是所有育宠共同的心愿 看着一位为前辈们蜕变 进化成更强的种族 丁神狼也有一颗 想要蜕变成更强种族的心 苏桓承诺 丁神狼一旦成长到成熟期 就为其选定蜕变途径 一旦成长到完全期 就开始蜕变 这让原本在训练中 有些懒散的丁神狼 忽然充满激情 不等苏桓吩咐 就在一旁的空地上 开始自己锻炼起来 荣江源出生 都还只有一两个月 心智还只像个人类孩童 苏桓问了好几次 荣江源也没清楚 表达出自己的心愿 不过苏桓通过荣江源 传达的心灵念头 大概猜出了 荣江源和丁神狼一样 也渴望着蜕变变强 不过荣江源的成长阶段 比丁神狼还不如 才成长中期 距离蜕变还远着呢 最后就只剩下 还在打等的寻宝帝龙了 苏桓毫不客气地 将尖头的寻宝帝龙 一巴掌拍醒 狠狠问道 寻宝帝龙 你有什么心愿 寻宝帝龙从睡梦中被拍醒 一脸的迷惑 但听到苏桓问自己 有什么心愿后 顿时来了劲 心愿 苏桓 我喜欢寻宝 好久都没带我去寻宝了 寻宝帝龙眼神有些优怨 苏桓文言有些歉意 确实 寻宝帝龙最大的兴趣 和最强的能力 就是寻宝 但自己一直忙于各种事情 很久没有带寻宝帝龙 满世界的寻宝了 其实寻宝帝龙 已经多次感知到 宝物的信息和位置 等班玩家 我们就去寻宝 苏桓揉了揉寻宝帝龙的脑袋 有些歉意地 承诺到 培育师大赛在半个月后 期间去寻个宝 还是来得及的 第677章 买岛当苏桓决定换房子时 却发现 响雷要赛城的房价 已经整体上幅不少 作为整个响雷要赛城系的首府 也是要赛城系最安全的城市 在接连数次潮灾的影响下 不少外地人士 来到响雷要赛城置业 响雷要赛城的房价 终于在涨到峰值之后 再次迎来大幅度上涨 内区的房价 已经涨到 令普通人人绝望的程度 没有职业级的实力 或者本身就经商 从事很赚钱的行业 并且身居高位 想在响雷要赛城内区 买下一处房产 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奢望和梦想 苏桓第一次买下的那处房产 如今才短短一年时间 就涨幅50% 而现在住的这处 带独立院落的独栋别墅 也涨了35%以上 所幸 这点涨幅 还在苏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现在才是第三次潮灾 按照苏桓的估计 等到十次潮灾过后 想雷要赛城的房产价格 恐怕会达到一个 令人望而生畏的程度 苏桓并不缺钱 有西能宝树龙在 他就像有一棵 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的摇钱树 有一只不断汇聚宝贝的聚宝盘一样 因为西能宿树龙阶段 他就能够通过 劣质能量体 凝结出高能晶体 而在西能宝树龙 他甚至能够凝结出能量液 无论是高能晶体 还是能量液 都是作为最坚挺的通货币 存在的 坚挺程度远胜黄金 西能宝树龙 如果光通过吸收 普通劣质能量块 来转化凝结能量液 一天都将精力花在 转化能量液上 二盖能够产出 3.5方能量液 一方能量液 也就是 一立方米的 无属性标准单位 高纯度能量液 二盖相当于50亿响雷币 一天下来 就是175亿响雷币 不过苏环 每天只会固定 让西能宝树龙江 25%的时间 花在赚钱上面 就是这样 一天时间赚个四五十亿 也是轻轻松松 傲能晶体难得 但是普通的劣质能量矿 却很常见 就连灰野荒原 也有很多 只要有高能生物栖息 或者高能奇物孕育的地方 甚至某些能量密度 很高的环境下 积累累月下来 也会形成这种能量矿脉 这些能量矿并没有太大用处 灰野荒原缺乏转化力 用这种劣质能量快的技术 一直都没有对这些矿脉 进行开采 因此存量极大 这些天 新能宝树龙闲暇时间 已经通过灰野 荒原上很常见的 普通能量矿 转换了超过五十方的能量液 能量液 在响雷药塞城官方渠道 进行销售 都是按毫升来计算的 一方 也就是一立方能量液 相当于一千升 一百万毫升 而一毫升能量液售价 通常都在一万响雷币以上 当然 这里是将能量液 作为特殊资源销售的价格 实际上 当无属性的能量液 作为货币交易时 每毫升价格稳定 是在五千响雷币 不过 能够以能量液 作为交易货币的人 无意不是超贯以上层次的大人物 一种是通过响雷药塞城系的官方银行 进行直接兑换 按照一 五十亿的官方价格进行兑换 第二种 是自己销售能量液 大概能卖到一毫升 一万零五百响雷币的价格 比官方价格越高 因为能量液的售卖 只对大市级以上层次的 预施开放 有的职业级 预施想要求购都没有门路 不过这种方式费事费力 因此 苏环选择第三种方式 和红魔道场进行兑换 红魔道场内部同样收购 以及兑换能量液 兑换价格 一毫升八千响雷币 而收购价格 一毫升七千五百响雷币 能量液 是一种比较稀缺 需求量又极大的资源 红魔道场的兑换价格 几乎比外界便宜三分之一 已经算是一种 对于内部人员的福利了 而收购价格 也比官方高了百分之五十 当然 黑市上价格更高 不过苏环懒得自己去卖了 3.5方能量液 苏环一口气 全部卖给了红魔道场 苏环的个人财富 已经膨胀到了一个 让普通人瞠目结舌的底部 紧接着 苏环将其中的十分之一的资金 转给天运公司资金账户 让天运公司 开始为自己 物色一处房产 这次 苏环的要求 很简单 那就是大 这次必须要换一处 有庄园那么大的房产 满足所有育宠的心愿 而且 苏环很清楚 未来的响雷要塞成房价和地价 会涨到什么程度 现在不论买多大的 房产都是稳赚不亏 海量的资金砸下去 不过几天时间 苏环就准备搬家了 苏环的新家 位于内区之一的岛湖区 岛湖区 其实就是位于 响雷要塞城中的一处天然湖泊 名为千岛湖 千岛湖上 有大大小小上千座岛屿 岛湖区 就是建立在这些岛屿上的 是一个以一句文明的区 很多富豪 大师及御师 都住在岛湖区 而苏环的新家 就是其中千岛湖上的 一座小新岛屿 没错 这次苏环物色新家 直接就买下了一座小岛 而苏环原本转给 天运公司的资金 却丝毫没有了用武之地 因为这次小岛的拍卖 不接受现金 只接受能量业交易 这座小岛 大概有155万平米左右 比起强威老师的强威庄园 还要大得多 是一座 完全独立的天然岛屿 上面 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开发 只有一座 孤零零的度假别墅 修建在上面 以及一座码头 整座岛屿 原本都属于一位 享誉亚山半岛的富商 那位富商名下的产业 在三次潮灾的冲击下 受到不小的打击 已经越来越不看好 亚山半岛的前景 准备举家搬离亚山半岛 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这才决定抛售名下的房产 而响雷币 只是响雷要塞成系的通货币 对于即将搬离 亚山半岛的富豪 自然没有多大用处 高能晶体和能量业 才是各个地区 最坚挺的的通货币 因此 能量业成了这次拍卖的入场券 这座小岛在拍卖时 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苏环就是其中一个 一座155万平方米 也就是方圆一公里多的 面积的小岛 足够让自己 在想为要塞成 有一个立足之地 如果以后黑灯堡 实在守不住了 也可以将不少人 迁徙到这座小岛上来 按照苏环的估策 这座小岛 最后的成交价 肯定是天价 小岛的拍卖 在苏环得到消息后的第三天 因此 接下来的几天内 苏环每天都让 细能宝树龙 全力制造能量业 以准备最后在拍卖中 将小岛一举拿下 细能宝树龙 如果通过劣质能量晶体 来转化能量业 一天也就是3.5方 但别忘了 在细能宝树龙的吞虚空间中 还存储着大量来自 落日冰川含裂谷 那片能量湖泊中的 冰系能量业 尽管这些冰系能量 已经转化为 纯粹的能量形态 但细能宝树龙 完全可以将其 重新转化为能量业形态 如果通过这些能量 来转化 细能宝树龙 每天能够转化的能量业 足足能够提升10倍 不止 一天产出50方能量业 都不是问题 而且 产出的全都是纯粹的 冰系能量业 这种有属性的特殊能量业 价值比无属性的能量业 还要略高 等到小岛拍卖当天 苏桓一举拿下了这座小岛 参加拍卖的 多位超贯大师和富豪 在竞价上 都被苏桓的报价离压 最终苏桓以85方 冰系能量业的报价 就拿下了小岛的 永久所有权 远远低于他的心理价位 原本 按照苏桓的预计 最终成交价 肯定会超出这个数字 其实 小岛的价值 也确实超出这个数字 如果按照响雷币来交易 恐怕会翻一倍 不过 拍卖小岛的富豪 只接受能量业交易的条件 却成功下退了 不少有意愿参加拍卖的人 最终便宜了苏桓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 买至超贯大师而言 用能量业 拍卖一座小岛 确实称得上奢侈 能量业 在一些高规格 层次的拍卖会上 是可以用来 拍卖到灾货中 幼宠的超级硬通货 舍得花费能量业 置办地产的人 确实只是少数 下午 办理好产权 移交手续的苏桓 拿着小岛的产权证明 带着找来的施工队 来到了这座 位于岛湖区的小岛 明月岛上 第678章 密会岛明月岛 一面被沙滩环绕 另一面被山崖环绕 整座岛屿 看起来就像一轮弯弯的明月 这里我要栽种一片黑铜怪树 明月岛上 苏桓指着一片空的 对着身旁的施工队负责人 一位建筑御师道 这里 我要种一片花圃 岛中央的这座小山包不错 也有七八十米高 就不用退屏了 用来修筑一座龙巢 给风雷降噬龙 这座别墅倒是现成的 就不用产平重建了 改造改造凑合着 用整个一楼朝南的房间 都给我打通 装修成一个私人影院 别墅旁边 我要修建一座巨大的训练场馆 噩梦种育宠的破坏力是惊人的 普通场地 很难承受他们战斗的破坏 而用有特殊结力量保护的场馆 是育宠在城内训练 不可或缺的场所 当然 不过 苏桓最不缺的就是钱 以往 他还要通过旧日龙点来赚钱 现在 一切都省了 新能保树龙一头龙就足以胜任 苏桓甚至打算 一旦缺钱了 就再去落日冰川 大处冰系能量湖泊 打打秋风 不过 苏桓也只是想想罢了 真要他去 他八成不太敢 面对能量 湖泊的主人 那些即变灾祸种层次的 急兵龙女 和急夜龙女 苏桓心底还是有些发出的 就连老师的烈心龙熊 对付一只急变龙女 恐怕都费劲 更别说苏桓 这小胳膊小腿的 没事 可不敢再去龙坛虎学闯一闯了 他现在所有狱宠加起来 都没把握 能对付一只急兵龙女 确定好了训练场馆的选址后 苏桓来到岛边 看着周围的水域 一脸笑容地 对着冰霜龙女道 原本还打算修建人工湖 这下直接免了 这里本来就是一片湖 一座岛 以后 整座岛方圆一公里的湖泊 都归你管了 作为明月岛的主人 苏桓还兼具明月岛 方圆一公里水域的 优先使用权 当然 这个优先使用权很笼统 毕竟水域不像陆地 很难明文禁止 别人涉足 不过 当苏桓余光 瞥见那道水面下的巨大阴影 他有理由相信 有畅快游液在湖泊里的潮溪海龙 在 别人 恐怕不会太愿意 踏足自己的明月岛水域 苏桓入住明月岛后 立马开始对明月岛 进行改造规划 当一切安排妥当后 施工队陆续进场 开始改造后 苏桓留下天运公司的雇员建工 自己已经带着寻宝地龙 和一众狱宠们 悄然离开响雷要塞城 参加密会所需的三张幸福 已经凑齐 除开木林师姐所给的一张 其他两张 都是苏桓在响雷要塞城黑市拍卖下来的 对于完全不差钱的苏桓 他想要的东西 别人基本上没有近拍的资格 一趟苏桓不光要去密会淘一淘材料 同时也可以满足寻宝地龙寻宝的心愿 要论哪里宝物最多 苏桓相信整个亚山半岛也没一个地方 赶得上密会 密会坐落在亚湖海的无垠水域之上 苏桓并没有将时间花在赶路上 除了响雷要塞城 就召唤出了西能宝树龙 这位身兼聚宝树 后勤部长的勤劳育宠 同样还有最快做起的身份 带着苏桓的寻宝地龙 进入虚空中后 就朝着密会岛所在的方向赶去 尽管没有密会岛的具体坐标 但苏桓也大致知道了大概方向 因此 西能宝树龙只需要朝着大概方向赶路即可 到了大概方位后 再换风雷将士龙来赶路 以节省时间 半天后 一片被浓浓的雾气弥漫笼罩的海域上 一头十分魁无雄壮的银色巨龙 煽动着被风暴加持的翅膀 闪电般的弯脚刺破雾气 身影急速飞越海域 银龙背上有着一个人影 人影在银龙背上看着周围白茫茫的雾气 有些疑惑 按照木林师姐给的方位 密会岛应该就在这片雾海中才对 怎么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 人影自然就是舒缓了 他一巴掌拍在呼呼大睡的寻宝地龙脑袋上不爽道 寻宝地龙 别睡了 赶紧找一找密会岛的位置 寻宝地龙这家伙 自从知道自己是带他来密会寻宝后 就一直消极代工 就像自己骗了他一样 寻宝地龙睁开心松的睡眼 看了一眼苏桓 哼哼唧唧地开始感应起密会岛的方位来 尽管不情不愿 但怕苏桓断了他口粮 只能照做 你这家伙 说了 密会岛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宝物 到时候 你就知道 我不是骗你了 苏桓看着寻宝地龙的表情 无奈道 没多久 寻宝地龙就有所发现 胖短的爪子指着一个方向 风雷降噬龙朝着那个方向猛地扎过去 没多久 苏桓就看见了 远处依稀可见的岛屿轮廓 可还没等苏桓飞进 几个气息极为强大的异类御宠 便迅速接近 很快 苏桓和风雷降噬龙 寻宝地龙 便被五只雷与飞龙团团围组 雷与飞龙这种噩梦种苏桓 倒是不陌生 被自己击败的雷浮 就是靠着一直成熟期的雷与飞龙 在红魔道场行驶张扬霸道 而这五头雷与飞龙 随便一头的气息 似乎都比雷浮那头更强 苏桓不知道对方来意 心头稍稍一紧 不过并未慌张 五头雷与飞龙 还在他的应对范围之内 说出你的来意 回首的一只 个头最大的雷与飞龙背上 一名身穿黑色作战服的中年浴师 侧动雷与飞龙接近苏桓 沉声鹤问道 无形的雷电威压 开始从雷与飞龙身上弥漫 空气中满是某些细微颗粒 被电流电出的焦臭味 大有苏桓说不出 所以然就动手的架势 风雷将士龙 尽管只是高级噩梦种 比起超级噩梦种 还差得老远 但由于种族天赋上的卓越 面对几只雷与飞龙 一点没有切疑 反而散发着风雷威压 抵抗雷与飞龙的威压 苏桓听见对方发问 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这些人八成是密会岛附近 负责寻空的战斗御师 我是来参加密会的 这是凭证 苏桓当即拿出三枚信符 展示给对方 哦 为首的中年御师 打亮了几眼苏桓手中的凭证 神情微微一缓 并对苏桓解释道 我们是立属于密会岛寻空军团的 第37寻空组 苏桓猜得没错 他们正是密会所属的战斗御师 而且位极高达七贯大师层次 以七贯大师来寻空 这可是红魔道场红魔星的层次 这个远近闻名的密会的实力 可见一般 礼徒 你带他去密会 中年御师随意指派了一名下属 让其带着苏桓飞向密会岛 自己则带着 另外三名成奇雷语飞龙的御师 前往巡视别的海域 苏桓跟着那名看起来三十岁上下 教里图的御师 飞向不远处笼罩在浓雾中的海岛 密会所在的密会岛 第679章 初龄密会城 苏桓成奇风雷降世龙 跟在成奇雷语飞龙的御师里图后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密会岛上 一座巨大的露天起落台 雷语飞龙收拢一对巨大的龙翼 降落在起落台上 风雷降世龙紧随其后 两头庞然大雾落地卷起的气浪冲出去 老远 堪比一阵大狂风 很快 几名御师便御使着御宠来到了起落台 这些人尽管大都实力不如里图 但都散发着大师级的气息 坐下的御宠也都是噩梦种御宠 回首的 义人 成奇的 赫然是一头超级噩梦种 眼心魔狼 气息比雷语飞龙更加强悍 里图你不是应该在寻空吗 怎么回来了 他是 为首成奇在燕心魔狼背上的强大御师 隔着老远就高声问道 这是来参加密会的 里图回答 参加密会不应该直接去密会城吗 他是新人 还没有参会资格 不过凑齐了三枚幸福 哦 那跟我来吧 里图依然坐在雷语飞龙背上 背着苏桓点了点头 你跟着他走吧 他会带你办理参会的手续 说吧 便侧动雷语飞龙 朝着远处海域飞去 苏桓到了生线 跳下风雷降噬龙 并将其收起 换成已经成熟期的新红暴龙血腐 跟在燕心魔狼后边 朝起落台后方的一片建筑群走去 燕心魔狼的主人一路上 都是沉默地走着 并没有和苏桓多说一句话 或许在对付看来 像苏桓这种玉尸对齐 还没有攀谈的价值 苏桓也没有主动开口 没多久 就走到了一栋十分华丽的建筑前 用繁星宝石点缀的穹顶 让人走进其中 像是置身于星空一样 当然 这些都只是外部的表现 当走进大厅后 苏桓分明能够感受到 空气中的能量 浓度瞬间飙升了几个档次 无论是御尸还是御宠 长期置身于这种环境里 实力想提升的慢度不太可能 苏桓心头不由感慨起来 避讳的创办方真不愧是 亚山半岛最大的狗大户 星辰石板和繁星宝石 可都是锻造噩梦奇物的主材 在这里却像普通的 大理石板一样 用来当建材 是 苏桓一直以为 自己大小算个有钱人了 不过看起来 和秘会比起来 还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不过苏桓心头 却暗暗有些期待 能表现得这么狗大户的秘会 想必好东西确实不会少 很快 那名御师带着苏桓 来到了大厅的一处 环形的服务台前 环形服务台通体银制 闪烁着隐晦的光芒 苏桓打亮了好几眼 忽然心脏微微一紧 这个台面 竟然是一种 能及达到灾祸中 层次的材料 银磨液晶切割而成的 服务台后 坐着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少女 那名御师 轻轻敲了敲银磨液晶的台面 服务台后的 昏昏欲睡的少女 顿时惊醒 啊 布斯顿大人 请问有事吗 少女看清来人后 松了口气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问道 她带了信服 带她去办理秘会入场手续 好的 这位先生 请跟我来 少女立马起身 走向大厅深处 没多久 苏桓便成功拿到了一枚 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卡片 这张被称之为 秘会卡的卡片 就是苏桓的秘会参会象征 而有了秘会卡 她同样也能够一年 发放一次秘会参会信服 不过 当办理好秘会卡后 苏桓这才发现自己 对整个秘会岛并不了解 甚至秘会的门 朝哪开都不知道 从她在高空中 俯瞰到的秘会岛轮廓来看 这座秘会岛的面积 大得惊人 恐怕不会比整个 灰野荒原小多少 要是靠自己去找秘会所在 恐怕一时半会儿 还真不好找 连忙向这名为自己 办理秘会卡的少女 打听起来 哦 差点忘记先生 你是第一次来秘会了 秘会位于秘会岛的 中央盆地 那里 修建了一座 专门用于交易的城市 叫做秘会城 先生你直接去中央盆地 就能够找到 不过切记 靠近秘会城 属于近空节节的覆盖范围 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飞行 只有灾难种 层次的育虫 能够无视近空节节的压力 就连灾祸种育虫 也无法在近空节节的作用下 起飞 少女对着苏桓解释道 多谢了 苏桓文言 心中了然 风雷降噬龙 扇动翅膀 一直朝着秘会岛的 中央地带飞行 忽然 风雷降噬龙 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压力 让他的飞行能力 大大降低 每一次扇动翅膀 都像是在泥潭中 震翅一样 十分困难 一座巨大的盆地的轮廓 出现在苏桓视线的尽头 而在盆地中 一座巨大的城市轮廓 若隐若现 苏桓知道 那座秘会城 到了 风雷降噬龙 感受到的异常 代表 已经进入 秘会城 近空节节的笼罩范围 当即让风雷降噬龙降落 换成幻影变形龙 继续朝哪个城市 急迟而去 苏桓沿路遇到了不下 五次穿着黑色 致视作战服的 秘会战斗御师 这些战斗御师 尽管实力 没有他之前 遇到的强悍 但几乎每支队伍 都有大师及御师带队 这些隶属于 秘会的御师 似乎能够感知到 苏桓身怀秘会卡 并没有对苏桓 进行任何盘问 让苏桓一路畅通无阻地 来到了秘会城 当苏桓走进秘会城 更是感受到了 和他去过的任何城市 都无比迥异的氛围和环境 首先 秘会城 根本没有任何城墙存在 就是无数建筑组成的 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中 街道都宽得惊人 路上随处可见 体型大的夸张的御宠 走在路上 在响雷 要塞城 在大街上 城汽御宠 是严格限制体型的 体型 超过一定大小的御宠 严禁出现在公共场所 只能出现在特定的场所 或者自己家里 以免对公共空间 造成过大的负担 而这座城市 似乎并没有这种禁令 体型 像是一座小山包一样的御宠 几乎随处可见 恐怖种 噩梦种 甚至灾祸种苏环 都多次遇到 不过这些 御宠或者说御宠的主人 都是严令御宠 随处乱窜的 以防御宠 对周围的建筑造成破坏 这些体型过大的御宠 大都只走在 宽度惊人的公路上 就像 车辆只行走在马路上 很少会开上人行道上一样 而人行道上行走的 大都是体型袖珍的御宠 苏环承起着幻影变形龙 变成的普通恐怖种 走在人行道上 和公路上一头头 体型巨大的噩梦种 擦肩而过 身旁的行人 几乎都是承起着御宠在赶路 一只只 或是兽类 或是虫类 或是元素类的御宠 在苏环身旁匆匆而过 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 竟然有另一种秩序的美感 这一幕幕 让苏环嘖嘖称奇 第680章 寻宝帝龙的发现 总的来说 秘惠城给苏环的第一感觉 就是 一座对御宠更加包容的城市 几乎任何公共场所 都允许御宠进出 当然 这也和秘惠城的居民 实力强大有关 苏环在秘惠城随意转了一圈 在路上遇到的御师 几乎就没有职业级以下的 御宠也都在恐怖种以上 秘惠城的居民 其实都是外来人口 相当于在秘惠城 从事着各行各业的职业 而非永久性定居在秘惠城 至少 苏环在秘惠城见到的人 并没有孩童 基本上都是成年人 苏环手上的秘惠卡 除开能够验证身份外 其实也兼具储蓄卡的功能 整个秘惠任何交易 都只接受一种叫做能金币的货币 这是一种虚拟的货币 以高能金体作为本位币 一能块高能金体 大概相当于100的能金币 也就是说 一块能金币 几乎等价于1万块响雷币 苏环根据从师姐木林 那了解到的秘惠的相关信息 第一时间 就是将手头的高能金体 和能量业 储蓄成能金币 以方便接下来的交易 当然 苏环第一次只存储了 大概50方能量业 秘惠卡上的储蓄金额 瞬间从零变成了2500万 储蓄方是 整个秘惠唯一的储蓄机构 亚山半岛秘惠银行 由亚山半岛最强的 10个跨地区秘密组织 也是秘惠的10个创始者 共同提供担保 共同成立 老师所在的讨伐军 尽管实力强悍 但只是亚山半岛本土的秘密组织 并不在这10个组织的行列之内 这10个跨地区秘密组织的总部 都在亚山半岛外 在亚山半岛都只是分支组织 从秘惠银行出来后 苏环第一时间去找了落脚的地方 一座价格中等的酒店 酒店中连前台人员 服务员都是职业级御师 和恐怖种御宠担任 这一点更让苏环确定了 整个秘惠的居民 恐怕都是职业级以上的御师 确定好落脚的地方后 苏环便开始朝整座秘惠城 最为出名的几大交易区之一的交易区赶去 整座秘惠城的规划 今未分明 分为居住区 格斗区 交易区三大部分 居住区并没有任何遇宠的战斗 训练场所 也没有多少资源的交易 纯粹只是提供居住的场所 这些都分布在格斗区和交易区 苏环第一站 是和自己所在的居住区比龄的交易区 第九秘惠交易区 简称第九秘惠 第九秘惠的交易 采用的是一种自由市场的交易的模式 在第九秘惠的卖家 都有独立的店铺 而买家则在各个店铺 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 过程如同大海捞针和淘宝 因此也被戏称为淘宝区 不少人从第九秘惠 逃到萌尘的宝贝 大发奇才 也有人在这里被坑得倾家荡产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寻宝地龙 淘宝 这可是你的强项 苏桓扭头对寻宝地龙道 寻宝地龙经过苏桓的解释 已经知道即将去的是什么地方 也十分期待 准备一会儿大显身手 苏桓 交给我好了 寻宝地龙信心满满 居住区和第九秘惠 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分界线 不过苏桓却很清楚 自己已经离开居住区 来到第九秘惠了 第九秘惠最大的特点 就是 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的店铺 有的店铺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 不过有些一片遮风挡雨的顶棚 有的店铺 则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 这些店铺 共同组成了第九秘惠 淘宝区 来到秘惠城后 苏桓的通讯器 就能登陆到 一个特殊的区域网络 这个网络 只在秘惠岛范围内有效 而在网络上 有一个特殊的论坛 秘惠论坛 上面 有些大量有关秘惠岛的信息 据苏桓从秘惠论坛了解到的 整个第九秘惠 除开秘惠城 绝对没有一座城市 有这样密集和高规格的商贸经营活动 寻宝帝龙还没走进第九秘惠 就变得极为激动起来 苏桓不得不安抚下对方的情绪 并再三叮嘱道 寻宝帝龙 这次首要目标是 大家的蜕变材料 你一定要记得呀 大家的蜕变都靠你了 苏桓 放心好了 快点 我已经发现目标了 寻宝帝龙兴奋的声音 出现在苏桓心底 接近着 寻宝帝龙 就像一只利剑一样窜了出去 苏桓只能测动幻影变形龙 连忙跟过去 第九秘惠 单看面积和建筑规模 完全不下于一座独立的城市 整个第九秘惠 从高空府看 像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格 一个个网格 组成了第九秘惠的 一个个商业街区 每个网格 独有大量的商铺和摊位组成 寻宝帝龙 在第九秘惠的各个街区集市里 完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加上寻宝帝龙身形很小 在店铺分布 十分密集的第九秘惠 十分灵活 一下就不见了踪影 无奈之下 幻影变形龙 只能恢复原形 无断化身幻影 才追上已经跑出了几条街的寻宝帝龙 等幻影变形龙追上寻宝帝龙后 只见寻宝帝龙 已经在一家店铺外驻足 店铺 只有一个编号 T7 325 以及一个歪歪斜斜的招牌老丁材料店 店铺是整个第九秘惠所有店铺都有的 代表了这个店铺的位置 T7代表着这家店铺 位于T7商业街区 325 是店铺在该街区的门牌号码 寻宝帝龙 一脸的兴奋 平日里心松的睡眼 此时也显得炯炯有神 但苏桓没有来 他没敢贸然进去 早在来到秘惠城之前 苏桓就三番四次恐吓过寻宝帝龙 让他没事 不要到处乱跑 这里比自己强的存在很多 要是惹了祸 自己也就不了他 说不定他就会被别人抓住关起来 就跟当初在查奈姆一样 将寻宝帝龙吓得一愣一愣的 尽管这家老丁材料店里 有对寻宝帝龙有着 强烈诱惑的宝贝在 寻宝帝龙也生生暗耐住了 蹲在店铺门口等苏桓赶过来 苏桓看到寻宝帝龙 一副想进去又不敢 生怕被人关起来的模样 不由感到有些好笑 不过为了穿帮 苏桓故作正色道 寻宝帝龙 有没有听进去 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苏桓 快点快点 苏桓快进去 我发现宝贝了 苏桓文言也有些期待 对于寻宝帝龙的寻宝和健保能力 苏桓一直是幸福的 不过在进去之前 苏桓还是和寻宝帝龙约法三章 让他一切情况都要及时心灵沟通 并且进去后 绝不能暴露目标很值钱 免得被宰 第681章 神秘骨头整个店铺并不大 因此进店前 苏桓先将幻影变形龙收了起来 尽管幻影变形龙 比起别的噩梦中 体型并不算庞大 但不比卡车小的体型 自然无法进入到店铺中去 苏桓带着寻宝帝龙 走进这家看起来没什么不同的小店 当走进店内 寻宝帝龙紧记苏桓的叮嘱 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心敌已经不断 催促苏桓去小店内右侧的角落 他感知中的东西 就在那个角落的一堆杂物里 不过苏桓暂时没有理会 寻宝帝龙的急迫 而是闲庭漫步一样 状态随意地 打量着整个店铺的货物 这一家店铺 也就一两百平米 长款都是十几米 整个店铺被各种材料堆满 在店铺中央 有一个柜台 柜台后 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老头半睡半醒地 趴在柜台上 但苏桓走进来时 只是随意打量了一眼 就重新恢复到 半睡半醒的状态中 苏桓在老头撇过来时 刹那间和其对视一眼 苏桓见对方 没有任何懒客的意思 也不以为意 而是在小店内逛起来 将一个到处闲逛 随缘挑选物品的买家形象 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家小店 贩卖的大都是各种噩梦 种的身体材料 其中还灵星夹杂着一些 比较珍稀的恐怖种的身体 主要不见 一货一些普通的灾祸种材料 整个小店贩卖的材料 就第九密会整体的卖品 水准来看 是偏高的 不过苏桓却性质缺缺 没多久 苏桓就闲逛到了寻宝地龙 不断催促的那个堆积杂物的角落里 杂物堆满是各种稀奇古怪 像是上了年头已经积灰很久的材料 这些材料的活性 随着今年累月的损耗 已经锐减了大半 哪怕原本值些钱 现在价值也已经少了大半 苏桓自然无法判断出 这些材料中有什么宝贝 但杂物堆里的宝贝 在寻宝地龙的眼中 就像黑夜里的烛火一样 醒目 很快 便指引苏桓找了出来 那是一块灰扑扑的骨头 骨头 但当苏桓将成人小臂促长的骨头 拿在手上把握打亮 将一些灰尘扶去时 却发现这些花纹几乎浑然天成 根本不像刚刚布满灰尘时一样 像后天雕刻而成 苏桓尽管还不清楚 这块骨头有什么用处 但却知道 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 而是拿着骨头 又在店里转了几圈 随便挑选了几样 能够制作特殊密钥的材料 将一堆东西拿到柜台前 放在柜台上 那个白发老头的面前 随着东的一声响动 白发老头悠悠行转过来 他随意打亮了一眼面前的东西 又看了看苏桓 爆出了一个价 这些东西 23万能金币 苏桓文言微微有些诧异 不是因为太贵了 而是因为太便宜了 不算那块古怪的骨头 就是自己后来 挑选的那些噩梦种层次的材料 如果拿到响雷要塞城去卖 至少也价值50亿响雷币 按照官方汇率来算 23万能金币 也就等价于23亿响雷币 苏桓当即拿出密会卡 准备付账 可谁曾想 老头又又又补充了一句 慢着 还没说完呢 这块骨头 20万能金币 老头拿起那块灰扑扑不起眼的骨头 直勾勾看着苏桓 苏桓文言 手上动作一顿 眉头一皱道 你狮子大开口呢 一块机会的破骨头卖我 20万 苏桓尽管心里清楚 能够被寻宝地龙视为宝贝的东西 别说20万 就是100万 200万都必须拿下 20万确实不贵 但苏桓看着老头的表情 有些怀疑这老头 是在坐地起价 如果自己一口答应 对方20万的报价 他很可能还会继续提价 比较按照密会的交易规则 再没有正式完成交易前 价格都是可以变动的 因此 苏桓故意如此一说 另外 他几乎可能百分之百肯定 这老头不知道骨头的用处 不然不可能将一件宝贝 放在仓库角落积灰 而且只报20万的价格 老头文言 心中也有些迟疑 刚刚别看他一副半睡半醒的模样 其实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在他的感知范围内 作为心灵修为高深的大师及浴师 根本不需要 眼睛就能看清世界 面前 这小子之前 把玩他这块收来 已经有几十年的破骨头的场景 自然也被他 看得一清二楚 原本想好好费物力 用一下多赚点钱 可看样子 似乎很可能谈崩 这东西都寄回很多年了 放着也是放着 他略一琢磨 主动降低了报价 最低18万 15万 再贵就算了 我看这骨头 材质有些特殊 想买 回去研究研究 超过15万 我就得不偿失了 最终 苏桓以15万5千能金币的价格 买下了骨头 至于那二十几万的材料 只不过是顺带的罢了 离开老丁材料店后 苏桓开始询问 寻宝地龙这块骨头的来历 寻宝地龙能够感知宝物的珍惜 和宝贵程度 但却无法获悉 宝物的具体来历 不过寻宝地龙却能够 大概知晓 一件宝物的特性 苏桓的目的 就是通过寻宝地龙了解的宝物特性 最后通过旧日龙点 或者别的途径 确定这块骨头的真实身份 苏桓坐在距离老爹材料店不远的一处 餐饮店内 喝着冷饮 看似在休憩 其实脑海中正在翻阅着 大量的旧日龙点的记载 试图从寻宝地龙提供的信息中 找到这块骨头的来历 过了许久 苏桓终于睁开了眼睛 眼中金光四射 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东西 寻宝地龙 你立功了 这块骨头 并非苏桓特意叮嘱的 让寻宝地龙首要搜寻的蜕变材料 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 蜜能海骨 所谓蜜能海骨 来自超高等危险生物 由于自身高密度能量凝聚 由于骨质蜜能化 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骨质成分 同时 由于骨质蜜能化 骨质的一切能量波动 都被彻底融合在骨质结构里 不通过特殊仪器或手段 根本无法用肉眼 抑或心灵感知 发现其中蕴藏的惊人能量 换句话说 这块骨头 就是某种超高等危险生物所遗留的 按照旧日龙点记载 能够将骨质蜜能化的危险生物 至少也是灾难种以上的存在 也就是传说中 能够掀起地表天灾的天灾种 一块天灾种的骨头 第682章 王沟雄军的鸡玉天灾种 整个亚山半岛本土 根本没有一位能够驾驭 这种传说中的玉宠的玉尸存在 亚山半岛玉尸界的顶峰 就是驾驭灾祸种的玉尸层次 由此不难看出 天灾种相关材料的罕见 天灾种的恐怖程度 不是噩梦种和灾祸种能够抗衡的 也就是说 大师和超观大师 在面对天灾种时 几乎难有反抗之力 只有灾难种 或许能够稍作抵抗 但靠灾难种 想要击杀天灾种 无疑会付出极为惨烈的 伤亡代价 而每一位能够驾驭灾难种的玉尸 都是亚山半岛玉尸界的巨头 轻易自然不可能涉嫌 这也让天灾种相关的材料 几乎很少在市面上出现 一旦出现 往往会引起巨头玉尸的兴趣 苏怀念及此处 不由心跳动快了几分 二十万能金币 天灾种的密能骸骨 苏怀不由为那个材料店的老头 默挨三分钟 尽管还不清楚 这块密能骸骨的所属种族 以及功效 但只要和天灾种有联系 干脆就此作罢 带着寻宝地龙离开了第九密会 返回了临时租住的酒店 酒店的房间颇为宽敞 苏怀准备就在这里开始研究研究 那块密能骸骨的用处 各种实验仪器苏怀都是随身携带的 为了避免一会儿的能量波动 被人察觉 苏怀先让寻宝地龙施展神隐能计 隐藏气息和能量波动 继而让幽影暗面熊以幽影密室 将整个房间都笼罩起来 这样一来 就不怕能量外显 以及能量波动引人察觉了 苏怀先将小型实验台摆出来 拿出了各种仪器 一切准备就绪 继而将那块密能骸骨拿出来 苏怀把密能骸骨固定在小型实验台上 动用号称能够切割一切的聚能切割刃 不断切割着密能骸骨 聚能切割刃有采用的能量源不同 分为不同级别 苏怀使用的切割刃 使用的是最高等级的高能晶体 可密能骸骨不愧是天灾种层次的材料 在聚能切割刃下 依然毫发无损 缩缓只能切换能源 更换更大功率的切割刃 能量换成了能量液 并且让多把聚能切割刃 共同切割密能骸骨 最终忙活了大半天 密能骸骨终于有了反应 在切割刃的反复切割下 一粒肉眼几乎难以看见的粉末 从密能骸骨上飘落到实验台上 庞大的能量波动 像是巨量炸弹爆炸一样 席卷周围 所幸 一切都处于幽影安面熊的幽影密室中 再加上寻宝地龙的神隐能界 能量波动并没有外泄出去多少 但仅仅是一点点余波 也爆发出了超出苏桓预料的威力 它锁在房间内所有的家具 电气几乎在瞬间被摧毁 像被炸弹轰炸一样 就连墙体都有军裂的痕迹 玩犊子 苏桓看到房间的惨状 感受着和整个酒店大楼任何地方 都能清晰感受到的强烈症感 知道坏事了 连忙将蜜能骸骨 和那一粒好不容易弄下来的粉尘 以及实验台和仪器 全部收起来 近代酒店人员的到来 没几秒钟 几名气息强大的御师 便来到了苏桓的房间 回首的艺人 气息之强更是远在苏桓之上 超贯大师 苏桓心头微微一沉 心底做好了赔偿道歉的准备 他实在没有预料到 一粒粉尘产生的能量波动 都有这么大 游影密室都挡不住 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名超贯大师盯着苏桓 一字一句地问道 这座酒店是他的产业 发生了这种事情 让他十分恼火 抱歉 我的狱宠王沟雄军 忽然有些暴躁失控 造成的损失 我愿意赔偿 刚刚从蜜能骸骨上 爆发的能量波动 是类似死亡系的能量 苏桓只能讲锅 甩给了无奈的王沟雄军 王沟雄军在寓印空间里 有些无语 不明就里的 就背了一口锅 苏桓的话 让几人面容稍缓 随后就是谈赔偿的事情了 在苏桓付出了数万 能金币的赔偿后 对方终于选择 不将此事上报给密会管委会 否则苏桓恐怕将面临 惩处和拘役 整个密会城的规则 是极为严苛的 在交易区和居住区 不允许任何战斗发生 同样不允许狱宠 随意使用攻击性能计 而刚刚那次能量波动 完全可以定性为攻击性能计 酒店老板 没有趁机敲诈苏桓一笔 反而 只是要求合理的赔偿 让苏桓对其感官不错 双方算是建立起了一点交情 这家酒店的老板叫杨玉 是一名贵贯大师 来自创建密会城的 十大秘密组织之一的金权会 一个信奉金钱和权力的秘密组织 交纳赔偿款后 苏桓自然也不打算住在这里了 连忙换到另一个居住区居住 而且居住的 还是一个自带地下实验室的独立别墅 在这处实验室内 苏桓继续着对密能骸骨的研究 两天后 苏桓一身邋遢 但精神抖擞地 从地下实验室走出来 迎着两天中第一次看到的阳光 苏桓心情颇为激动 随着这根密能骸骨的一项项参数 特性被他测试出来 苏桓已经能够确定 这根密能骸骨身前所属的种族 并且了解了这根密能骸骨的作用 王沟雄军 前两天让你背了一次锅 你也不算吃亏 这根密能骸骨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苏桓心里沟通寓印空间里的王沟雄军 笑着道 王沟雄军依然不明就里 不过苏桓却很清楚 这根密能骸骨 来自于王沟雄军 一个天灾种层次的进化种族 天灾种 明沟玉雄 尽管王沟雄军 现在还无法完全利用这根密能骸骨 毕竟顶级噩梦 种和天灾种相差太远 中间还相隔着灾祸和灾难种 但稍稍利用一下 提升下实力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目前 王沟雄军已经堪堪步入成熟期 加上种族天赋的卓越 几乎能与一些完全期的顶级噩梦种匹敌 不过想要更进一步步步入完全期 以目前的培育模式 没有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功夫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但有了这根密能骸骨 苏桓不仅有把握 让王沟雄军尽快步入完全期 还有信心 能让其搭配种族质骨 将实力提升到超级噩梦种层次 苏桓心头已经有些期待起来 成熟期的光暗地基 加上打破种族稚固的王沟雄军 这种实力 在七贯大师中也不算弱了 第683章 杀尽前一万十多天后 逆会城 三大格斗区之一 下城格斗区 一座半圆形的巨大格斗场内 一头近20米高的灰色巨熊 和一只体型更加巨大的陆地暴龙 狠狠碰撞在一起 两头庞然大物裹挟的强大的能量力场 在碰撞的刹那间 形成肉眼可见的气浪不断扩散出去 格斗场的观众台 像是经历了一场十级大风一样 所幸 观众台上的观众 再不计也是大师级御师 这点气浪根本无关痛痒 格斗场两端 分别占着两个相较于御宠 十分渺小的身影 那是两头正在战斗的御宠的御师 其中一人 赫然是苏桓 其实 这已经是苏桓在下城格斗区战斗的第十天 从开始用鸣钩御熊的秘能骸骨 开始培育王沟熊军开始 苏桓就带着王沟熊军开始了格斗区战斗之旅 立会城 共有下城 中城 上城三大格斗区 三座格斗区 城环形分布 最外围的就是下城格斗区 中间的是中城格斗区 最内围的则是上城格斗区 其中下城格斗区 提供一贯到七贯大师 以及噩梦种 欲宠格斗对决 中城格斗区 提供桂贯 免官大师的格斗对决 上城格斗区 则提供王冠大师乃至驾驭灾难种的巨头之间的格斗对决 由于巨头在密会城也不算太多件 巨头之间的战斗切磋 自然也不多 因此 主要在上城格斗区战斗的御师 以王冠大师为主 密会城的格斗区的创建 自然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整个密会城的下中 上城格斗区 根据格斗者的战绩积分 会生成三个榜单 分别是下城榜单 中城榜单 以及上城榜单 只要登上榜单特定的名次 苏桓经过这十天的战斗 凭借王冠雄军不断突飞猛进的实力 已经成功登上下城榜 并且 在下城榜上排位第1043位 也就是说 单单已以王冠雄军表现出的实力 苏桓就能在密会城的近百万大师及御师中 位居近一万位 当然 这近百万大师及御师 或许 还有不少人并未进入下城格斗区 进行过战斗 王冠雄军的敌人 是一种名为粉碎暴龙的陆形暴龙种 比起星红暴龙这种陆形暴龙 不知道强大多少倍 哪怕在超级噩梦种中 也算是实力强悍的种族 堪称行走的粉碎机器 而且这头粉碎暴龙的成长阶段 更是步入了完全期 如今的王冠雄军 同样也已经成功步入完全期 原本 王冠雄军 哪怕步入完全期 实力也最多媲美 像雷与飞龙这种 比较普通的超级噩梦种 不过在明沟与熊蜜 能骸骨地培育下 王冠雄军对死亡力量的掌握 已经超过不少完全期的 死亡系超级噩梦种 因此 戴河粉碎暴龙的战斗中 丝毫不拉下风 王冠雄军这些天 在下城格斗区的战斗 有输有赢 而这头粉碎暴龙 算是王冠雄军这些天里 遇到的实力 能位居前三的对手 面对其他两个对手 王冠雄军都输了 这一次 王冠雄军战役澎湃 实力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 只要这一战胜利 王冠雄军或者说 苏桓的积分 就足以排位到前一万 而一旦在下城榜 进入前一万 就能获得密会城的上榜奖励 在下城榜上 想要提升名次 除开在一次次战斗中 取得胜利提升积分外 还有另一个途径 就是挑战排位 靠前的御师 不过挑战排位 靠前的御师 可不是靠单条 而是御宠混战 苏桓并不想暴露出 王冠雄军外的御宠 自然不想选择挑战 来提升名次 只能靠一次次战斗 距离青年培育师大赛 已经很近了 如果这次无法成功取胜 不光积分不会增加 还会倒扣 想要排名 不如前一万 恐怕就只有等到 青年培育师大赛 结束了 因此 在战斗之前 苏桓就跟王冠雄军 言明了 这场战斗的重要性 也让王冠雄军 在战斗中取胜的欲望 变得更加 强烈 粉碎暴龙和王冠雄军 都是以杀伤力 和攻击性剑长的种族 粉碎暴龙最强的是 那一根像是钢鞭一样 能随意 抽爆山丘的龙尾 而它的撞击 拍打也能轻易粉碎一切阻碍 而王冠雄军最强的自然就是 那三条死亡尾钩 一旦被尾钩刺中 死亡力量 将飞快注入目标体内 无论目标是否是血肉类生灵 生命力 都会迅速在死亡力量的冲击下 枯竭 不过粉碎暴龙的龙铃 十分坚硬 至今未被王冠雄军的尾钩得手 不够 王冠雄军的尾钩 不仅只有刺穿目标 才能造成伤害 就连抽打所爆发出的杀伤力 也不比粉碎暴龙的龙尾差不少 同时 王冠雄军 尽管体表 没有类似灵甲之类的防御层 但体表弥漫的王魂灰物 就是天然的防御 王魂灰物 是王冠雄军掌握的先天防御能计 能够有效削弱受到的伤害 粉碎暴龙的龙尾 每一次抽击在王沟雄军的身上 经过王魂挥舞的削弱 威力 已经只剩下十之一二 达到王沟雄军 能够硬抗承受的范围 而王沟雄军的尾钩 每一次抽在粉碎暴龙的身上 也让粉碎暴龙有些难受 毕竟王沟 雄军的尾钩有三根 而粉碎暴龙的龙尾 却只有一条 攻击速度要快上两倍 二者 你来我往的一次次交击 双方体能都消耗很大 不过对于高位噩梦中 如果不爆发杀招 光靠这种烈度的战斗 没有几个小时 根本无法决出胜负 王沟雄军 由于一直需要维系王魂挥舞 来保持自身的防御力 体能的消耗 还要比粉碎暴龙更高 这样耗下去 对于王沟雄军比较不利 王沟雄军 不再和对方你来我往的消耗 以及一点点增添伤势 而是火力全开 真刀真枪的开打 三条超过十米长的尾钩 折着粉碎暴龙狠狠刺去 粉碎暴龙 被王沟雄军 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 不过在御师的指挥下 还是提前避开了 三条尾钩的刺席 而三条尾钩像是 被赋予了灵性一样 还能够不断增长 不断追着粉碎暴龙追击 粉碎暴龙 在饶了半个格斗场后 还是无奈被尾钩追上 一下刺进了体内 粉碎暴龙凶暴的气息 瞬间枯竭熄灭 身上都蒙上了一层 灰白的死亡能量 很快便丧失了战斗力 无力倒地 击败粉碎暴龙后 王沟雄军也立马收回了尾钩 一个宏大的声音 出现在格斗场上 苏恒 王沟雄军 圣 那是负责这处格斗场的 裁判的声音 苏恒连忙收起了体能消耗巨大 收回尾钩后 不断喘息的王沟雄军 这一招 并非是王沟雄军的 先天种族能计 而是在鸣沟玉熊蜜 能海骨的培育过程中 自行领悟的能计 王沟之吻 威力远超王沟雄军 任何一项种族能计 当然 带来巨大的威力的同时 这招对王沟雄军的负荷很大 如果王沟雄军无法击败对手 就只有战败一个结局 厉害 我输了 粉碎暴龙的主人 是个外表30岁出头的御师 他快步走向粉碎暴龙 收回了自己的御宠 被苏环淡淡一笑 就匆忙离开了格斗场 准备去治疗粉碎暴龙的伤势 死亡能量注入体内 如果不及时 驱除是会出问题的 而苏环打亮了一眼手上的通讯器 上面 实时动态更新的下沉排位榜上 自己的名字 果然已经挺进了前一万 排位9973 第 684章 凑齐 寒冰龙心苏环心头暗喜 总算近一万名了 这些天 苏环一直混迹在格斗场的原因 其实有两个 一个 是通过鸣沟玉熊的蜜能海骨 培育王沟雄军 必须依靠大量的战斗 才能更好的消化蜜能海骨 第二个原因 自然就是为了杀进前一万 获得蜜慧城的奖励了 蜜慧城对于第一次进去前一万的 预施的奖励 是任意挑选一项蜜慧城提供的资源 这些资源 其实价值不算太高 以苏环的财力 本来完全没必要如此耗费时间来谋取 但其中恰好有样 是苏环急需 而且在各个蜜慧 都没有找到的稀罕物品 冰霜龙女 加上这颗寒冰龙心 你的蜕变材料 总算是凑齐了 苏环对着预印空间中的冰霜龙女 含笑道 这些天 苏环晚上战斗在下城格斗区 白天也没闲着 各大蜜会能够进得去的地方 苏环几乎都大概转悠了一圈 凭借着寻宝帝龙队 宝物的感知 哪怕只是大致转悠 但一件件御宠的蜕变材料 也搜罗了不少 不过 蜜慧城太大 这短短的时间内 苏环自然也不可能 走遍蜜会城的每一个交易区 自然也没有搜集到 所有的蜕变材料 不过像冰霜龙女的蜕变材料 却已经差不多凑齐 只差这颗寒冰龙心 寒冰龙心 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元素龙足 由元素能量孕育而生 极为罕见 至少苏环 除开在蜜会城提供的 下城榜前 一万的奖品清单中 见到过这样材料完 就没有再见过 冰霜龙女 起酒 领冬宝玉 加巨角冰兽兽角 加寒冰龙心 加寒霜精灵精华核心 加冰川 龙绝加冰系玲珑血精华5000毫升 加急冰化龙一世 等于急冰龙女 加上这颗寒冰龙心 成长阶段 已经接近完全期的冰霜龙女 就凑齐了所有材料 能够进一步蜕变 就连苏环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麾下 第一个有资格进行灾祸种蜕变的育宠 竟然会是冰霜龙女 冰霜龙女文言 也很开心 轰铃冰冷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激动和期待 谢谢你苏环 等你蜕变完 可就是我们队伍里最强的了 这次蜕变 可要好好努力 苏环同样也很期待 心情不错 鼓励道 嗯 冰霜龙女不善言辞 性格比较安静 平常和苏环沟通不多 但其实很有主见 只是冰霜龙女一族天性冷淡 苏环从对方这句简单的答应中 就能感受到冰霜龙女 内心的坚定和决心 冰霜龙女的种族层次 只是低级噩梦种 而且同为低级噩梦种的 细能宝树龙和幻影变形龙不同 二者 一个是后勤主管间最强移动狱宠 一个具有变形能力 适应性很强 至于种族层次 比冰霜龙女弱的延续龙和寻宝地龙 一个防御力 让冰霜龙女望尘莫及 一个具有寻宝的特殊能力 肩负为大家寻找蜕变材料的重要使命 冰霜龙女 其实已经算是 狱宠阵容中吊车尾的了 当然 这里不算丁神狼和荣江源两只萌星 一旦蜕变为急冰龙女 冰霜龙女的实力 无疑将一跃从吊车尾变成第一 就连光暗地基 也最多勉强抗衡一些 初始形态的突变灾祸种 面对急冰龙女这种急变灾祸种 根本没有多少抵抗力 哪怕光暗地基 和现在实力大增的 王沟雄军联手 面对初始形态的 即便灾祸种 也没有任何胜算 王沟雄军 和粉碎暴龙的战斗结束 很快又有别的御师和御宠上场战斗 苏桓没有继续在格斗场逗留观战 而是离开格斗场 朝着位于下城格斗区中心地区的 一座巍峨的建筑走去 这座建筑 就是下城格斗区的地标性建筑 下城大厅 也是整个下城格斗区管理者所在的地方 苏桓在这里 就能够领取到自己 作为下城榜前一万名的奖励 当苏桓急匆匆来到下城大厅后 通报了自己的来意后 很快就有招待人员 带他去领取奖励 让苏桓庆幸的是 那颗寒冰龙心 依然静静躺在库房里 一副无人问津的模样 并没有在这短短十天里 被人领取 尽管寒冰龙心 也是货真价实的灾祸种材料 但在前一万名的奖励中 价值只能算是中下 而且往往对于没有具体需求的御师 兑换价值根本不高 因此属于鸡灰物品 当苏桓带着这颗 像是巨大蓝宝石一样的寒冰龙心 离开下城大厅后 心情颇为激荡 冰霜龙女的蜕变材料 已经凑齐了 而冰霜龙女步入完全期 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可以预见 时间不会太长 苏桓离开下城大厅后 直接离开了密会城 在密会城外 随意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就召唤出 西能宝树龙 钻进了虚空中 离开了密会岛 而在离开之前 西能宝树龙 已经留下了密会城的虚空锚点 下次直接通过虚空远行 就能够回来 不需要再将 时间浪费在赶路上 不过几个小时功夫 西能宝树龙的身体 就从响雷药塞城外的一处 虚空裂缝中钻了出来 响雷药塞城外 对一切虚空裂缝都有监测 以免出现虚空生物袭击 因此 苏桓都是让西能宝树龙 在响雷药塞城外 就钻出虚空 红礼 密会城那边也一样 苏桓不过只离开了 短短十几天时间 响雷药塞城 看起来和他离开时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而苏桓这十几天里 却变化不小 不仅狱宠的实力 又上了一个台阶 各种蜕变材料 也收集到了不少 不得不说 密会城 不愧是整个亚山半岛高级 资源 材料最为丰富的地方 甚至还有亚山半岛之外的地区 送过来交易的物品 宝物 在离开响雷药塞城之前 苏桓收集道德蜕变材料 还是个位数 此时已经收集了大半了 平均每一只狱宠的蜕变材料 也就差个一两件 冰霜龙女的蜕变材料 更是已经凑齐 回到响雷药塞城后 苏桓第一时间去了 聚灵神设计所 也就是苏桓 准备请来修筑 新黑灯堡的建筑机构 算算时间 聚灵神设计所的设计方案 和初步预估 也应该完成了 苏桓已经迫不及待知道 在叠杖峰上 修筑新黑灯堡的可能性 对于新黑灯堡的建设 苏桓一直都是很上心的 此处虽好 却非无相 第685章 新黑灯堡设计方案 聚灵神设计院内 苏桓被一群设计院的设计师 簇拥着 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面前的建筑方案 全息影像 影像中 是一座坐落在数千米山峰上的 雄伟巨城的俯瞰场景 整座巨城 从山脚到山顶 到处都是建筑林立 依稀可见 这些建筑风格各有不同 有普通的高楼 也有学校 医院 店铺 训练道场 政府大厅 工厂 乃至兵营 卡楼 不过这些建筑 无论其看起来是什么功能的 但外形看起来 都像是一座堡垒 而非普通的建筑 没错 按照苏桓的要求 聚灵神设计院的设计师 在设计之初 就是以设计一座军事堡垒 要塞的初衷 住宅也不例外 这种建造模式 所需要的资金 自然远超普通建筑 但苏桓并不在意花钱 他在意的是 打造的新黑灯堡 能不能成为一座 再一次次潮灾中 屹立不倒的要塞 苏桓身旁 几名聚灵设计院的顶尖设计师 正在为苏桓讲述着设计方案 在最外围的区域 我们采用的是 心灵堡的防御设计 心灵堡的防御力 远超普通军事堡垒 一座能够正面抵御住 噩梦种的袭击 当然 只是短时间抵御 按照我们的设计 每三座心灵堡 组成一个防御模块 三角心灵堡 三角心灵堡 呈极角之势 如果搭配最尖端的武器 能够反击大量的来犯恐怖种 甚至对来袭的噩梦种 也能够造成不弱的反击伤害 一座心灵堡的造架 在25亿响雷币左右 能够驻扎500名战士 而一组三角心灵堡造架 则在100亿左右 一组三角心灵堡 不光包括三组心灵堡的 75亿造架 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 联合模组改造 使其能够发挥出 最强的联动组合能力 按照最佳的设计模式 如果是一座容纳1万人的山城 最好建造一组三角心灵堡 就能够在中等规模的灾巢中 屹立不倒 如果是1000万人规模的城市 最好能够建造1000组 不过因为心灵堡的造架惊人 这只是理论上的 我们去灵神设计所 曾经参与修建的 阴巢要塞 同样是一山修建的山城 也采用三角心灵堡防御模组 不过 拥有上千万人口规模的 阴巢要塞 最终也只修建了 150组三角心灵堡 实在是造架太高了 苏桓此事已经没怎么在意 一旁设计师说的是什么 他的注意力 已经被全息影像 放大呈现出来的 心灵堡所吸引 心灵堡是一种像是海星 一样的特殊军事堡垒 参数在全息影像上 已经全部呈现 每一座心灵堡 大概有五六十米高 占地大概五千平米左右 空体 趋黑 结构十分稳固 看起来就 防御力不俗 心灵堡 采用特殊的建筑结构构成 防御力远超寻常军事设施 每三座心灵堡 组成三角形一样的结构 呼称极角之势 只要一方遭受攻击 立马就会得到 另外两方的支援 三方共同打击来袭之敌 看着三角心灵堡防御模组 表现出来的威势 以及上面的参数描述 苏桓对设计师所说的 能够抵御噩梦种的说辞 已经兴了七八分 心灵堡修筑在山上 山角还能修筑城墙 来防御来袭的 陆形危险生物 但山上的城区 就无法再修筑城墙 防御来袭的空中之敌 到时候面对空中来袭的敌人 这种三角 心灵堡无疑就是 最佳的防御堡垒 全息影像的场景 不断切换 聚灵神设计院 对星黑灯堡的整个设计方案 一一在苏桓面前展开 当全息影像最终停止 转变 所有设计方案 都演示完毕后 苏桓心头不由感慨 不愧是当年建造 英朝要赛的首席设计院 这水平 绝了 聚灵神设计院的设计方案之优异 远远超出了苏桓的预期 你们的设计方案 我很满意 不过 有一个地方 需要稍稍改动下 苏桓对着一众钟 老年设计师 笑着开口道 苏先生请讲 为首的 一名头发斑白的设计师道 你们所说的 一万人居住的城区 部署一组三角心灵堡的设计方案 太过保守 这个数字 我要翻呗 一万人的城区 至少部署两组心灵堡 我要在 这座山上 这座城市 全都修建起心灵堡 哇 苏先生 这样一来 修筑心灵堡的造价 恐怕还要超出 整座城市的造价了 钱不是问题 明天我会让人来找你们签订第一期工程合同 并且支付第一批建造首款 苏桓大手一挥豪气道 苏桓所说的 签订合同的人 并不在响雷要塞城 离开聚灵神社妓院 苏桓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黑灯堡 将他口中的人都接来了 响雷要塞城 当然 期间 苏桓还办理了一行人的响雷要塞城临时居民证 为首的 自然是大师兄曹年了 苏桓马上就要动身参加青年培育师大赛 自然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处理建成的事情 随行的还有许克 福伯 莱娜等人 以及黑灯堡本土的资深建造师 设计师 以及G73避难所的一些骨干技术人员 一行 数十人在苏桓的介绍下 很快熟悉了即将面临的工作 并在第二天 成功代表苏桓与聚灵神社计院接洽 并且 苏桓亲自向聚灵神社计院 支付了第一笔建成款项 足足3000亿响雷币 这3000亿响雷币 还是上次苏桓从红魔道场兑换的 本来想要换房 没派上用武之地 现在用来支付首款 当然 这3000亿对于整座新黑灯堡的建设而言 只是杯水车薪 不过一笔定金 缴纳定金后 按照签署的合同 聚灵神社计院将在签订合同的十个工作日内 组建第一批建造队 前往灰野荒原边缘的叠障峰进行开荒 当然 黑灯堡的御师也会出动力量 对叠障峰的危险生物进行驱逐 甚至苏桓也会在建筑队抵达后 亲自出手 有些西能堡树龙在 苏桓往返辉野荒原根本用不了多久 而这段时间 大师兄曹年和许克 莱纳等人也会留在响雷要塞城 对建成方案进行了解熟悉 值得一提的是 莱纳在苏桓的培养下 也已经从昔日的一个普通人 成为一名职业级御师 尽管实力在黑灯堡都排不上好 但已经算是在御师之路上登堂入室 这也让苏桓颇为欣慰 对于莱纳的能力 苏桓是十分信赖的 他所缺的只是实力吧 第686章 大赛前的准备 在苏桓初步处理好 新黑灯堡的建成事宜的次日 道场联盟负责筹备 这次青年培育师大赛的参赛委员会 就给苏桓发来了简讯 让其立马去猎龙道场集合 苏桓原以为青年培育师大赛即将开始 匆匆赶来猎龙道场后 才被告知大赛在三天后才开始 道场联盟召集大家过来 是准备进行一场赛前的特训 这次道场联盟参赛的人员 满打满算也不过50个 刚刚凑齐了整个道场联盟 受邀参赛的总人数 其中培育家37人 培育专家11人 培育大师一个没有 甚至还有两个名额 实在凑不齐30岁以下的培育家 找了两个高级培育师充数 不过在场的50人 无一例外 都是大师及育师 其中光是七贯大师 就有不下10人 甚至有一个外表 看起来30上下的育师 实力之强竟然连苏桓都看不出深浅 很可能是超贯大师 苏桓原本对参赛并不是太上心 不过严须龙的画龙材料 尾龙龙心还没到手 他也只能耐着性子赶过来 尾龙是旧日龙典中 对于龙族的划分层次 相当于灾祸种层次的龙族 尾龙龙心 也就是一颗灾祸种层次的龙心 原本密会中不乏这种材料 不过苏桓想着 既然猎龙到场会发放 就没有专门在密会城购买 毕竟一颗灾祸种层次的龙心 相当于一头尾龙 最有价值的精华材料 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猎龙到场对于所有参赛者的奖励 都将在前往参赛地的前夕发放 以免出现参赛者拿到奖励后 却不参赛的事情 等到参赛的50名青年培育师到场后 几名参赛委员会的负责人 终于说明了来意 所有人对于即将进行的 为期三天的特训并没有反对 只有苏桓眉头微皱 三天时间参加这什么鬼特训 早知道这样 他还不如直接在密会城 将尾龙龙心买下来算了 他可没这个时间 不过还没等他拒绝 当听到一天只需要花费两个小时 参加所谓的赛前特训后 苏桓略一思索 就勉为其难同意下来 尽管对这个特训 苏桓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但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还是耐着性子参加参加算了 毕竟以后 还要再想了要赛城待一段日子 临时退出不参加这次的大赛 很可能会得罪猎龙道场 猎龙道场的实力 比红魔道场还要强胜几分 能不得罪 还是不得罪得好 特训也在当天下午正式开始 苏桓这才知道 所谓特训 其实名不负实 猎龙道场 作为一个以训练龙系育宠 战斗力著称的道场 对于培育师领域的涉猎并不多 特训 其实就是向所有参赛者 讲述一下 青年培育师大赛的来历 参赛规则 以及历年举办的形式 需要注意的事项 需要准备的事项 等等内容 因此 每天花费两个小时 一共三天 就足以将方方面面 说得面面俱到 第一天的特训结束 在结束时 苏桓的通讯器上 还被传来了大量和培育师 大赛有关的资料 苏桓结合特训时 参赛委员会人员的讲述和资料 对青年培育师大赛 有了初步的了解 同时 也对这项赛事 第一次真正产生了一丝兴趣 作为整个亚山半岛三大赛事之一 这项赛事自然不简单 同时 苏桓也理解了 猎龙道场 为何如此大费周章设立奖项 来广招青年培育家参赛 大赛 尽管是以团体形式参赛 但每个团体的培育师 在比赛中 其实都是各自为战 最终会统计个人分 和团体总分两个成绩 赛事对比的形式 自然也就是培育 不过 并非培育自己的育宠 而是培育参赛方提供的育宠 最终根据各种形式的培育结果 得出 最终得分 绝出胜出者 胜出者将获得举办方提供的 一项项奖品 这些奖品 哪怕以苏桓如今的眼界和财力 也不免有些眼热 其中 不仅有各种灾祸 种幼宠 甚至还有一些苏桓在秘毁城 也难得一件的宝物 就算在秘毁城出现 这些宝物 也足够上高规格的拍卖会 例如 灾难种 乃至天灾种层次的材料 资源 不过 哪怕最普通的奖励 也需要在个人总名次中 杀进前三千 而按照响雷要赛成道场联盟 历届参赛的最好个人成绩 也不过是堪堪几近三千 而且是前三千的末尾垫底的位置 整个亚山半岛参赛的团体 多达数百进千个 总参赛人数 更是超过十万人 像道场联盟 其实很大意义上 就是被邀请去凑数的 毕竟道场联盟 并非以培育师著称的种族 或许道场联盟的各个巨头道场 对于自身擅长的育宠 培育上面颇有心得 但培育大赛的培育师对决 比的是综合培育能力 培育的育宠对象 更是五花八门 涉及多种系 多种族 单单各大道场 自己掌握的那点培育心得 遇到不擅长的种族 也只有抓下 比如红魔道场 最擅长的 就是兽系育宠 猎龙道场 最擅长的 就是龙系育宠的训练 对于别的育宠 并不是太过擅长 前一百 就奖励灾祸种幼宠 真不愧是七大要赛 成系联合举办的大赛 财大气挫 既然如此 一只灾祸种幼宠 我就当人不让了 苏桓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准备在这次大赛上 稍稍显露 一番伸手 其实就是借助旧日龙点作弊 尽管冰霜龙女没多久 就能蜕变化龙 但苏桓自然不介意 在大赛上 获得一只免费的 灾祸种幼宠 缩缓的心灵修为 也已经接近超贯层次 也是时候 考虑收服 名面上的灾祸种育宠了 不过灾祸种幼宠十分难得 哪怕在密会城 几乎每天都有出现 但也只出现在密会的 拍卖场上 每每都能拍卖出天价 灾祸种是脱离危险种 恐怖种 噩梦种三个层次的 另一个层面的生物 按照旧日龙点的划分 危险种 恐怖种 噩梦种被统称为 下位种族 灾祸种 灾难种 天灾种 则被统一划分为 上位种族 下位种族和上位种族的 生命形态 已经在本质上 截然不同 灾祸种每个成长阶段 形态的 不同 就是 上位种族和下位种族 最大的区别 除此之外 和下位种族相比 上位种族灾祸种的 幼生期十分短暂 最长也不会超过一年 从出生开始 灾祸种就能凭借 母胎馈赠的特殊能量 飞快生长 短短几个月时间 快的甚至几十天 就会结束幼生期 步入完整的初始形态 因此 自然界几乎很难遇到 幼生期的 灾祸种 人类遇失 在荒野所遇到的灾祸种 至少也是步入初始形态的个体 掌握着极强的力量 这也让灾祸种 幼虫的价值高的惊人 通常是初始形态的数倍 甚至十倍之多 收服初始形态的灾祸种 难度可比收服幼生期高了十倍 百倍 幼生期的灾祸种 就像是一张白纸 很轻易 便能与预事建立心灵羁绊 而初始形态的灾祸种 已经通过种族世代传承的记忆 拥有了独立的成熟心智 和不俗的智慧 很难被人所收服 苏桓既然打定主意 在这次大赛上获得优胜 达到名次和奖励 自然也就上心起来 开始通过了解到了 培育大赛的内容 有条不紊地准备起来 三天时间 如果有新准备 已经足够做不少事 第687章 光蜜要赛成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这三天连 苏桓将全部精力 都花费在了 准备即将到来的培育大赛上 对于前一百独有的灾祸种 幼虫奖励 苏桓堪称 势在必得 当然 哪怕同为前一百 挑选幼虫的顺序 也是按照排名来决定的 排名第一的 自然能够低顺位挑选育虫 而一百只作为奖品的灾祸种 不仅有突变灾祸种 更有即变灾祸种 即变灾祸种 先挑选的优胜者 只要不是施新锋 自然都会率先挑选那些 价值连城的即变灾祸种 幼虫 初始形态的即变灾祸种实力 比经过二次蜕变的 突变灾祸种还要强 但幼生期的即变灾祸种 同样实力很弱 有被普通超冠大师收服的可能 而能够在大赛中 获得前一百名次的培育师 其实不少都是超冠大师 尽管大赛限制30岁以内的培育师参赛 但亚山半岛幅员辽阔 其中不乏天才 30岁以内步入超冠大师行列的御师 尽管稀少 但也并非没有 近千个参赛势力 总能凑出不少 不说别的 就是这次道场联盟的50名参赛者中 就有一个疑似超冠大师的培育专家 当然 培育大赛比的是培育能力 本身的实力强弱倒是其次 三天后的上午 50名参赛者和10名参赛委员会的随行人员 在猎龙道场会和 随行人员有一阵二扶三位超冠大师级的领队 七位七冠大师组成 其中一人 还是苏桓的熟人 来自红魔道场的红魔星乞丐 这次参赛队伍的领队 猎龙道场的王冠大师陆继 率先召唤出自己的御宠 风亦交虎 跨上风亦交虎的背脊 风亦交虎双翅一阵变 冲天起 渔者纷纷召唤御宠跟随上去 三大赛事 向来是亚山七雄轮流举办 这次大赛的举办方 视同为亚山半岛七雄之一 位于亚山半岛北部 靠近大地板块的光蜜要塞城系 举办地点就在光蜜要塞城系的首府 光蜜要塞城 和响雷要塞城一南一北 相隔何止十万公里 一头头气息强大的御宠 顿时飞上天空 寻常 响雷要塞城的上空 是禁止飞行类御宠飞行的 不过这次由道场联盟带队参赛的队伍 却有特殊权限 能够直接从响雷要塞城中升空飞行 苏环看着 已经渐渐化作天边一个小点的风亿交互 召唤出飞行速度 最快的风雷将士龙追了上去 风雷将士龙 在众多御师召唤的御宠中 算是先天种族最低的一个 但速度之快 比起超级噩梦种 也不逊色分毫 当然 比起陆寂的灾祸种 风亿交互 自然远远不如 尽管风亿交互 只是突变灾祸种 但却是突变灾祸种 风亿蛇虎的三次 蜕变形态 比起老师 那头烈焰赤红龙 也不会逊色太多 更别说 风亿交互 本就是以速度见长的种族 初始形态 风亿蛇虎 一次蜕变形态 风亿盲虎 二次蜕变形态 风亿燃虎 三次蜕变形态 也是最终形态 就是风亿交互 不过 这头风亿交互 显然为了照顾这群 大都是大师级的 参赛者的速度 放缓了飞行速度 让众人的御宠 都能够跟上去 从响雷药赛城 到光蜜城 几乎横跨整个亚山半岛 以目前的速度 大概要三四个昼夜 不停歇的时间 诸位可别掉队了 陆寂的声音 远远传来 十分清晰地响彻在众人耳边 话音刚落 风亿交互在空中微微一顿 双翼间飘飞出无数清零之风 周围空间都被清零的场域包裹 将数十头御宠 纷纷包裹 紧接着 众多御宠速度大增 这是风亿交互的场域能力加持 苏桓同样感受到 风雷降噬龙激增的速度 心底也有些惊奇 四天后的凌晨 一行数十人驾驭御宠 来到了光蜜城外 苏桓 这是你第一次来光蜜要塞城吗 和苏桓同样出自 红魔道场的随行人员乞丐 对苏桓笑着问道 是 除了响雷要塞城 我只去过雪国要塞城 苏桓望着远处在黑夜中 不断闪耀着各色光彩的雄伟城市 光蜜城和响雷要塞城 雪国要塞城可大为不同 趁着这次参赛 你可得好好游览一番 还算不需此行 乞丐年纪早已经超出参赛上线 为人颇为健谈 作为红魔道场的红魔星 长期负责对外事务 因此才被选为这次参赛的随行者 苏桓刚想回答 还没开口 便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气息席卷而来 目光幽深地凝望着那座黑夜中的巨城 只见 在巨城闪耀的光彩中 一道道像夜宵一样的身影 从城市中冲天起 并迅速逼近自己等人组成的队伍 没多久 一只只气息强大的狱虫 便拦在了众人身前 为首的几只狱虫 竟然全都是灾祸种 为首的一人高声开口道 是想雷要赛城的参赛队伍 没错 我是想雷要赛城到场联盟 这次的领队 陆继 那人没再开口 反而是旁边一名同样成其灾祸种 狱虫的御师 率先走出来 对着陆继朗开口道 陆老哥 好久不见 哦 是你查克斯啊 确实有好些年没见了 陆继的声音也颇为压异 没想到刚到光蜜要赛城 就遇见一位故人 陆老哥 我这些同僚会接待你们想雷 要赛城的参赛队伍 我们去聚一聚 走 你们光蜜的美酒 可是让我欲罢不能 英诚 雷路就交给你们了 陆继对两名副领队 吩咐一句 并将一些似乎是参赛 邀请凭政之类的东西 一股脑塞给两人 今天不醉不归 塔克斯说罢 便带着陆继先朝光蜜要赛城飞去 留下苏桓等人面面相去 这领队 好像有些不靠谱啊 诸位既然是响雷要赛城的参赛队伍 就跟我去响雷要赛城的接待去吧 刚刚开口的那名超贯大师 查看过凭政后 当即让几方人员放下警惕 调转御宠 方向 带着苏桓一行 朝着光蜜城飞去 刚刚飞进这座位于亚山半岛背部 和翡翠大地区所在的大地板块交接的要赛城 就感受到了一种迥异于响雷 要赛城 或是雪国要赛城的氛围 哪怕在深夜时分 光蜜要赛城中依然是灯火通明 随处可见成奇遇宠行走在路上的行人 而这些人 大都气息不弱 看起来至少比雪国要赛城 和响雷要赛城要强上一些 从高空府看 光蜜要赛城中有不少建筑都没有熄灯 其中尤其以训练道场为主 训练道场无不占地面积极广 远超普通建筑 一眼就能变时 几乎绝大多数训练道场的灯火 都是通明的 显然其中有人在训练 光蜜要赛城的御师训练氛围 似乎很浓郁啊 御师的实力 普遍也要高于雪国和响雷 苏桓心头感慨 没多久 光蜜的人便带着苏桓一行人 在接待区降落 这是一处占地极广的庄园式建筑群 其中各类设施齐备 环境也相当不错 只不过 庄园的位置较为偏僻 远离中央城区 显然是怕这些外来的实力强大的参赛者 不遵守规矩 被城市造成颇尾 第688章 奇务街苏桓等众参赛者 以及随行的道场联盟的领队 随行者 共同被安排在了庄园一片相邻的独栋别墅内 一人一间独栋别墅 这种安排 显然符合众人大师及御师的身份 苏桓也分到了一栋独栋别墅 一人住一间别墅 确实有些大了 不过这是参赛者身份和举办方态度的象征 苏桓随便找了监禁癖的房间 拿出通讯器 便开始登陆光密要塞程系的成绩网络 每个要塞程系都有自己的成绩网络 而且互相之间并不开放通信权限 这里最主要的原因 并非是要塞程系之间各自闭塞 单单是因为成绩网络的覆盖面积有限 整个亚山半岛的面积实在太过广阔 就连众人遇使噩梦肿遇宠的矫程 也耗费了四个昼夜时间 才从响雷要塞程抵达光密要塞程 想要覆盖这么大面积的网络通讯 实在太过困难 苏桓先是在成绩网络上大致了解了一下 光密要塞程系的基本情况 文化背景 而后便拿出另一个通讯器打开 这个通讯器是代行者组织发放的那个 尽管苏桓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过代行者组织的活动 但对代行者组织提供的公共情报一直很感兴趣 代行者组织势力遍布整个亚山半岛 甚至还延伸扩张到了亚山半岛之外 各类情报五花八门 甚至苏桓第一次听说亚山密会 就是通过代行者组织 以苏桓如今的实力完全能够成为一名正式的代行者 不过他至今还顶着行走的名头 只因想要从行走晋升代行者 必须参与一次符合实力的行动 苏桓打开代行者论坛 光密板块 开始翻阅论坛上有关光密要塞程的情报 没多久苏桓就有了发现 光密要塞程有一条街 名为奇物街 专门销售各类奇物 以及制造奇物的原材料 其中不乏灾祸种层次的材料 让苏桓怦然心动的是 光密要塞程和响雷要塞程不同 这里竟然不对材料的销售进行任何限制 也就是说 哪怕一名御徒 只要有足够的财富 就能够购买噩梦种乃至灾祸种层次的材料 资源不需要特定的权限 明天就去奇物街看看 苏桓打定主意 尽管奇物什么的 它不太需要 但各类材料 它是永远不嫌少的 加上育宠的蜕变材料 也没有全部凑齐 如果能有所掌获 那就最好不过了 至于大赛 则在三天后才开始 这前三天 它相当于是能够自由活动的 寻宝地龙一听到 明天要去奇物街逛逛 顿时激动起来 这名字一听就有不少宝贝 它寻宝地龙大展身手的时候 又到了 苏桓看着寻宝地龙精神抖擞 含笑道 明天就靠你了 至于现在 就好好休息吧 四个昼夜 几乎不停不歇地赶路 以苏桓的体魄和精力也累得够呛 加上现在是凌晨两三点 正是人一天最累最困的时候 此时也是睡意上头 搂着寻宝地龙就睡了起来 不过 尽管苏桓累得够呛 但玉印空间里的有的家伙 可是一点都不累 或者说 除开一路上飞行赶路的 风雷降势龙外 大家都不累 相当于是睡了好几天 此时正是精神抖擞的时候 不过 没有苏桓发话 大家轻易也不敢出来 毕竟体型在那摆着 人类的居住场所 对这些家伙 所需要的活动空间而言 实在是为难了 还不如带着玉印空间里 宽敞 只有光暗地基和冰霜龙女 两只小个的玉宠 偷偷从玉印空间的门户中 钻了出来 看着苏桓已经进入梦乡 二者 偷偷摸摸走走下 二楼的旋梯 来到一楼 动作娴熟地 打开电视 往沙发上一趟 看起了各类电视 电影 来 作为和响雷要塞城 相隔不知多少万里的 光蜜要塞城 这里有着和响雷要塞城 迥异的文化 电视电影 更是和响雷要塞城 大不相同 作为追剧达人的光暗地基 已经安耐不住心里的激动了 连忙带着同样对追剧 有些不少兴趣的冰霜龙女 偷偷摸下龙 睡梦中的苏桓 忽然打了个寒颤 哪怕已经沉睡 也能够清晰感受到极寒的温度 不由将身上的被子裹了裹 原本以苏桓堪比 恐怖种育虫的体魄 寻常的低温 根本不会让它产生任何 不适 不过这时 别墅内的温度 确实低得有些惊人 房间的角落里 窗檐 窗檐 甚至在这盛夏的季节里 结出了寒霜 那是一楼客厅 正在和光暗地基抱在一起 看恐怖片的冰霜龙女 由于有些害怕 不自觉地散发出的寒意 时间很快到了第二天早上 当苏桓从睡梦中醒来时 走出别墅 召唤出稀能宝树龙 苏桓一边 给狱宠们喂食能量果实 一边暗自敌过 昨天做了个怪梦 大夏天竟然下雪了 真是奇怪 光暗地基和冰霜龙女对视一眼 连忙各自移开了视线 开始吃着各自的能量果实 都怪你差点暴露了 都怪你要看恐怖片 都怪你那么胆小 竟然怕看恐怖片 两个塑料花姐妹 开始在心灵沟通中 相互埋怨起来 下午 我要去一趟光明耀赛城的奇物界 大家已经好几天没训练了 为了将训练补回来 我决定找一家靠谱的训练道场 将大家暂时寄托在道场 进行简单的训练 我从奇物街回来 就来接大家 苏桓对着一众遇宠道 训练道场 除开提供给学员训练的场所外 还会承接训练遇宠的委托 甚至这才是训练道场的只要业务 只不过苏桓训练 遇宠向来是亲力亲为 这才没怎么进行过道场委托 这次 还是他要去奇物街 无法训练遇宠 因此才出此下策 不过话还没说完 就能感受到大家心底那种 单单的排斥和不开心 苏桓能够理解大伙的不开心 不过还是宽慰道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次主要是为了凑齐大家的训练材料 大家忍耐忍耐 尽快成长到完全期 到时候一举蜕变成功 胳膊拧不过大腿大腿 遇宠拗不过遇失 下午 苏桓就将遇宠们 送到了整个光蜜要塞城 口碑最好的官方训练道场 光蜜道场中进行训练 委托 自己带着已经完全期 不需要进行太多常规训练的王沟雄军 延续龙和不可或缺的寻宝地龙 前往奇物街 奇物街尽管名字带一个街字 但其实并不只有一条街 而是一整个街区 由大大小小数十条街 纵横交错组成 算是光蜜要塞城 最大的一个奇物买卖商圈 光蜜要塞城 大多数奇物研究所 都在这里设有店铺 销售研究所制造的奇物 一些奇物材料商人 也在这里倾销高价值的材料 十分繁荣 就这样 苏桓带着常年 爬在肩头的寻宝地龙 走进了奇物街 第689章 玉宠奇物店 整个奇物街很大 苏桓也没有指望 自己能够靠闲逛有所发现 因此 一进入奇物街 就让寻宝地龙 动用宝物感知的能力 开始有针对性的感知 起某些特定的材料来 其中 最主要的 自然就是 玉宠们 蜕变还欠缺的那些材料 寻宝地龙的宝物感知 在小范围内 感应是很灵验的 没多久 就有了发现 按着寻宝地龙所指的方向 苏桓朝着奇物街 深处走去 没多久 苏桓就心满意足地 从一间售卖奇物材料的店铺中 走出来 寻宝地龙的能力 从未让他失望过 不过短短功夫 就找到了一颗幽暗之眼 幽暗之眼 是幽影暗面熊 蜕变上缺的材料 有了这颗幽暗之眼 幽影暗面熊的蜕变材料 就只差最后一种了 摆下幽暗之眼后 苏桓带着寻宝地龙 在奇物街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寻宝地龙 能够在奇物街找到一样材料 已经让苏桓大感不虚此行 要知道 目前苏桓上缺的 各类蜕变材料 可都是在秘惠城都没有凑齐的 苏桓并不觉得 一个小小的奇物街 在各种珍稀材料的丰富程度上 能赶得上秘惠城 能找到一颗幽暗之眼 已经让苏桓出乎意料 为了奖励寻宝地龙 又一次成功地找到同伴 祇宝使用的奇物的商店 没错 不光有人类御师所使用的奇物 还有专门提供给 祇宝所使用的奇物 不过 祇宝的奇物和人类奇物 有些很大的不同 祇宝们最强的 就是自身的能力 对能力最大限度的开花 发挥出的威能 要远超任何同等级奇物 因此 祇宝专用的奇物 设计诞生之初 就不是用于提升 祇宝战斗力 或者能力强度的 祇宝奇物的用处 其实是以辅助为主 比如 辅助育宝训练 疑惑提升育宝的愉悦程度 换句话说 不少育宝奇物的用处 就是用来 让育宝们寻开心的 具体的功效 更是五花八门 苏桓 由于有着最合适的训练方式 以及密钥配合 对于这些辅助育宝训练的奇物 一直不是很伤心 这次刚好路过 不少贩卖育宝奇物的商店 这才想到自己 还没为育宝们 买过任何育宝奇物 打算趁这个机会 送育宝们一个小礼物 不光是刚刚立功的 寻宝帝龙 苏桓 打算每人都送一个育宝 奇物 寻宝帝龙 喜好什么 自己挑吧 走进育宝奇物店 苏桓大手一挥 与气十分豪气地道 寻宝帝龙 还是第一次 逛育宝奇物店 尽管宝物感知明确地告诉他 面前的所谓 育宝奇物 其实大兜价值不高 根本连宝物都算不上 但寻宝帝龙 还是满是新奇地 打量着整个奇物店内 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些商品看外表 就不是给人类使用的 大兜是以挂件 好件的形式存在 方便育宝们穿戴 风啸名字 更是花里胡哨 比如 为育宝挠养的奇物 挠养棒 为脾气暴躁的育宝 贫富暴躁的心情的奇物 宁静投孤 还有为比较懒散的育宝 增加斗志的奇物斗战项链 最奇葩的是 苏桓竟然还看到一件 专门为兽戏育宝 增加雄心魅力 和求偶成功率的雄伟 吊坠 苏桓看着这些 能力奇葩的育宝奇物 嘴角都有些抽搐 而寻宝帝龙 两只大眼睛 此时却直勾勾地 盯着货架上的一件奇物 挪不开了眼睛 那是一件 外表华丽异常 散发着耀眼宝光的奇物 外形 大概类似于一个 镶嵌着大量彩色宝石的帽子 奇物的名字 也很有特色 宝石帽子 都能戴上 苏桓嘴角抽搐地 看着这顶帽子 随后强行将目光 一向寻宝帝龙 问道 寻宝帝龙 你喜欢 让苏桓嘴角抽搐 更加厉害的是 寻宝帝龙 竟然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苏桓看了一眼物品 剪辑后的标价 点了点头道 那我们就买吧 确定好第一件礼物 送给寻宝帝龙后 苏桓开始挑选起 大家的礼物 不过 最终还是没能在 这些奇物的 寻宝奇物中 挑选出第二种 其他的 下次带大家 一起来挑选吧 苏桓有些头疼 这些滑而不识的 寻宝奇物 他实在拿来 没什么用处 而且也不知道 大家都喜好什么 根本无从挑选 王沟雄军 严虚龙 这里面 你们有想要的吗 苏桓对着 寻宝空间里的 庞然大物问道 因为奇物店 空间有限 两个家伙 只能窝聚在寻宝空间里了 二者同时摇了摇头 表示对这家店里的东西 毫无兴趣 一家家奇物店的找了过去 最终 终于挑选到了 让王沟雄军 和严虚龙满意的礼物 王沟雄军上次 向苏桓提出的 要见一片死亡力量 盎然的 坟场的愿望 没有得到实现 这次依然不忘初心 挑选了一件效果 同样有些奇葩的奇物 奇物的全称 叫做死亡墓碑吊坠 死亡墓碑吊坠的效果 单一 只有一种能力 那就是 能够制造出 阴森恐怖的气氛 在周围制造出 一片墓碑林立的 坟场幻境 来满足一些 死亡系育虫 对栖息环境的 特殊需求 使用死亡墓碑 吊坠制造出 一次坟场幻境后 王沟雄军 就对这件 育虫奇物 爱不释手 苏桓也不犹豫 直接买了下来 这些花里胡哨的 育虫奇物 哪怕时间一百件 恐怕也没有一件 正经的噩梦奇物 价值高 至于严虚龙 则选择了一件 让苏桓意想不到的 育虫奇物 那是一枚硬币 风石硬币 风石硬币的效果 在苏桓看来 也根本没有用处 风石硬币 能够模拟出任何东西 在长年累月下 经历侵蚀的场景 比如岩石被风石 大山化为湖泊 湖泊又化为陆地的场景 不过严虚龙 似乎对这种 侵蚀的过程 十分感兴趣 考虑到严虚龙的能力 苏桓也不难理解 他的兴趣而来 三只育虫的礼物 都挑选好后 时间已经不早了 苏桓便打算打道回府 去委托训练的道场 接育虫们回家 苏桓此时 已经深入奇物街深处 之前来到这里时 是为了给育虫们 挑选礼物 因此绕了路 这次返回 自然是走直路 还没走到一半 寻宝地龙竟然忽然 从苏桓怀里 一跃而起 苏桓 我感应到了 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第690章 一块石头引发的争端 苏桓文言 面色微微一变 之前 找到那颗幽暗之眼时 寻宝地龙都 没有这么激动 能被寻宝地龙 描述为很重要的东西 最次也是某种 蜕变材料的主材 寻宝地龙 我们快去 简直是喜从天降 找到幽暗之眼后 还能找到一样 缺失的主材 苏桓心情颇为激动 任何主材的罕见珍惜程度 都是远超辅才的 因此 目前所有育虫的蜕变材料 缺失的大都是主材 很快 苏桓便根据 寻宝地龙感知的位置 来到了一家 规模不小的商店内 这间商店的规模 要超出普通奇物店 很多 凯奇材料店 看名次 是一间专门出售 奇物材料的店铺 和别的店铺 通常只有一两层 两三层不同 这家店竟然在奇物街 占据了一家 超过十层楼高的建筑 在整个奇物街 偏低矮的建筑风格中 堪称鹤立基群 走进凯奇材料店 随着寻宝地龙的感知 目标 一颗漆黑的怪石头 怪石头 静静躺在材料堆里 毫不起眼 唯一有些不凡之处 就在于这颗怪石头 哪怕在店铺内的 白赤灯照射下 依然显得暗淡无光 吩咐光线照射在石头上面 都被吸收了不少 苏桓已经将所有 育虫的每一样 蛻变材料铭记于心 对于材料的外部特征 乃至本身的特性 独一清二楚 自然一眼 就认出来 这块石头的身份 枯光觅石 光暗地鸡 尽管还是成熟期的成长阶段 但如今能力 已经开化得相当不错 特别是几种神奇系 能力的加持 更是让光暗地鸡的实力 远超寻常 超级噩梦种 哪怕完全期超级噩梦种 都远不是光暗地鸡对手 当初 光暗地鸡 就在和雷浮的对决中 轻易击败了对方的雷雨飞龙 而如今已经 距离那次过去了很长时间 光暗地鸡的实力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 光暗地鸡几乎没有权力出手过 尽管如此 苏环却能大致 估计出光暗地鸡的真实实力 恐怕能和寻常初始形态的 突变灾祸种相当 对于实力如此强劲的 光暗地鸡的进一步蜕变 苏环一直都是极为上心的 现在的光暗地鸡 就已经足以匹敌一般的灾祸种 一旦成功蜕变 恐怕实力 在灾祸种中 也属于强悍的程度 不过光暗地鸡的蜕变材料 却十分罕见 目前 光暗地鸡一共还 欠缺三种材料 枯光蜜石 就是其中一种 而且是最重要的主材料 枯光蜜石 据说是一个密地的光源枯结后 形成的神秘石头 尽管已经枯结 无法再作为光源散发光蜜 但本质上 却是光之力量高度凝聚的物质 具有种种奇异功效 这种物质极为罕见 苏环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在奇物街凑巧遇到 而且这家店主 显然并没有意识到 枯光蜜石价值 竟然将其和普通噩梦种材料 放在一起 枯光蜜石 可是对灾难种 都能产生奇效的秘宝 就在苏环 看向枯光蜜石的 刹那 一行人也来到了 距离凯奇材料店 不远处的街道 这些人 气势都无比强悍 所有人统一着重 不过看款式有些差别 分为男女两款 无论是男款 还是女款 相同之处 就在于 他们的衣服的胸口位置 有着一个特殊的图案 那是一根长毛 洞穿一条飞龙的画面 图案 唯妙唯孝 飞龙被长毛刺穿时的 痛苦神情 似乎都通过特殊手法 表达出来 唯妙唯孝 显然是大师手笔 一件衣服 都是大师手笔 他们的身份 自然不会简单 走在一行人 最前面的 是一个身材瘦削的青年 他的手上环抱着一只 像是老鼠一样的育 虫 不过这只老鼠 浑身却是白金色的皮毛 看起来十分华丽 体型也比普通老鼠 要肥瘦一些 最特殊的是 这是白金色的老鼠 有着一只硕大鼻子 鼻子几乎 占据脑袋的三分之一 看起来尤其夸张 老鼠的鼻翼不都耸动着 瘦削青年 则根据老鼠鼻翼 耸动的方向 不断变换方向 而身后的众人 则紧紧跟随 瑞克 你确定你的探宝鼠王 没有感应错 整个奇物街 都快绕了一圈了 瘦削青年 身后一行人中 枯光蜜石 就算不是 也和枯光蜜石 有些莫大联系 被称为瑞克的授削青年 停下来 信誓旦旦道 继续带落 细腻一回 没多久 众人就被瑞克 带来了凯奇材料店 并且快速走进店内 而此时 苏桓刚好在一楼大厅 进行交易 交易的物品 赫然是那块枯光蜜石 先生 交易完成 请收好您的东西 和交易收据 一名容貌俏丽的少女 对着苏桓 一脸笑容道 苏桓微微点头 没有多坐停留 快步朝外面走去 苏桓路过瑞克一行人时 感觉到气氛有些古怪 眉头微微一皱 但脚步并未停留 几个人 看着苏桓的眼神十分古怪 不过并没有多余的动作 而是放任苏桓离开 凯奇材料店 真是枯光蜜石 没想到这种小地方 竟然能碰到这种东西 枯光蜜石 可是昆奇大师 指明要的东西 不过这小子 好像杰族仙灯了 打怕他杰族仙灯了 又怎么样 据传这东西 能够让昆奇的光细灾祸种 光尾龙 进化到终极形态 昆奇大师 可不管这些 老大 怎么说 我们跟上去 先来软的 不行 直接来强的 在苏桓走出凯奇材料店后 一行人立马跟了上去 没等 苏桓走远 几人已经肆无忌惮地召唤出狱宠 隐隐将苏桓包抄在中间 苏桓心头微微一沉 这些家伙 恐怕来者不善 不过苏桓倒是没有太过紧张 哪怕目前 随行的狱宠 只有寻宝地龙 和王沟雄军 严虚龙 这可是光丽要塞城的繁华区域 苏桓不太相信对方 胆大包天 倒敢在这种地方 直接挑起狱宠战斗 苏桓能够感受到 对方几人 全都是大师及狱师 为首的那个 甚至心灵修为不会弱于他 而噩梦种的破坏力 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区而言 无疑是极为可怕的 轻而易举 就能坏掉一片城区 因此 几乎任何一个城市 勾严禁欲宠在城内进行争斗 为者 特别是主动挑起争端者 会受到极为严苛的惩处 就在苏桓意识不清楚 对方的意思时 几人中为首的 那名高个青年 不光冷漠 又充满挑衅地看着他 语气强硬道 小子 刚刚你买的那块石头 我们要了 就按你购买价的两倍 你赚到了 第691章 猎龙城苏桓文言 孔孔微微一缩 这些家伙一口叫破 枯光蜜石 显然已经认出来 不过这块枯光蜜石 是光暗地基 蜕变所需的主材 就算没有这个原因 如果按照价值来估算 比他刚刚的购买价高了 有岂止十倍百倍 苏桓怎么可能按照 两倍的购买价卖出去 这跟白颂有什么区别 苏桓面无表情地 看着面前的人 对方气焰里自带的 那骨子嚣张 和悟空一切的态度 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 他果断拒绝 不卖 嘿 老大 他说不卖 那名手中抱着一只 白金色大老鼠的兽靴 青年怪笑一声 看向为首的高个青年 高个青年淡淡开口 卖不卖什么时候 轮到他说了算了 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围观 不过几人有恃无恐 依然目空一切 这几个家伙 难道是光蜜要塞成什么大势力 苏桓看着对方 越发嚣张的态度 心底有些猜测 不过自己这次来 代表的是响雷要塞 城西道场联盟的身份 那些道场联盟的巨头 也不是吃素的 自然不惧这些 所谓的本土大势力 光蜜要塞成 作为大赛的举办方 苏桓不信 他们不会注意影响 这边的情况 引起了那些 围观路人的窃窃私语 那些路人 似乎知道这些人的身份 苏桓侧耳倾听 倒是听出了一些门道 好像是猎龙城的人 看衣服的样式和图案 应该就是猎龙城了 这家伙 真挺倒霉 竟然惹上了猎龙城 苏桓心中微微一动 猎龙城 根据他所了解到的 有关光蜜要塞成细的情报 似乎并没有一个事例 叫做猎龙城 不过这些人 似乎对这个组织颇为了解 苏桓打定主意 回去好好查看一下 有关猎龙城的消息 苏桓正想着 忽然一股惊人的力道 袭来 无形的力道 扭曲成类似场域的束缚 目标赫然是自己 一个组有三层楼高 浑身像被笼罩在雾气里的身影 伸出雾气缭绕 握盘大的大手 朝着他当头盖来 似乎要将自己擒住 无形的场域力量席卷开来 沿街两侧的房屋 都被力道破坏 砖块寸寸碎裂 双侧垫铺的玻璃窗 更是几乎全都碎裂开 周围围观的群众 一阵鸡飞狗跳 口中叫骂着 真特么是疯子 笨石跑得一干二净 苏桓微微一惊 目光一冷 这些家伙好大的胆子 竟然真的赶在 光蜜耀赛城的闹市区 明目张胆地动手 在巨手袭来的刹那 玉印空间的门户洞开 严须龙山豹一样的笼罩 从玉印空间中伸出来 挡在了苏桓身前 严须场域也随之笼罩着苏桓 对他进行保护 来袭者破坏力惊人的力道 在严须龙的防御面前 也难以发挥出什么作用 被轻而易举挡住 瑞克 你的屋居然不行啊 闪开吧 我亲自来 大名为首的高个青年 开始召唤御宠 一头身长宽都有数十米 像是一座肉山 浑身长满粗大触手的暗紫色怪物 出现在长街上 街道不过是十米多宽 怪物数十米的体型 连整个街道都容纳不下 沿街不少建筑 都被怪物庞大的身体压得垮塌 一时之间 整条街都像陷入了世界末日一样 无端有人从建筑内跑出来 那些在奇物街做生意的商户 全是遭了无往之灾 他们在奇物街做生意 不少年也没遇到过赶在奇物街 这么不知死活 直接动手的家伙 商户中不乏大师及御师 顿时召唤御宠 怒气冲冲冲向破坏员 可当众人带着御宠冲出店铺 看到闹事者 或者说闹事者身上的服饰后 顿时掩其息鼓 仅仅让御宠保护住自己的店铺 似乎都认识这些家伙的身份 哪怕不认识 身旁有人解释一下 也立马转变气势汹汹的态度 小子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枯光蜜石交出来 不然一会儿不小心打死你 你到了地狱 可别怨我 高个青年 冷笑着看着苏桓 怪物也助威一样地 挥动了几下触手 大地 又是一阵阵战 苏桓翻手 将一直在录像的通讯器收起来 这些家伙一上来 就逞凶的过程 他都全部记录下来 他 没想过 要跟对方硬碰硬 对方的这只狱宠 应该是一种叫做 牵触魔的特殊超级噩梦种 在超级噩梦种中 算是极为难缠的一类 成长阶段 已然到了完全期 黄沟雄军的战力 自然不会逊色对方 不过短时间内 肯定拿不下来 要是和对方打起来 恐怕整个奇物街 都会被摧毁 除开光暗地基出手 进行实力上的碾压 可光暗地基又不在 要是动手到时候 恐怕会很麻烦 对方显然有恃无恐 自己可没有这种异仗 走了 寻宝地龙 严须龙 苏桓收起 快要探出大半个身体的 严须龙 寻宝地龙 立马化为一道 黄光带着苏桓 钻进了地下 瞬间不知踪影 想跑 千触魔 把他给我抓回来 死活不论 猎龙城的御尸 嘴角闪烁出残忍的笑容 吩咐道 对方两次出手的御宠 气息都不算强 千触魔要对付对方 简直是轻而易举 长满触手的肉山怪物 顿时挥舞着出手 刺向地面 速度奇怪无比 坚硬的地面 在他面前就像豆腐一样 脆弱 整条街 甚至整个奇物街地区 都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 轰隆声不断 对方显然低估了 寻宝地龙的速度 寻宝地龙只要到了地下 灾祸中 想要抓住他 也很费劲 更别说一头超级噩梦 重 在那头千触魔 在大肆破坏的时候 寻宝地龙已经带着苏桓 伸入地底 离开了奇物街 没多久就回到了 响雷要塞城参赛者的接待区 苏桓离开后没多久 光蜜要塞城的治安维护者 终于赶了过来 为首的赫然是一名超贯大师 小杂种跑得到挺快 不过 你以为这就能跑掉吗 等老子抓到你 可不止是要哭光蜜石那么简单了 少说 要干掉你几只狱宠 千触魔的主人 远远看到 身穿光蜜要塞城 治安官服饰的超贯大师 正急速赶来 呃狠狠骂了一声 不过却没有丝毫逃离现场的打算 似乎对自己造成的破坏 根本不以为然 也不认为 对方能拿自己怎么样 你是猎龙城的人 治安官呈其遇宠 来到被千触魔破坏的 十分彻底的街道 眉头一皱 可当看清楚凶手的服饰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抓捕面前的凶手 反而瞳瞳一缩 看着面前 遇失谨慎的问道 没错 千触魔的主人 面对超贯大师 稍稍收起了嚣张的气焰 不过与其并没有变化 这些都是你做的 治安官看着一片狼藉的街道 以及对方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顿时有些恼怒 贺问道 没错 就是我做的 就是是我猎龙胜做的 不服就和雷之国交涉吧 自称猎龙胜的年轻人 瞪着治安官语气不善 并且拿出一块 像是令牌一样的东西 令牌上描绘着狩猎龙族的场景 散发着惊人的铁血气息 吩咐无数龙类 在令牌上垂死咆哮 一看就不是假货 你 治安官心头目火中烧 心灵力像是风暴酝酿般 但又不敢动手 这块令牌足以证明对方的身份 对方说的没错 猎龙城属于雷之国 他们光蜜要塞城 自然不敢直接审判雷之国的大师 和雷之国相比 整个光蜜要塞城又算得了什么 而且这家伙自称猎龙胜 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 冠以猎龙为兴事的 这个猎龙胜 显然是雷之国重镇猎龙城 实际掌控着猎龙氏族的成员 这样一来 他就更不敢动手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猎龙胜看都不看 这位超贯治安官一眼 带着几个跟班 离开了几乎沦为废墟的街道 骂的 要是在野外没人的地方 饺子直接干死你 治安官死死盯着几人 若无其事离开的背影 心头恶狠狠骂道 这家伙敢这么嚣张 也是因为笃定大庭广众 没人敢拿猎龙城的人怎么样 如果敢在荒野 对一位超贯大师这么嚣张 那就离死不远了 不过治安官清楚 雷之国的人形势嚣张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光密城作为亚山半岛 最为接近翡翠大地区的要塞城系 和翡翠大地区的大势力的接触 是最多的 雷之国在整个翡翠大地区 也算是势力最庞大的存在 涉及雷之国的事情 已经不是他有资格处理的 治安官找到附近 看清楚事情经过的人 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后 留下属下负责救援 自己 承其遇宠朝治安官本不敢去 准备上报这件事情 第692章 隐患和考虑苏桓回到自己的住所后 先是将枯光密石略微处理了一下 以便更好的保存 之前 在凯奇材料店这块枯光密石 像块破石头一样 被随意存放了 不知道多久 并没有专门保存 对这块价值不菲的密石 或多或少造成了一些损坏 这种材料 必须要采用特殊的保存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 必须要遮光保存 长期暴露在 光线下会造成一定的损坏 保存完枯光密石 收进固定空间后 苏桓开始调查起 刚刚那些肆无忌惮拦路动手的家伙的背景来 猎龙城 尽管苏桓没听过猎龙城这个名头 但在光密要塞城的区域网络上一搜 有关猎龙城的情报还不少 可越看 苏桓的表情就越阴沉 这个猎龙城来头竟然这么大 猎龙城并非 像苏桓原本想象的 是光密要塞城系的某个大势力 甚至并非亚山半岛地区的势力 而是来自翡翠大地区的势力 苏桓不由想起了第一次从老师收藏的 那份翡翠大地区标准地图上 所看到的周围地域的全貌 亚山半岛地区 不过是翡翠大地区西南角水域的 一小块偏远的半岛 整个翡翠大地区 由上百个 诸如亚山半岛这样的地区组成 猎龙城就坐落在翡翠大地区 最繁华的中部地区 隶属于统治整个翡翠大地区 中部的五大国度之一的雷治国 国度文明 是在要塞城系这种城邦文明之上的人类文明 和城邦文明 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自治权不同 国度文明采用的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 国家元首和国家议会是 整个国度的最高统治者 这样的高度集权 也让国度文明 具备了远超城邦文明的凝聚力和综合实力 五大国度不仅统治着 亚山半岛中部的多个地区 而且势力辐射整个翡翠大地区各个区域 整个亚山半岛遇尸界巅峰 就是那些驾驭灾难种的巨头们 但在五大国度 却拥有不止一位收服驾驭天灾种的御师 那些御师被称之为御王 是御师中真正的王者 五大国度 每一个国度都有多位御王 而实力最强大的御王 则会担任本国的守护神 被称之为君王 君王不止一位 而是有多位 并非是国家的元首 而是守护者或者说御师界领袖 每一个国度都有多位君王 列龙城就有这样一位君王 列龙城的统治者列龙士族的组长 封号列龙王 北之国高高在上的八位守护君王之一 管他呢 应来降党水 来土眼 苏桓浑然没有自己得罪了大人物的觉悟 将列龙城的情报记下来后 就出门准备去接自己的御宠回来 苏桓来到光蜜道场时 御宠们都已经显得急不可耐了 一个个浑然不顾光蜜道场御师的训练指令 而是无精打采地瞪着苏桓来接 光蜜道场的训练御师 面对这群实力强大的家伙 也有些无可奈何 看到苏桓到来 甚至松了口气 这家伙的御宠实在是太难管教了 苏桓刚刚走进训练场馆 御宠们便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全然没了刚刚的无精打采 最先扑过来的是光暗地基 别的御宠也飞快凑到苏桓身旁 这么想我吗 苏桓先将大伙全都收回御营空间里 而后向道场的训练御师 询问了一下御宠们的训练情况 不出苏桓所料 这些家伙果然没有自己的监督 全都出宫不出力 这些家伙 苏桓有些无奈 这些家伙常年都是跟着自己训练 根本不会服从别的御师的训练指令 苏桓也无法指责他们 在响雷要塞城的接待区 就有专门的训练场 苏桓回到接待区后 带着御宠们来到训练场 先是喂食了 大家 而后准备将这些不听话的家伙 一天未完成的训练任务完成 训练场有能量吸收结界 以防止能量外泄造成破坏 闲了一天的御宠们 纷纷按照苏桓的要求 开始肆无忌惮地 释放着体内积蓄的力量 深夜 苏桓才结束训练 带着御宠们回到住处 等到御宠们都沉沉睡去 苏桓却坐在床上辗转反侧 对于白天遭遇的裂龙城的那群人 苏桓心底到底有些不安 毕竟 这些家伙 可不是自己曾经遇到的那些跳梁小丑 尽管最强的那个召唤出千触魔的家伙 实力也最多和自己相当 但对方裂龙城的身份 却让他有些忧虑 对方既然知道枯光觅食的价值 而且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后续恐怕还会有麻烦 尽管这次带队的陆继 是超贯大师 但苏桓无法确定 要是裂龙城上门找麻烦 对方会不会站在自己这头 哪怕陆继所属的裂龙道场 同为道场联盟的核心成员道场之一 和红魔道场的关系 匪浅 可自己说到底和陆继 可没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自己不参赛了 直接返回响雷要赛城 苏桓想到 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光蜜要赛城 还会遭遇裂龙城的人的可能性极大 不过一旦返回亚山半岛南端 对方不太可能因为一块枯光蜜石 还特意追到响雷要赛城去 一旦到了响雷要赛城 有着红魔道场的庇护 对方再强势又能怎么样 哪怕对方苦苦相逼 到时候枯光蜜石 自己说不定都用掉了 等到光暗地基完成蛻变 自己面对超贯大师 也并非没有还手之力 几个仗着背景横行霸道的家伙 就能将自己吓得气赛吗 苏桓心里发问 一番沉默后 苏桓目光重新变得坚定 这大赛 我非要参加不可 距离正赛开始还有三天时间 这三天时间 我也做些准备 以防对方狗急跳墙 苏桓心里暗倒 如果猎龙城的人 就这点实力 苏桓自然丝毫不拒 怕 就怕对方有超贯大师御师出手 自己的御宠中 也就光暗地基 大概能抗衡一只初始形态的 普通突变灾祸种 其他御宠中 也就王沟雄军能媲美完全期的 超级噩梦种 其他御宠实力已经脱节 这种综合实力 连新晋桂冠大师的水准都不如 自己面对超贯大师 最大的仪仗 其实并非光暗地基 和王沟雄军的实力 反而是西能堡树龙 穿梭虚空的能力 穿梭虚空 只要能够在超贯大师的 灾祸种御宠发动攻击前 一时间进入到虚空中 就能远远逃开 哪怕灾祸种御宠 如果没有响应的能力 也无法进入虚空中 堪称保命绝技 西能堡树龙 已经接近完全期 穿梭虚空的能力 已经极为强大 不过在苏桓看来 这还不够 苏桓打算趁着这几天 尝试让西能堡树龙 真正步入完全期 西能堡树龙穿梭虚空的能技 虚空穿梭 在蜕变后 已经进阶成虚空远足 比起虚空穿梭 虚空远足 不仅继承了虚空穿梭 在虚空中 能够灵活穿行的优点 而且还有所增强 另外 这个能技 着重增强了西能堡树龙 在虚空中 能长途穿行的能力 虚空远足能技 有一种开化能力 更是真正的逃命绝技 只不过西能堡树龙 迟迟没有掌握 如果西能堡树龙 能开化这个能力 在超冠大师手上 保命将十拿九稳 苏桓记 希望于西能堡树龙 步入完全期后 能掌握这个能力 自己跑回红魔道场 甚至跑去讨伐军投靠 老师 猎龙城的家伙 还能为难到自己 第693章 大赛开始 亚山半岛四年一届的 青年培育师大赛 已经举办了数百届 第375届青年培育师大赛的 举办地点 是光密要塞城场地规模最大 并且还 融入了密地空间 以扩充内部空间大小的 光域场馆 能够容纳上百万人的 光域场馆 此时几乎坐无虚席 各种声音交汇 几乎要将这座场馆的穹顶冲飞 苏桓作为想了要赛 成系道场联盟的参赛者 早早就入了场 此时正和道场联盟的队友 在后台等候比赛开始 大赛在即 一直不太靠谱 总是见不到人影的 路继也难得地现了身 此时正在进行赛前的动员 放松心态 诸位都是正式的培育家 甚至培育专家 都是培育界的人才 只要心态放好 就算拿不到名次 顺利完赛也很轻松 当然 如果拿到名次就更好了 别看你们在赛前 已经得了一份 我们猎龙道场提供的奖励 那点奖励 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只要诸位有人能杀进前三千 真正拿到名次 回到响雷要赛成 要什么奖励都有 随着一阵礼炮的声音传来 路继的话 戛然而止 众人清楚 外面的恐怖种礼炮挖 一旦停下 喷放礼炮 就是正赛的开始 足足99响礼炮过后 正赛开始 众人在路继的带领下 走出等候区 前往赛场 近千个比赛团体 超过十万人的参赛者 沿着各个通道 走向比赛区域 这次的比赛区域 在融合在光玉场馆的 密地空间中举行 所有观众 都可以通过动态播放的大荧幕 看到各个赛场的情况 当然 如果想要重点观看 某个参赛者的比赛情况 也可以动态座位前 拜访的转播小屏幕 进行选择 走过能量长廊 苏桓等人终于走到了的比赛区 即将走出能量长廊 走到比赛区后 苏桓只觉得周围场景一阵变化 就被节节力量 转送到了一个独立的比赛场地中 每个比赛场地 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节节空间 参赛者将独自在这个空间里完成比赛 每个空间都有一个专属的编号 苏桓的比赛场地 编号是C3217 比赛场地长款都超过了300米 总面积应该在10万平左右 在场地中间 是一只体型硕大的传送蛙 传送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空间类育宠 它并没有太强的能力 但有一种能力却弥足珍贵 那就是传送 每个场地都会有这样一只传送蛙 一旦参赛者需要什么材料 都可以告诉传送蛙 传送蛙能够锚定空间两端 另一端收到苏桓的请求后 很快会有工作人员通过传送蛙 将材料传送过来 不会和任何御师进行接触 保证比赛的绝对公平 当然 御师所能选择的材料也是受限的 一些极为珍贵的材料自然无法获取 不过绝大多数常规材料都可以进行申请 比赛将持续5天 赛制式类似挑战模式加淘汰模式 这次总参赛人数受到灾潮影响 竟然超过10万 超越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第一天的赛事 将从10万多人中淘汰5、6万人 最终只保留5万人进入第二天的比赛 淘汰按照积分制进行 只保留前5万名进入第二天的赛事 在传送蛙的身旁 树立着一块能量荧幕 此时荧幕是一片白色 没有任何字样 等到比赛正式开始后 荧幕上将出现这次比赛的题目 参赛者将根据上面的比赛题进行完成 比赛题是随机生成的 完成比赛题 会有专门的评委席进行打分 当然 如果没有达到完成比赛题的最低合格要求 还会进行扣分 当比赛开始前 大赛方会随机给出参赛者5只育宠 5只育宠完全是随机出现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不过有一点 育宠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 而前三天的比赛题 就是围绕着5只育宠进行的 各赛区 比赛开始 伴随一个宏大的声音 在各个比赛场中响起 这次吸引了亚山半岛 多方目光聚焦的比赛正式开始 声音刚落在苏桓耳畔 几个光团忽然出现在苏桓面前 光团中包裹的 正是5只作为比赛道具的育宠 苏桓迫不及待看向了自己的5只比赛育宠 尽管他有信心 无论随机出现的什么育宠 都能轻易搞定 但如果遇到熟悉的育宠 赤色火焰一样的光团 一只有着赤红双眼 眼中双瞳像是燃烧着火焰的小猴子 站在苏桓面前 终极恐怖种赤童猴 还不错 第一只育宠是一只兽系 火系 格斗系的赤童猴 苏桓对这个算是比较常见的种族 还算有些了解 旧日龙典中也不乏各种培育资料 而当赤童猴从光团中走出时 传送蛙身旁的荧幕上 也同时出现有关赤童猴的比赛题 苏桓没有着急去看 而是看向了另外几个光团 第二个冰蓝色光团里 不出苏桓预料 是一只兵系育虫 脑袋上长着大大的荷叶的 高级恐怖种荷叶冰蛙 第三个苍青色的光团里的 是一头牛犊大小的巨狼 尽管在普通人看来 已经算是当之无愧的巨狼了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头出生没多久 幼生期青蓝苍狼 作为顶级恐怖种 它自然体型不会很小 第四个血色光团里 是一只超级恐怖种血眼龙霄 不过这只血眼龙霄 看起来也没出生多久 个头才只有一条猛犬那么大 连翅膀都还没有舒展开 看起来连血眼龙霄一族 引以为傲的飞行都不会 第五个光团是暗紫色 暗紫色的幽光闪烁 看起来有些圣人 里面同样是一只类人形的狱虫 站起来大概能有一人高 它十分壮硕 四肢粗大 它有着锋利爪子 浑身披着暗紫色的甲皱 喉颅被猙獰的角质层包裹 像是一个头盔 只有眼睛和嘴巴裸露在外面 血红的眼睛散发着射人的寒光 嘴巴有四颗锋利的獠牙 突出嘴唇 超级恐怖种 鬼咒斗士 赤童猴 青蓝苍蝗 荷叶冰袜 血眼龙霄 鬼咒斗士 前三只育宠的培育难度 也就稀松平常 血眼龙霄和贵咒斗士 倒是有些少见 不过还难不倒我 总的来看还不错 继续看看比赛题吧 苏桓向五只全都是幼生气的育宠 投去一个自认为和蔼的笑容后 转头看向了传送蛙身旁的赛题荧幕 E694章 大赛进行时 有关赤童猴的比赛题 一共有五个 赤童猴的赤焰火铜能计 掌握 难度半星 半颗星 赤童猴赤焰火铜一级能力 火铜束线开化 难度一星 赤童猴赤焰火铜二级能力 烈焰喷射开化 难度一星半 赤童猴赤焰火铜三级能力夺目 赤童开化 难度二星 赤童猴的成长状态 培育 难度一星半 其中四个是指定能计的培育题 一个则是通过赤童猴具体的培育状态 来确定最终得分 难度星级越高 完成赛题后得分也会越高 而相应的 如果无法完成赛题 扣分也会越多 因此 选择哪个考题 全靠参赛者的培育经验 接下来 苏桓看向了荷叶冰蛙的相关赛题 同样是五道题 荷叶冰蛙的荷叶冰刀能计掌握 难度一星 荷叶冰蛙荷叶冰刀一级能力 开化莲花冰刀 难度一星半 荷叶冰蛙荷叶冰刀二级能力 开化冰刀如雨 难度二星 荷叶冰蛙荷叶冰刀三级能力 极含冰刀 难度二星半 荷叶冰蛙的成长状态培育 难度二星 荷叶冰蛙的赛题和赤童猴 有些类似 苏桓看了一遍 心底便有了底 继续往下面看 青蓝苍蝙 血魔龙硝 鬼咒斗士的赛题 一个个看下去 难度在一步步攀升 其中最难的一道题 难度高达五星半 这道题的要求是提升鬼咒斗士 鬼咒 鬼咒斗士题表的假咒 属于一种天生的固化能计 而固化能计 通常是随着育宠的成长阶段提升而提升的 想要后天通过外力提升固化能计的难度非常高 因此被定为难度五颗星 苏桓原本想率先对这道题开刀 不过考虑到第一天的淘汰赛 要求不算很高 而这前三天近一万的比赛 所选用的比赛育宠都是这五只 于是打算把最难的也是得分最高的题 还是留到后面两天 五只育宠的考题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都涉及育宠的成长阶段 培育 先提升五只育宠的成长阶段吧 苏桓心中暗自决定 想在一天之内 让恐怖种育宠的成长阶段获得质变是几乎不可能的 不过在比赛前 所有育宠掌握的能量强度 身体的参数 比如体长身高 以及体重等各项参数 都有详细的记载 最终打分会根据育宠的具体培养参数来定 不需要苏桓一天 就将育宠从幼生期培育到成长初期那么夸张 别说就是苏桓凭借有限的资源也很难做到 就是能够做到 苏桓也不会去做这出头年 将恐怖种一天时间从幼生期培育到成长期 属实太夸张了些 哪怕借此取得高分 赛后也会少不了麻烦 苏桓不介意 自己在这次比赛中获得比较高的名次 但更喜欢 是不用那种势必会引起轰动的方式来获得名次 狗之一道 已经深入苏桓的骨髓 浸透进灵魂深处 先来赤童猴的 苏桓的念头移动 旧日龙点号如烟海的记忆 开始自动翻阅 没多久就停留到了 涉及赤童猴培育的那一片记忆海中 有关赤童猴培育的 各种完美级的培育食物配方 多达数十种 每种涉及的培育侧重点都不一样 有侧重提升赤童猴的烈焰铜树的 也有提升赤童猴体格的 还有提升赤童猴耐力抑或速度 力量的 总之五花八门 种类繁多 既然是比赛 苏桓自然重点选择 能够多拿分的培育配方 而想要多拿分 没有死角的全面发展 提升就是重中之重 苏桓选了一个每一项侧重点 都不是很明显 但却没有短板 无论是耐力 速度 力量还是对能量的掌握 对铜树的提升都涉及到的培育配方 选好配方后 苏桓来到传送猴面前 说出了自己需要的材料 以及相关仪器 很快 传送猴张开大嘴 海量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喷出来 其中就有各种材料 以及一件件配置 育宠食物所需的仪器 甚至还有一张巨大的实验台 赤铜猴的培育配方选好后 苏桓如法炮制 将其他四只育宠的材料 全都申请下来 配置育宠培育食物的过程 并不繁琐 苏桓轻车熟路 很快就完成 配置完培育食物后 苏桓并没有着急去投喂几只育宠 而是以心灵力和几只育宠进行沟通 毕竟大家还要相处三天时间 不光是培育 后续的能机开化训练 还需要育宠们配合 如果这些小家伙不配合的话 效果绝对大打折扣 磨刀不误砍柴弓 苏桓打算先和几只幼宠联络联络感情 幼宠们都是出生不久的幼宠 对于人类御师的接触 还没有多少戒心 而且比赛方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也会在比赛开始前 剔除掉那些不太配合 比较叛逆的幼宠 青年培育师大赛四年一届 也就是说 这一届培育师大赛 准备早在四年前就开始了 四年前就确定了比赛幼宠的选择 甚至连幼宠的孵育 时间都计算到了极致 对于苏桓的接触 几只幼宠都没有抗拒 不过比赛规定 任何御师在比赛过程中 勾严禁于比赛御宠 建立心灵羁绊 为者 取消比赛资格 甚至还会被要求 按照幼宠的价值三倍赔偿 苏桓和幼宠们的互动交流 也只限于精神沟通层面 通过精神安抚 几只幼宠在比赛场 这个陌生的空间内 有些不安 为妾的情绪 在别的御师 已经开始对幼宠 进行填鸭式的培育 以尽快提升成长状态时 苏桓还在和几只御宠 进行深层次的精神沟通 不时伸手 抚摸着御宠的毛发 或者脑袋 看起来就像在度假一样 根本不像是在参加一场 极为激烈的大赛 这种场景 也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 其中 就有负责苏桓所在的 赛区的几名评委 作为超过十万人规模的 海选大赛 而且还有上百万观众 进行观战 自然不可能让几名 一个个地去评分 因此 这场大赛的评委 就超过了一万名 其中 不仅有来自光密要赛成系的评委 还有响雷 雪国等六个要赛成系的评委 作为举办了数百届的大赛 青年培育师大赛 已经有了专门的组委会 评委由组委会进行委派 不会由举办方光密要赛成系 进行委派 除开亚山半岛本土的评委 其中还有不少 来自亚山半岛之外的评委 这次注意到苏桓的一名评委 就来自亚山半岛之外 第695章 能继掌握这个小子 有点意思 一名身材魁梧 气质强悍的中年评委 原本正盯着面前的多块光屏 有些百无聊赖 忽然余光撇到了苏桓那处比赛场 顿时 眼前一亮 他身上的穿着 有别于大赛组委会 委派的评委统一的制式服饰 荡蓝色的评委制服不同 他穿的是一件 颇为宽松的紫色滑服 上面 闻着有着一条飞舞的 苍青色巨龙图案 宽松的滑服 也无法遮掩住 男人十分魁梧壮硕的体型 他的一只胳膊 都比常人的大腿 还要粗壮 中年男人 似乎在众多评委中地位颇高 他刚开口 便吸引了该赛区 不少组委会评委的目光 众人纷纷顺着他的目光 看去 苏桓所在的赛场 一时受到多位评委注视 那小子没在抓紧时间 培育育宠 反而像是 在驯服沟通育宠 这是什么用意 不知道组委会提供的育宠 都是比较驯服温顺的吗 我看他应该别有深意 没听到李前辈 都夸他有意思吗 有人疑惑不解 也有人碍于 魁梧中年男人的地位 出声附和 嘿嘿 这可不是做无用功 魁梧男人评价一句 并没有多做解释 就一开了视线 心底却暗道 如果无法和育宠 心意相同 如何能够将 培育的效果最大化 活刀不误砍柴弓 这种粗浅的道理 这都不懂 被这些亚山半岛 本土的评委 不由看低了几分 苏桓的表现 只不过 让他眼前一亮 还不足以让他 产生太大兴趣 毕竟苏桓还没有表现出 任何培育上的才能 只不过 在选择上让他赞同 比赛场中 苏桓花费了半个小时 和五只育宠 初步建立起了 稳定的精神沟通后 正式开始投喂 已经配置好多时的 培育食物 五分一顿分量的食物 苏桓已经分装好 育宠下肚后 苏桓开始引导育宠 进行强度很低的锻炼 这些锻炼 都是用来增强育宠 对食物消化速度的 同样出自旧日龙点 效果不俗 如此以来 育宠对食物的消化能力 实力营养的摄取速度 都会将相对增加 一天时间 苏桓就有把握 让五只育宠进食四次 并且不会出现营养的浪费 你别的培育师 要多进食一次 别看只是多了一次 其中的差距非同小可 绝对能让自己 在最终的育宠成长阶段的赛题上 取得更多的分数 这还只是苏桓刻意收敛 否则加上一些促进消化 和营养吸收的秘方辅助 甚至能让育宠在短时间内 至少在一天内 食量扩大几倍 而且 这还是在能够有效摄取 全部营养并消化的基础上几倍 而非甜牙是硬塞的几倍 所有危险生物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并非是纯粹的血肉生命体 因为它们天生就具备着 对能量的操控天赋 身体某些部位 也拥有着充沛的能量特性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 另类的类能量生命体 因此 它们的成长 也不能以血肉类生命的常理毒汁 只要提供能够被快速吸收的高能营养 它们体型的成长 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堪称见风长 苏桓提供的食物 自然都是完美极的 能够完美契合育宠的成长所需 分量也是恰到好处 经过特殊的锻炼方式锻炼后 几乎每一只育宠的体型 都有了肉眼可见的小幅度增长 不过这种增幅 还不够明显 继续保持下去 通过一天的四次喂食 绝对能看出来显著的效果 其中 体型增长幅度最大的 自然是那只先天体型 就最大的青蓝苍蓝 有毒 大小的个头 几乎又长了一两厘米 看起来更加壮硕 凶恶 身上深浅不一的深青色斑斓纹理 颜色也更深了几分 看着自己培育的效果达到预期 苏桓开始 按照已经提前计划好的训练方式 一一给育宠们安排训练任务 全都是围绕几只育宠的能级掌握来进行的 几只幼宠都是刚出生没几天 几乎一个能级都尚未掌握 训练过程也离不开密钥的配合 苏桓一边让已经沟通良好 能够听从他一干指令的育宠们 进行常规性的训练 也就是冲刺 撞击 扑咬 这些几乎融入危险生物本能的训练 另外 还做些对抗性训练 让五只育宠相互之间进行对抗 实力最强的血眼龙骁和鬼咒斗士 对抗青蓝苍狼 荷叶冰袜 嗜同侯的联手 作为尚没有像样战斗力的诱生期育宠 两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 而苏桓则继续开始配置起 能够为育宠们能继训练提供助力的密钥 反正材料都是举办方提供 苏桓好不心疼 一瓶瓶密钥在他双手飞舞间 飞快配置出来 尽管在培育师的专业能力方面 他还不够格 但配置密钥 培育配方 苏桓绝对敢自称 自己就是专业培育家级别的 甚至培育专家 也不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 他的育宠 能够短短两年 实力提升到现在的程度 全赖于长期科药 配置密钥 自然也成为他的拿手好戏 配置好密钥后 一瓶瓶密钥下肚 苏桓继续带着育宠们 进行能济训练 这一下 五只育宠的训练效果 简直突飞猛进 这次 苏桓选择的训练密钥 都是以效果 强悍著称 育宠只要服用密钥 哪怕坐着不动 身体都在外泻着 密钥所蕴含的能量 操纵感应起能量来 更是如虎添翼 期间 苏桓又开口申请了一些辅助 训练的器材 而后马不停蹄地 开始让育宠们 熟悉器材的使用 并进行训练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依然没有任何育宠 掌握任何一种能技 不过苏桓并不着急 育宠们此时 对于本身天赋种系的 能量操纵运用 已经大为熟练 接下来 只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即可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到了苏桓设定的 第二次投喂 食物的时间 苏桓早已经将第二次的食物 也分装好 育宠们干净利落地 解决掉食物 完美级的食物配方 对于任何育宠 都是难以拒绝的美味 而后 又是 重复的饭后的消化锻炼 这次进食后 育宠们的体型 再次小幅度增长 完美级食物中 蕴含的能量 不仅极为丰富 而且和育宠的契合度极高 因此 对育宠成长阶段的提升 也是普通培育食物 难以比拟的 看着育宠对食物 已经消化得不错 苏桓继续带着大家 进行能技训练 荷叶冰蛙和赤童猴二者 一个是冰系 一个是火系 相互之间的属性完全 排斥 再加上二者 一个是中级恐怖种 一个是高级恐怖种 实力相近 苏桓选用了 旧日龙点的冰火训练法 安排二者进行对抗性训练 以期尽快催逼二者 掌握能技的运用 距离第二次投喂食物 刚刚过去不到两个小时 随着荷叶冰蛙和赤童猴 一次冰火能量之间的碰撞 荷叶冰蛙头顶的荷叶上 竟然飞出一道 如同荷叶一样的圆形冰刃 而赤童猴受到冰刃威胁 吓得不轻 情急之下 眼中猛地喷射出两团火焰来 火焰和冰刃碰撞在一起 同时化作能量消异 荷叶冰刀 赤焰火通 掌握 第696章 首席评委团的争端 苏桓心头微微一喜 万万没想到 最先掌握能技的 竟然是两只天赋最差的御处 完成能技掌握 也就是完成了一道赛题 苏桓可以通过传送挖 呼叫评委 进行这次赛题的评分 也可以等到第一天的比赛结束 也就是比赛的24小时后 统一进行打分 这里的打分 是会进入后续的比赛 总分中的 不过后续的考题 也会越来越多 分数的比重 也会远超第一天 第一天的得分 对后续比赛的影响 并没有想象中大 按照惯例 在第一天 只要完成两道赛题 并且在育宠的成长培育上 有所成果 杀进前5万 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苏桓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还打算为第二 第三天的比赛 打下得分的基础 继续将注意力 放在育宠的培育上 苏桓第一天的计划 就是让五只育宠 都掌握考题所规定的能计的使用 对这个计划的完成 苏桓心中几乎十拿九稳 毕竟 哪怕以苏桓如今的身份 也很难有这样 完全提供绝大多数常见材料 以供使用的机会 要知道 这里所知的常见 是对整个亚山半岛研的 有的材料 放在远在亚山半岛 另一端的响雷要塞城 都算得上少见 狱宠的实力不够不打紧 只要材料充足 苏桓脑海中 无穷无尽的密钥 就足以让狱宠 硬生生掌握能计 狱宠 想要初步掌握能计 其实并没有能计的开化 那样难 在对青蓝苍狼等另外三只狱宠 进行能计训练的同时 苏桓还不忘让赤铜猴和荷叶冰蛙 巩固刚刚掌握的能计 光是掌握能计还不够 还需要在最终的评委打分中 进行现场测试 也就是说 最好让狱宠如碧灰石地使用出能计来 这样才更稳妥 比赛在24小时后准时结束 一行五人的评委 准时出现在苏桓所在的比赛场中 领头的就是那名最初评价苏桓 有意思的中年评委 中年评委所在的这个评委团 负责一整个赛区 数百名参赛者的评分 不过由于对苏桓印象比较深 第一时间 他就来到了苏桓的比赛场 准备看看这个小子的比赛成绩 当他带着四名评委 来到苏桓的比赛场后 看着足足大了一圈半 浑身散发着凶恶气息的青蓝苍狼 不由愣了愣神 他几乎看一眼 就能准确判断出 这头青蓝苍狼目前的体型参数 甚至能精确到小数点后 以为 这也属于心灵力的一种运用 他赶紧低下头 看着比赛名单上 这头青蓝苍狼最初的各项指标参数 嘴角逐渐浮现出笑容 有意思 不错 尽管看体型 这头青蓝苍狼的培育堪称完美 但体型并不能决定一切 有的特殊手段 甚至能够强行增长育宠的体型 但育宠的实力却不尽反退 不过随着对青蓝苍狼的各项测试完成 他心头的这种顾虑 已经烟消云散 其余四只育宠的测试结果 也很快得出来 五名评委将测试过程全部录像 并在现场结束打分 离开了这处赛场 苏桓并不知道他的最终得分 因为最终得分 特别是高分 还需要通过上面首席评委团的副审 因此得分并不会现场告知 显而易见的是 苏桓得到了一个高分 一个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高分 比赛结束后 苏桓就可以离开赛场 所有没有被淘汰的参赛选手 将在经过一天的休息后 再进行第二轮比赛 24小时的不间断比赛 对人类浴室来说 还是有些透支体力的 人类的耐力自然比不上幼虫 哪怕是恐怖种幼虫 进行一天不眠不休的训练 也不会透支体力 这一天的休息时间 只能在比赛方提供的特定场所 进行休息 期间无法和外界通信 以免出现舞弊行径 尽管第一轮的赛题 不可能再出现在第二轮 但第二 第三轮赛事的幼虫 并不会有任何变化 而是参赛者第一天随机匹配到的幼虫 这就给舞弊提供了可能性 又在苏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居所内休息 恢复体力的同时 在首席评委团所在的房间内 他的分数却引起了争议 我并不觉得 这个叫苏桓的参赛者 得分能够和区业 艾琳娜相提并论 他所有完成的选题都是能计掌握的类型 并没有涉及能计的开化 你们龙之国的评委的打分 似乎有失公运 我建议换别的赛区的评委 进行重新评分 一名身穿黑色滑服 气质温和的中年男人缓缓开口道 如果苏桓在场 就能发现 这人衣服上 特别是胸口处的图案 跟他那天遇到的猎龙城的人 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 显得更加精美滑贵 北一根线条 都是以极为昂贵的冰金蚕丝绣出 一根冰金蚕丝的价值 恐怕就不下于一件寻常的恐怖奇物 有些镇压本心 抵御精神控制的功效 这上面的蚕丝合纸百根 一件衣服 足以彰显其身份 苏桓的表现有目共睹 岂能用不涉及能计开化一言必知 试问整个大赛十多万参赛者 有没有第二个将五只育宠的能计 掌握赛题都完美完成的 他绝对不会若于你口中的屈也 艾琳娜 这两个人尽管号称 亚山半岛难得一见的天才 但在我看来 也就那么回事 到底是不是天才 还得看本事 谁敢说苏桓这轮的表现 逊色他们两个 被黑色华服男子 指责有施功允的人 当即高声反驳道 完全不顾及对方的颜面 嗓门之大 更是碾压 看似温和的雷之国评委 吐抹星子四剑 让人避之不及 他是个体型精兽 身穿紫色 华服的中年男人 身上的服饰 和苏桓那个赛区的 魁梧中年男人一致 显然来自同一势力 尽管体型精兽 但却散发着一股 犹如洪水猛兽的气势 周围的 大多数首席评委团评委 都在一旁旁观 不敢发声 他们都是亚山半岛 本土的评委 雷之国和龙之国的 两尊大神相互炮轰 他们可不敢插嘴 不过另外还有 多名评委 一副看得津津有味的模样 这些都是地位 和两人相当的 此次大赛来自外界的 特邀评委 亚山半岛 无疑是个小地方 但小地方 也并非不会出人才 青年培育师大赛 就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 而亚山半岛的 三大青年赛事 就是整个亚山半岛 最著名的人 才选拔赛事 每次赛事举办 都会吸引来 亚山半岛外的势力 对大赛中 出类拔萃的 选手进行招揽 加上走出亚山半岛 去广阔的舞台 进行修行 对于不少选手 还是极具吸引力的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 其中 最受选手青睐的 自然是统治整个 翡翠大地区 中部地区的五大国度 这次的特邀评委中 就有来自雷之国 龙之国的顶尖势力 另外三国 分别是翡翠谷国 明之国 甘城谷国 这次首席评委团的 特邀评委 不仅有雷之国 龙之国 还有明之国 翡翠谷国 只差最为神秘的 甘城谷国的势力 无人到场 这些能够获得 评委系身份 能够和参赛选手 第一时间接触的势力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 全都拥有 驾驭天灾种的 欲王坐镇 拥有一位欲王 作为背景 哪怕在座的 亚山半岛的评委 拥有不弱于 对方的实力 也只能低一头 要知道 整个亚山半岛 都没有一位欲王 天灾众 在整个亚山半岛 更是神话传说一样的 存在 一阵争吵过后 龙之国的评委凭借 嗓门优势 直接压过了 雷之国的评委刁难 让苏桓的最终得分有效 第一轮淘汰赛中 所有高分的副审 已经接近尾声 而苏桓的分数 高居第七 第697章 突如其来的招揽休息一天后 苏桓又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第二轮赛事 中途 苏桓还获知了自己的名次 第七名 还是让他有些意外 说实话 他在第一轮比赛中 并没有选用效果 最强的培育方式 另外 在培育过程中 还特意简化了过程 弱化了培育效果 以免成绩太过突出 引人注目 不过就是故意留守的情况下 也成功杀进了 第一轮比赛的前十 旧日龙点的培育秘方效果 果然出类把萃 第二轮赛事 苏桓继续保持着原本的节奏 第二轮赛事结束 他的名次位居 第六 名次还提升了一位 到了第三轮 他又提升了一位名次 直接到了第五 第一轮赛事 是淘汰赛 选拔前五万名选手 第二轮赛事 再次淘汰四万名 选拔出前一万名选手 第三轮赛事 就是一万进三千的选拔赛 前三千名 他有资格参加后续的排名赛 还将获得赛事奖项 苏桓以第五名的身份 进入排名赛 直接惊掉了一大群人的下巴 其中 就包括 来自猎龙道场的领队 皇冠大师陆继 原本陆继是对这次参赛 不抱有任何期望的 甚至道场联盟代表团中 那唯一一名超贯级别的培育专家 陆继 也不觉得 对方能杀进前三千 历届青年培育师大赛 一名培育专家 最多也就能确保 可以通过第一轮淘汰赛 就是第二轮淘汰赛 挺进前一万 都需要些运气 参加大赛的 可不仅仅只有 七大要赛程系的年轻培育师们 还有来自聚集地文明 以及各个秘密组织的选手 数量极其惊人 能够在如此多的天才选手中 脱颖而出 披荆斩棘杀进前三千 已经算是难得的成绩 由此可见 苏桓这个第五的排名 有多离谱 早在第一轮赛事结束时 苏桓的成绩 就已经传回了遥远的响雷要赛程 并引起了轰动 若非前三轮共计五天的赛事 全程都无法离开大赛场地 并且无法与外界通讯 苏桓的通讯器 此时恐怕已经被打爆了 尽管目前的第五名 并非最终成绩 后续的排名赛 很可能会出现名次的大变动 但杀进前三千 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上一次 响雷要赛程系 道场联盟的代表团 达到个人赛前三千名的成绩 已经太久远 第三轮比赛结束 离开比赛场的通道 终于对剩下的参赛选手开放 苏桓也终于得以离开 离开密地空间赛场 看着外面的天空 苏桓忽然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五天时间 都在完全封闭的场地里 日复一日地 进行着育宠的培育 哪怕以苏桓 还要强于寻常育湿的体魄 也感觉到了一阵疲倦 如潮水般不断涌来 这并非身体上的疲倦 而是精神上的疲倦 更当苏桓 要沿着选手的离场通道 离开赛场时 却被一个人 穿着大赛组委会制服的工作人员 喊住 苏桓先生 稍等 有事 苏桓有些疑惑 都为有不少参赛选手 这人 却独独拦住了自己 苏桓先生 有人想见你一面 谁 去了就知道了 工作人员没有明说 苏桓略意思索 便点了点头 带路吧 尽管不知道要见自己的人 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但自己作为这次大赛 目前排名前十的选手 绝对称得上万众瞩目 哪怕对自己也恶意 也不太可能会明目张胆的 敌对 这个前十的身份 暂时算是自己的护身符 而且苏桓相信 有了这个身份 就连陆继那家伙 甚至后辈代表的道场联盟 这个庞然大物 也会尽全力保护自己 自己的目前的名次 应该算是道场联盟 历届参赛取得的最好成绩了吧 苏桓在一个僻静的大厅内 见到了将自己找来的人 苏桓面色一沉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上次 在街头强行对自己出手 抢夺枯光密室的 猎龙城的人 猎龙城为首的那个高个青年 而他此时正老老实实 站在一名气质温和 同样身穿 猎龙城服饰的 中年男子身后 人带来了 猎龙昆奇大人 那位将苏桓带来的工作人员 对着中年男子 恭敬恭身后 离开了大厅 大厅内 就只剩下了苏桓 和猎龙城的两个人 苏桓是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雷之国特邀品伟团的 首席猎龙昆奇 来自龙之国猎龙城 你的比赛过程我看过 你的表现堪称惊艳 猎龙昆奇 与气和矮地对苏桓开口道 打破了沉默 只不过配合着 他身后那名高个青年 英智的神情 气氛让苏桓感觉有些古怪 这家伙 恐怕目的不像 表现出来的那么友善 你好 猎龙昆奇大师 苏桓不卑不亢地回应 不知道你有没有离开 亚山半岛 前往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的意愿 我代表雷之国 向你发出邀请 猎龙昆奇笑着道 苏桓神情微微一愣 没想到对方好像 真是来招揽自己的 通常 翡翠大地区的大势力 特别是雷之国猎龙城 这种大势力 对于这次比赛中的 涌现的天才 选手的招揽 应该会在第四轮比赛结束 也就是三千进五百的 比赛结束后 才会开始 对方提前对自己发起邀请 已经算是重视的表现 不过 自己暂居前五名的名次 也值得这种拉拢 就在苏桓有些疑惑 对方的邀请 是否还有别的目的是 但名高个青年 却主动走了出来 挤出一抹有些古怪的笑容 朝苏桓伸出手道 苏桓 我叫猎龙胜 我们之前确实有些不快 不过不打不相识 我这里跟你道了歉 苏桓也顺势伸出手 和对方虚握了我 这一下 苏桓更加疑惑 对方难道真的是诚心的 相信你也清楚 每次亚山半岛 举办三大赛事 翡翠大地区的大势力 都会在亚山半岛 招揽不少天才选手 猎龙坤齐面带笑容 我们猎龙城愿意和你签订一份定向培养合同 以赛结束后 你就能直接获得 我们雷之国针对天才培育师的培养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就签了吧 猎龙坤齐的语气依然温和 但字里行间的那股果觉 却让苏桓心中一灵 下意识就想拒绝 一旁的猎龙胜 上前递给苏桓一份指质合同 苏桓没有急着去拒绝 而是翻阅起了手上的合同来 第698章 猎龙坤齐的压迫越看 苏桓心中的那股下意识的不安就越浓 这份合同绝对堪称是单方面的霸王合同 合同规定 苏桓加入猎龙城后 就直接归属为这位猎龙坤齐麾下 这位猎龙坤齐 本身是一位王冠大师 同时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 二星培育大师 培育大师是位于培育专家之上的 另一个层次的培育师 每一位培育大师都对育宠的培育 有些绝对出类拔萃的理解 和独到的能力 培育大师的能力自然也有高低之分 培育大师一共被细分为九星 其中一星到三星大师 掌握着危险种到灾祸种各个层次的培育能力 星级越高 能力越强 任何一位一星培育大师 都对培育灾祸种有着独到的心得和见解 能够根据御师的御宠 制定出最为合理的培育方案 二星培育大师对于灾祸种的培育 有着近乎本能的认知 随意的培育方案搭配 都堪称绝佳 一位三星培育大师对灾祸种的培育 堪称神乎奇迹 至于四星大师 已经是另一个层次 掌握着灾难种育宠的培育能力 一星培育大师的地位 几乎就不下于一位王冠大师 二星大师的地位 已经接近位于超贯之上的巨头及御师 更别说这位二星大师 本身就是一位王冠大师 这样一位御师 但看地位 已经不下于一般的巨头及御师 绝对算得上大人物 至于三星培育大师 那已经是另一个层次 完全能和一位巨头平起平坐 换作一名普通的培育家 能够被招揽到 这样一位大人物 挥下效力 绝对算得上好事 但苏桓却不由皱起了眉头 对方的这份合同 他看不到任何诚意 反而感受到了浓浓的恶意 上面提供的培养资源 也就和历届招揽培育大赛 前三千选手的资源相当 这对于一位在前三轮赛事中 名列前五的选手言 显然有些低了 而且里面对于苏桓的条款 要求却极为严苛 一旦签订 苏桓几乎就相当于 彻底成了这位 猎龙昆琪大师的属下 无常为对方驱使 听令于对方 苏桓身怀其欲 一向不甘人下 别说一个区区的二星培育大师 就是欲王 九星培育大师 也无法让他苏桓扶堤作小 对方拿出这样一份合同 私底下让自己签订 绝对是来者不善 另外 这份合同中 还有一条规定 更是让苏桓笃定了 对方的居心不良 这条规定写道 乙方也就是苏桓的上级 有权利通过等价的金钱 与乙方达成物品交易 这个条款咋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苏桓不免将之和 前段时间的 枯光秘石联系起来 一旦签订合同 猎龙昆琪 是不是能够通过随意一笔钱 将自己的枯光秘石 抢买过去 至于什么等价 枯光秘石这种稀有材料 很难界定实际价值 苏桓心头有点决断 昂起头 微微摇了摇头 多谢猎龙昆琪大师的厚爱 我还想再考虑考虑 猎龙昆琪的表情顿时一沉 笑容烧脸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你要考虑清楚 对方的作态 更是坚定了苏桓的判断 抱歉 大师 我还是想考虑考虑 心头打定主意 一旦离开 立马将这件事 上报给陆金的家伙 并联系自己老师 猎龙昆琪 收起了温和的笑容 面色变得冰冷 无形的气场 铺天盖地 随时可能被洪峰吞没 七冠大师 距离超冠中 最顶尖的王冠大师的差距 实在太大 对方的心灵压迫 就让苏桓几乎无法抵御 对方的压迫 更是让苏桓确信 这家伙来者不善 最初的说辞 恐怕就是为了哄骗自己 签订合同 至于目的 八成就是那块枯光秘石 育印空间中的育虫 感受到了苏桓的处境 开始躁动 想要冲出育印空间 为苏桓抵御对方的压力 不过却被苏桓阻止 几只噩梦中 想要在王冠大师面前动手 绝对是找死 就算被随手干掉了 恐怕大赛组委会 也不会为苏桓讨回公道 苏桓只能凭借自己的心灵力 苦苦抵挡 所需 冰梦神坠 就有抵挡心灵压迫 和精神支配的效果 烈龙昆奇见心灵压迫没奏效 眼中散发出悠悠光芒 这是一种铜数 有些蛊惑引诱心灵的效果 苏桓暗刀不好 手指已经轻抚上冰梦神坠 随时准备抵抗不住对方的铜数 就召唤出西能宝树龙 钻进虚空 赶紧跑路 西能宝树龙 已经成功步入 完全漆 并掌握了苏桓一直期待的那个能计 哪怕对方是王冠大师 苏桓也有七八成的把握 能够逃出去 烈龙昆奇眼瞳中 散发的异光 已经越来越浓郁 哪怕苏桓闭上眼睛 心头不由自主 产生了签下这份合同的念头 苏桓全力催动冰梦神坠 抵御着这股诱惑 吼龙龙 一阵有如龙啸的声音 在苏桓耳畔乍下 让他顿时脱离了这种幻境 一个身材精瘦的子服男人 走进大厅 精瘦男人高声嘲讽道 我就说 怎么没找到苏桓 原来被烈龙昆奇 你这个伪君子 提前截胡了 精神 用你们烈龙城的烈魂童 来控制一个小家伙 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烈龙昆奇面色难看 不再施展童树 他很清楚 随着这个家伙出现 他算是白费功夫了 苏桓 我们是龙之国的 特邀评委团首席魏羽 还记得第一天身穿 和我同样服饰的评委吗 还是我们龙之国的人 最先发现的天才 怎么样 比赛完 考虑去我们龙之国发展 苏桓 刚刚才经历一场 差点被人心灵支配的绝境 此时看到解围之人 心头满是感激 连忙承诺道 一定最先考虑龙之国 自称魏羽的男人 文言哈哈大笑 十分满意苏桓的回答 喜料 他的笑声很快被打断 慢着 这个人让给你们龙之国 也无妨 不过他身上也有东西 是抢自我们猎龙城的小辈 猎龙胜的 他必须还回来 魏羽文言 眉头一皱 看向苏桓 苏桓心头大怒 这家伙竟然直接颠倒黑白 当即准备反驳 可还没等他开口 一个比魏羽 还红亮的声音 从大厅外远远 出来 苏桓我们龙之国看上了 你滚一边去吧 人海位置 声音先制 随着声音出现的 是一名和魏羽一样 同样身穿文龙子服 面容轻渠的白发老人 猎龙昆旗 面色大变 不置一言 立马低着头 带着猎龙胜狼狈离开了大厅 同样是一个国度评委团的首席 他有底气和地位相当 实力相仿的魏羽叫板 但这个突然出现的人 绝非他能够叫板的 这个人 按道理 根本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亚山半岛这样一个小地方的人 才选拔赛事上 第699章 龙背上的国度猎龙昆旗走后 慧羽恭敬敬地对老人躬身道 静博 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猎龙昆旗一个垃圾 我一个人就打发了 老人没搭理他 而是似笑非笑地看向苏桓 苏桓 说说看 怎么抢了猎龙城那个小家伙 东西的 不用怕 尽管说 不论谁对谁错 能让猎龙城吃瘪的事情 老夫还是喜闻乐见的 苏桓想起了猎龙昆旗颠倒黑白的恶心嘴脸 愚怒未消地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出 老人听着皱起了眉头 微微点了点头 难怪 猎龙昆旗这家伙 格局很小 这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呼光觅食这东西 能够让他的主力欲宠光尾龙 进化到终极形态 而且极为罕见 难怪他如此大动静 一旁的卫宇插嘴道 就是那头被猎龙城擒祸的光尾龙的后代 老人点了点头 扭头对苏桓道 回去安心准备比赛吧 我保证 猎龙昆旗那家伙 不敢再为难你 别忘了 比赛完 考虑加入我们龙之国 说吧 老人便飘然而去 速度奇快无比 对精神场域的运用 显然已经出神入化 我也走了苏桓 既然静波发话 猎龙昆旗那家伙 绝对不敢再乱来 你就放心好了 慧宇也跟着离开 苏桓深吸了口气 没想到 自己原本隐约感觉到的不安和隐患 真的变成了现实 那些猎龙城的家伙 果然是阴魂不散 不过好在这次 有龙之国的人出手 不然就只能暴露 西能保树龙的惊人能力了 对于龙之国 和猎龙城的恩怨苏桓 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 龙之国和雷之国 两个国度的关系并不好 经常有摩擦 乃至军事冲突产生 离开比赛场后 苏桓回到 响雷要赛城系 所有参赛团队的接待区 正准备去具体了解 了解龙之国的事情 特别是龙之国 和猎龙城的纠葛 却意外享受了 一番英雄凯旋般的待遇 苏桓的排名 算是响雷要赛城系 所有参赛团队 个人排名最高的一个 来到光丽要赛城后 一向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领队陆继 更是亲自出门迎接他 搞得苏桓 一时不太习惯 这股热情境 苏桓 我在赛后特意 等在选手通道 怎么没见到你 单独将苏桓 送到他的临时居所 陆继有些不解 问道 当然没见到我了 我差点被人阴了 苏桓心底吐槽 看着面前自己不太熟悉的 猎龙道场王冠大师 苏桓考虑再三 还是将自己在比赛 结束后的遭遇说了出来 说到 自己拒绝猎龙昆奇的要求 猎龙昆奇强行动手时 陆继大惊失色 什么 猎龙昆奇竟然敢对你施展心灵技 猎龙城形势 倒是越来越嚣张了 听到龙之国的人解围时 陆继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却面色阴沉 作为响雷要赛 程系道场联盟代表团的领队 要是苏桓这次真的遭遇了伤害 他觉得难辞其咎 如果苏桓只是个普通的参赛选手 也就罢了 但问题是 苏桓是杀进前三千的天才选手 按照惯例 只要杀进前三千 通常都会被外界特要来的各大势力 选拔招揽去培养 更别说苏桓还暂居前五 这绝对是道场联盟 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而且几乎可以想象 哪怕今后 也很难有人打破这个成绩 毕竟 道场联盟不是以培育师著称的势力 猎龙昆旗那家伙就算是我 应付起来也极为棘手 不过苏桓你放心 对方可能不会顾及我 但我们道场联盟 有的人 也不是一个猎龙昆旗敢招惹的 我去发个通讯 陆继对苏桓宽畏两句 快步离开了苏桓的住所 来到外面后 陆继很快拨通了一个通讯号码 喂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 道场主 陆继 态度极为恭敬 陆继啊 这次你的表现很不错 让苏桓那个小家伙 继续保持 回来 联盟绝对不会亏待他 猎龙道场的道场主 含笑道 有别的事吗 包奖嘱咐了一番后 猎龙道场主这才问道 陆继连忙将苏桓的遭遇 和猎龙城的敌意 降略得当地描述了一番 哼 猎龙城 猎龙道场主的声音 带着一丝怒意 和深深的忌惮 苏桓是红魔道场的人 我先知会 一生红魔那家伙 不过红魔一个人 恐怕还不足以威慑猎龙城 既然苏桓是代表我们 道场联盟参赛的 别的道场的老家伙 想必也不能无动于衷 你等我通知吧 切记好好保护苏桓 让他安心比赛 绝不能再受到外界干扰 身为响雷要塞 成细域师界 举足轻重的巨头及御师 在面对猎龙城这个庞然大物时 也无法再做到淡然 在陆继与猎龙道场主沟通情况时 苏桓也在通过各种途径 查阅着龙之国的相关信息 同时也终于知道了 为何龙之国 似乎颇为敌视猎龙城的人 猎龙城为猎龙士族所掌控 猎龙士族 是有多位豫王坐镇的雷之国顶级权贵 猎龙一族当代最强大的御师 更是被雷之国封为猎龙王 猎龙王为雷之国高高在上的八位 守护君王之一 能直接代表雷之国的意志 猎龙士族所掌控的雷之国重镇猎龙城 位于雷之国东南边疆 一旦越过猎龙城不远 就是龙之国的疆土 位于这个敏感位置上的猎龙士 也世代肩负着 镇守在雷之国东南疆域 抵御龙之国的使命 雷之国 龙之国 常年处于摩擦敌对的状态 甚至可以是说世代 血仇 而猎龙城 就是雷之国那柄沾满鲜血的利刃 难怪龙之国的人 如此敌视猎龙昆起 苏桓心头暗倒 双方本就是敌对状态 在联想到对方的解围 一切就顺理成章多了 龙之国是一个以龙系育宠著称的国度 对于以猎龙为名号的势力 自然谈不上多友好 龙之国有着大量的龙族栖息地 国家的各类环境地貌 也很适宜龙族的栖息 因此全国都盛行着收服龙系育宠 以及龙系育宠培育 号称龙背上的国度 苏桓是以龙系育宠为主培育方向的御师 本就有着天然的好感 加上这次龙之国的解围和援手 顿时对龙之国有些感兴趣起来 第七百章 重返寒烈山谷 冰霜龙女的前期 蜕变第四轮的排名赛和第五轮的决赛 将在五天后正式开始 爷的参赛选手 肯定会趁着这五天时间 再好好准备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而苏桓显然没有一名合格参赛选手的觉悟 他已经开始培育起育宠来 这五天的比赛中 自然是无法培育育宠的 加上苏桓清楚 他这群育宠的妙性 就像强迫送去道场委托训练 最终训练效果不大 单粹就待在身边 这五天 可把他们给憋坏了 整个想了要赛程系接待区 此时已经空荡了不少 不少选手在被淘汰 以赛结束后 也无心留在光明要赛城 已经自行返回 整个接待区 现在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 其中大部分还是打算留下来 看看最终比赛结果的 作为培育室的接待区 这里肯定是不乏培育室 所需要的实验室的 苏桓直接找了件没人的 开始配置起密钥来 没多久 密钥配置完成 整个实验室内的仪器 都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所幸 苏桓提前穿上了一层防冻服 不然以她的体格 恐怕也会被动个够呛 她这次配置的密钥 是冰霜龙女 蜕变密钥的前钥 蕴含着 让一只冰霜龙女 蜕变为极叶龙女的魔力 单单是密钥 散发出的冰细能量 就足以瞬间动毙普通人 苏桓 连忙将特殊器皿中的药液 倒入一个提前准备好的 特制瓶子里 当瓶塞塞上的瞬间 大鼓不断外泄的冰细能量 终于全部收敛 苏桓召唤出溶浆源 散发出高温 将实验室内的冰霜融化 残余的冰细能量驱散后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些残余的冰细能量 对于普通人也足够致命 苏桓可不想员工打扫实验室时 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出现意外 苏桓并未离开实验室 而是直接召唤出西能宝树龙 西能宝树龙沼子一挥 一道虚空裂缝 便出现在苏桓面前 西能宝树龙 直接带着苏桓 跨入虚空裂缝中 就在苏桓刚刚离开后没多久 陆继急匆匆成奇遇宠 来到苏桓刚刚所在的实验室外 苏桓的气息不见了 陆继眉头一皱 通过门禁卡 打开实验室的大门 一阵寒意袭来 但实验室内已经空空如也 还真不见了 不过看样子 好像是自己通过某种手段离开的 这还好一点 陆继拿起通讯器 拨通了苏桓的通讯号 身处虚空中的苏桓 自然收不到任何信号 陆继只能发去了一则简讯 询问苏桓的去向 奥场主亲自嘱咐 他要保护苏桓周全 顺利完成比赛 由不得他不重视 等到西能保树龙 从虚空裂缝中钻出来时 苏桓已经再次回到了 遥远的亚山半岛另一端 远在雪国要塞城 落日要塞的落日冰川上 而且就身处寒烈山谷之中 随着西能保树龙步入完全气候 他的虚空远足能力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虚空中穿梭的速度变得更快 从光密要塞城来到雪国要塞城 也不过花费了两三个小时 换作是通过飞行类噩梦种赶路 恐怕路上花费的时间 还得翻几十倍 刚来到寒烈山谷中 苏桓就将冰霜龙女召唤了出来 将蜜蜂的蜜蜜药前药 为其服用下去 冰霜龙女光是消化蜜药前药 恐怕就要二三十天时间 哪怕有辅助蜜药辅助消化 也最多减少一半时间 而冰霜龙女 蜕变所需的急冰化龙仪式环境 也在这片寒烈山谷中 苏桓打算 这些天就让冰霜龙女 在寒烈山谷中 自然就是那片寒冰湖泊了 寒冰湖泊的位置 细能宝树龙早就定下锚点 这次虚空裂缝出现的位置 就在寒冰湖泊不远处 苏桓甚至能依稀看到 远处寒冰湖泊的轮廓 等到冰霜龙女将密要服用后 几个黑点已经出现在湖面上 远远朝苏桓飞来 尽管还相隔很远 但苏桓已经能够感受到 这几个身影散发的那股惊人的寒意 和无比磅礴的力量 黑点尚未接近 苏桓已经像是经历了一场风雪的洗礼了 不过很快 几个黑影远远散发的磅礴威压 便减轻下来 仿佛是认出了苏桓 和她的冰霜龙女的身份 几只急冰龙女 在一只极叶龙女的带领下 飞到苏桓面前 人类 你又来做什么 极叶龙女清脆悦耳 又显得有些疑惑的声音在苏桓心底浮现 这孩子快要蜕变了 我想带她来含猎山谷 寻求你们的帮助 苏桓说谎不打草搞到 极叶龙女看向苏桓身后 刚刚服用密钥 此时正陷入密钥改造中 生命力出现极大起伏波动的冰霜龙女 冰霜龙女 此时的样子 确实跟危险生物的蜕变过程有些相似 银银银 带她回领东岛 极叶龙女对着几只极冰龙女吩咐道 人类 我们族内有加速她蜕变过程 减轻蜕变过程痛苦的方法 你先留在这里等候吧 领东岛不允许外族踏足 极叶龙女语气不容置疑道 苏桓自然答应 她不过随口一说 没想到极叶龙女 竟然好像真的有办法一样 对方如果有能够加快冰霜龙女前期 蜕变过程的方式 苏桓自然不介意一事 至于留在寒冰湖畔 苏桓自无不可 这些天她本来就打算 先在寒烈山谷待着 这地方 灾祸种随处可见 各种强大的龙族 是寒烈山谷真正的统治者 实力越强的御师 越不敢乱来 以光蜜药赛城还安全 苏桓就打算在这里 进行为期五天的御宠特训 五天后 在后续赛事开始前 再返回光蜜药赛城 苏桓将所有御宠全部召回出来 开始在寒烈山谷的冰天雪地里 分配给大伙训练任务 不过在训练之前 苏桓先让细能保树龙 接出来一些 能够有效预寒的能量果实 供大家服用 这是一种不满火焰花纹的奇异果实 苏桓为了增强 细能保树龙的复刻能力 本是找了一些不同的能量果实 让细能保树龙吞噬解析 如今细能保树龙 完全可以算是一头万能果树龙 尽管寒烈山谷的寒冷 哪怕最弱的寻宝地龙 也能够承受 但对不适应寒冷天气的御宠 总归会带来些不适 越寒的能量 果实下毒 御宠们都感觉身体暖轰轰的 精神抖擞起来 这次经历了猎龙坤 骑尸打尸的威胁后 苏桓对于实力的提升 已经越发迫切起来 这给这次特训 指定的主要目标 就是尽快提升育宠的成长阶段 让所有育宠 都在短时间内达到完全期 已迎接即将到来的全体蜕变 大师级 在灰野荒原那种小地方 已经是最强武力 但在更广阔的地方 却只是中层育师罢了 到了超贯层次 才算得上高层育师 苏桓对于踏入超贯领域的心情 冰霜龙女的蜕变 应该会开始于这次大赛结束 而非现在